恩入无于涅槃,而实无众生的灭度。 以后所说,皆是发挥此意。 并望其为菩提心,且直指心缘,令向一念不深处弃入。 如后半步,开张便遣者于发菩提心。 乃至曰,即非我见,是明我见。 则我见之宗隐权无以。 故本经之极大功用,守在破我。 一切众生,以不觉知时法界痛共一真如法生故,只有我他,岂分别见。 遂生三毒,造无量罪。 授业细苦,堕落轮回。 越迷越苦,越苦越迷。 纵获素有善根,欲善之事,教令发心,归依三宝。 而以素是罪业,往往内外障缘,迭起还身,欲修不得,修意难成。 故修行人,忏悔业障,极观紧要。 华言会上诸大菩萨,上以此门,列入行愿,何况凡夫。 然罪业有可忏悔者,亦有不通忏悔者。 若即重之罪,已成定业者,忏悔由难。 经约,端坐念时相,是明真忏悔。 重罪若双路,惠日能消除。 此名欲消重罪,唯念时相,恕乎其可。 非他法所能忏悔也。 若但是此经,未令观空,有浅说也,偏见也。 当之经文乃令空,有不着,双照二边,是未念时相。 何以故? 时相者,无相无不相顾。 若但观空,是只观无相,而不观无不相,其念时相哉。 经以念时相之慧,欲知如日,正以日之行空而不住空也。 故行愿品云,亦如日月不住空,若但观于空,是住空矣。 其以日未欲知意哉。 当之时相之慧,从大悲深。 以大悲故。 广修六度万行,得无量福德。 故经文之慧,设有福在,方与念时相相应。 福慧双修,观空而不住空。 乃如光明赫赫赫之日,能处暗明,能生万物。 以此观行,乃能消众罪若双鹿耳。 当如是之。 如是之者,是未正之。 本经公用,义父如是。 经体未生时相,所谓时相般若也。 修宗未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所谓观照般若,即是念时相也。 盖离一切相,观空也,修慧也。 修一切善,不住空也,修福也。 观念时相,福慧双修,是真忏悔。 故能消除重罪定也。 则内外障缘,义其宵禁,何修而不成乎。 如本经约,是人先是罪业,应度恶道, 以经是人轻见故,先是罪业,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约恶道,是重罪也。 约应度,是定业也。 信有善根,经是未度。 得闻此经,深解义去。 能知修宗,福慧并尽。 故能重罪轻受,素业消灭。 何以故? 约对至言,福能灭罪故。 约第一一言,慧能拔业故。 当的菩提,明其所修必成也。 以事之故,本经负有极大功用,约灭罪业事。 二圣人能观空自觉,破人我见, 而法我犹在,以至浅故,破之不尽。 其成效极果,只能成就阿罗汉,辟知佛。 大臣中人,虽能空有不住,不但自觉,且行六度以觉他。 然而无名未能破境。 即是维系之法我,由未化除也。 以未得金刚之故。 故但分正法身,而未就近。 本经所谓成就第一稀有,以景成正等正觉,为达无上也。 若能与本经,深解一去,信心不逆, 竟能受持为人解说, 即为何单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知世人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乃至身伏灭罪,当得无上菩提。 故本经更有极大功用, 能就近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和以上所变列之三端,约成八字。 约,破我,灭罪,成就如来,为本经之大用。 树基与经中, 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之文相应而。 经约,狂心不歇,歇及菩提,古得一云, 但尽凡情,别无甚解,狂心凡情, 即是妄想执着之我见也。 当知如来智慧觉性, 众生本具,不过为我见所障而。 此障若除,觉性则本来原成, 智慧则自在原名, 如来亦及出无名可葬,而圆满显现矣。 故曰,狂心不歇,歇及菩提。 但尽凡情,别无甚解。 所以修行法门无量, 而唯一宗旨,除账而已。 本经代用, 刻实言之, 亦只是除账而已。 而一言及账,法而俱三。 所谓成就,亦可开三。 一约货账, 又明烦恼账, 即见私货也。 我,鞭,斜,二,取,贪,甜,吃,慢, 宜,其数有时, 一是以我见为本。 故破我则或账除, 而成般若得。 二约业账。 本经约,先是罪业, 则未消灭。 故灭罪,则业账除, 而成解脱得。 三约报账。 报,为苦报生也。 成就如来,则报账除, 而成法申得。 故本经之代用, 即是除三账,成三得。 经举破我,灭罪, 成就如来未言者, 以其意小, 而除三账成三得之意, 设在其中故也。 前言,体宗用三, 其意一贯。 云合一贯耶。 资在宗和言之。 夫曰所全之经义, 以显归去之主体, 为生时相者。 未发大臣最上臣者, 是以修因正果之目的也。 若修宗之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约经一言, 离一切相者, 所谓无相。 修一切善者, 所谓无不相也。 然而善法即非善法, 是明善法。 故就静说之, 修一切善, 即设无相无不相矣。 而离一切相, 则是相不相皆无之矣。 正与生时相之经体相应。 盖生时相之就静矣, 亦为相不相皆无, 而生即无生也。 约能修人言, 则是二边不着, 亦空到底, 向生时相之就静目的静修也。 至便用之破我灭罪, 成就如来。 约经一言, 破我, 为离一切相所得之功用。 以望尽情空股。 灭罪, 为修一切善所得之功用。 以福慧增长股。 亦可, 破我灭罪, 为离相修善和得之功用。 以观照般若知修功, 信心清静, 则生时相顾。 盖二边不着, 心与绝呆清静相应, 则破一分无明, 正一分法生顾。 我见罪业, 由无明生。 无明破, 则或业二账见消, 乃能正法生也。 出正法生, 为时相生也。 若浮尘旧如来, 则犹关照功成, 时相般若, 圆满献前, 起地如月之出生已哉。 约能修人言。 即是因缘果满, 已达目的, 而到涅槃彼岸已。 上来便用, 并不发显体名宗未尽之意, 即将体, 宗, 用, 分别能所, 综合一贯, 而说其意, 已尽。 物, 五, 判教相。 分二, 己, 出, 总论, 次, 正判。 己, 出, 又二, 根, 出, 解释明义, 次, 犯论教相。 根, 出, 解释明义。 此中判字, 盖有两意。 分判也, 辨别之意。 又评判也, 论定之意。 叛教相者, 未辨别经中止去, 家以论定, 应属何类也。 教者, 教化, 即止经言。 佛为教化众生而说法, 皆即所说之法而成书, 称之约经, 故为经未教也。 佛之初是施教, 在令众生除无名我见之障, 正本具之如来智慧觉性。 简言之, 一切佛法, 不外明心见性而已。 而心性要在自正, 以其本非言说所可及也。 故曰, 说法者, 无法可说。 然众生既不自知, 经欲教之, 又不得不说。 而仗有浅身, 说之又不能不应其机。 故曰, 对机则说。 以说不对机, 则不能了解。 说父和一耶, 机又二亿。 根机也, 实机也。 根机, 指根性言。 为众生根性, 各个不同也。 何故不同, 仗有浅身后伯固也。 实机, 指石结言。 某时说阿寒, 某时说方等, 先小后大, 先浅后深, 循循善诱, 引人入圣, 如所谓三十五十事也。 顾明四十九年所说法, 为一代实教。 一代, 为佛之义生也。 实教, 为因实施教也。 济世对机而说, 因实施教, 因之经教岁有半满, 全实, 见顿, 偏缘之义。 故大涅槃经中, 欲一代实教之相状, 或如乳, 或如老, 或如生苏, 熟苏, 以及提狐也。 誓之谓教相。 譬如如老等等, 名相虽义, 而补生义人之妙用则依。 经教亦然。 虽不无半闷偏远等等, 名相之义, 而其宗旨, 在于名心见性则义也。 此义相为言之深义, 名其不可居直乎不依之乡, 人应会归于不依之性也。 然既有种种不依之乡, 故不应居直, 亦赫可满憨。 故古得于一切经教之教乡, 不但勤劳, 辨别而论定之。 虽见浅见身, 各应见地而意其说, 而意在方便学人, 比得于一代时教之刚领条目, 浅身刺地, 动燃心目, 可以循序而进耳。 其家会后学之苦心, 梁足配焉。 誓之谓叛教相。 以上解释叛教相知名意境。 根、四、 梵论教相。 大法东来以后, 至于静默, 判别一代时教者, 有十八家之多, 然皆不传。 古得著述中, 兼有引其说者, 一灵半找, 未赌其权。 就所引者窥知, 大抵粗论大纲而已。 自唐以来, 共所依循, 教为完备者, 天台, 贤首两家所叛事也。 天台叛一代时教位葬, 通, 别, 元四种, 学者明知曰四教。 贤首则叛位小, 始, 中, 顿, 元五种, 学者明知曰五教。 贤宗之小, 及台宗之藏, 位小臣教也。 其不称小者, 盖以小臣于经律论三藏, 虽亦不及大臣之圆满, 而三藏具足。 若称为小, 恐人以其三藏缺而不全。 故不曰小, 而曰藏焉。 大涅槃经, 佛称小臣未伴自教, 大臣未满自教者, 以小臣指名人空, 大臣则人, 法双空, 故以伴满别之。 台宗之通教, 前宗明之曰使教。 自此以往, 皆指大臣而言。 位之通者, 以其经义, 下可通于小臣, 尚可通于别, 元也。 总之, 所明之义, 三圣可以共行, 英明曰通。 尤言普通也。 凡但言人法拒空之理者, 皆是。 观空, 为大臣出门, 故明之曰使教也。 所谓别教者, 别, 即特别之义。 使教但观空, 与二圣同, 故曰三圣共行, 英明曰通。 经则不止观空, 且观假有, 非二圣所共行义, 英畏之别。 贤守则名为宗教, 明行菩萨道者, 使虽观空, 而忠不住于空也。 总之, 大臣行门, 始终不离忽生死涅槃两皆不住而已。 幼父先修从假入空, 似修从空出假, 各别修行, 非如元教之意修一切修。 事与通教, 元教皆有别也。 所谓下别于通, 上别于圆, 故为之别教也。 元教者, 台宗所谓即空, 即假, 即中, 三地圆融。 贤宗所谓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意及一切, 一切即一事也。 总之, 凡经义中, 该设所谓小始中顿, 所谓藏通别之义者, 即为元教。 贤宗于宗教, 元教之间, 加一顿教。 凡经义明一念不深, 当体即佛, 不设次第者, 属之。 台宗于此层, 非漏略也。 当之台宗叛教, 分化法, 化仪两种。 化法者, 教化之法门, 所谓藏, 通, 别, 元事也, 此只教化时所说之义去言。 化仪者, 教化之一事, 所谓顿, 见, 秘密, 不定事也, 此只教化时所献之事相言。 曰佛边言之, 一时说静, 顿也, 分次而说, 见也, 放光表法, 秘密也, 非决定说, 不定也。 曰文法边言之, 文集撤正, 顿也, 不如是者, 见也, 随类领解, 不定也, 各不相知, 秘密也。 幼父说顿意时, 亦有见意, 说见意时, 亦拒顿意, 此人文之以为顿, 他人乃以为见。 本事顿意, 仅得见意。 虽说通教, 其中乃设有别, 缘, 乃至说藏教时亦然, 推之其他, 莫不如是, 皆所谓秘密不定也。 总之, 台宗以为藏通别原四交中, 无步有顿有见, 故不另立一门。 盖以画法, 画仪, 加以通五时, 别五时, 参五错宗, 以判一代实教。 以事之故, 判教之细密原荣, 莫过台宗。 然于一代实教之义里, 世乡, 仍有收舍不尽处也。 当之此事为佛与佛, 乃能就尽而。 各宗祖师为道佛的, 虽各有见地, 岂能便与佛同。 后人为当则善而从可而。 以上犯论教相尽, 即出总论已尽, 以下正判本经教相, 几次正判。 台宗判本经未通别兼援, 贤宗则判属使教, 亦通于援。 皆不免居千名言, 与经中义去, 未尽吻何也。 今欲判定本经教相若何, 不得不先明本经之义去。 佛说此经, 盖以开众生本拒之如来智慧觉性, 而负其本来面目者也。 正是少龙佛种, 传授心印之无上圣身法宝。 即此一点, 以足证明其为至元吉顿之教法义。 至元吉顿, 故所谓通别, 所谓始终之义, 无不赦尽。 安得见其有通识等意, 遂居千文字, 颠倒其说, 为其间元通元乎。 本经主旨, 为在无助。 无助即是不着。 不着, 所以破我见也。 何以故? 我见即是妄想执着故。 以如来智慧觉性, 为我见所障。 经欲显性, 必除其障。 故唯一阻止。 再于无助已破我也。 夫智障不并立。 将欲开显智慧觉性, 故再破除我见之障。 然开, 破一贯。 能破便是能开, 能开便是能破。 然则此智云何未开耶? 潜以言之, 发同体之大悲使矣。 悲至双聚, 即所谓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也。 此心是同体悲, 故广修不失六度, 以灭度所有众生, 同正如来智慧觉性, 而不着空。 正如来智慧觉性, 即是入无于涅槃也。 此心是理体制。 故虽度众生入无于涅槃, 而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而不着有。 不着有, 无相也。 不着空, 无不相也。 无相无不相, 正如来智慧觉性之真实相也。 故本经起口即明此意。 且明明是之曰,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此曰空有二边不着眼也。 亦有所者, 则我见存。 亦无所者, 则我见破矣。 盖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而时无众生的灭度, 是无我人等相也。 时无灭度, 则虽广行六度法, 而无法相, 是无法相也。 虽时无灭度, 而度之不休, 是亦无非法相也。 无我人等相者, 无人我见也。 法与非法皆无, 无法我见也。 换言之, 无我人等相, 所谓我空。 无法相, 所谓法空。 亦无非法相, 所谓空空, 亦曰众空。 此曰亦空到底言也。 由是观之。 本经之空, 是并空亦空, 所谓亦空到底。 亦空到底, 即是双遮二边, 双照二边, 所谓空有不着, 原之至矣。 岂可以但关于空之始教, 相提并论乎。 而观开经所言, 是三空之意, 亦时并聚。 亦即亦修一切修。 又起先修从甲入空, 似修从空出甲, 隔别不容之别叫亦乎。 且亦空到底, 二边不着, 所谓离一切相也。 必离一切相, 方位发菩提心。 而离一切相, 则明诸佛已。 盖空有一切相寄离, 则心清静。 心清静, 则时相生。 时相生, 即是无明我见破, 而真如法身陷。 故曰则明诸佛。 故曰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不但缘即, 亦顿即矣。 夫离一切相, 未发无上菩提心者, 以其遮照同时, 晚和中道也。 乃至菩提心亦不着, 事则中亦不利矣。 乃至曰, 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谓一切法者, 亦父即非而是名。 此政台宗所说 亦空一切空, 亦甲一切甲, 亦中一切中, 至极圆荣之义也。 而曰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又曰,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此又贤宗所明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亦及一切, 一切及一, 至极圆荣之义也。 全经所说, 皆是此至远及顿之义。 乃判曰兼乎远, 通于远。 一若今亦有不敬远者, 何耶? 总之, 全经之义, 莫非产发远顿之无助。 但前半多曰敬遜者, 敬者, 一切相也。 六成, 六根, 六石, 乃至空, 有, 双翼, 双飞, 皆设在内。 故前半之义, 可简言以阔之曰, 一切皆非, 余相不取。 因不取, 故皆非也。 皆非而不取。 则无名我见破, 而观照般若之正至, 焕然大明以。 后半则曰心浅者, 心者菩提心, 三济心, 有所发, 有所得, 一切分别执着等心, 皆设在内。 故后半之义, 可简言以阔之曰, 一切皆是, 余相不深。 因不深, 故皆是也。 皆是而不深, 则无名我见破镜, 而时相般若之理体, 朗然全现已。 故只是云和演说中, 皆已两于曰,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也。 看似应不取, 而后不动, 时则必能观不动, 乃可不取。 此意, 曾于前半步中发之。 如曰, 若心取香, 则为者我仍众身受者, 是也。 盖心动则取, 取则者向。 故欲不着, 必当不取。 而欲不取, 心当不动。 可见前后一本一致。 不过曰文香, 不无浅身次第, 以方便见浅见身之文法者而。 前言, 本经为少龙佛种, 传授心印之无上法宝。 即此一点, 以足证明其为至缘及顿之教。 此非无稽之言也。 本经概旅言之以。 如曰, 一切诸佛, 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又曰, 事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如来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若有人能受持读读诵, 广为人说。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世人等, 则为何丹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又曰, 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又曰, 当之世人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又曰, 事经亦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夫曰诸佛从此经出, 曰何丹如来, 当的菩提, 非少龙佛种呼。 曰如来未发大臣最上臣者说, 非传授心应呼。 曰经意, 果报, 功德, 成就, 皆不可思议, 非无上法保护。 非至元吉顿之教, 何足与此。 且明明曰, 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则是一切元顿经教, 皆为此经设。 此经能设一切经教, 一切经教, 不能设此经教。 然则至元吉顿, 属有能嫁此经而上之者。 佛语当性, 不可污也。 经故谨遵佛指叛本经未尽新具名, 遮照同时, 会撤三空, 公元万行, 至元吉顿之大教。 一切藏, 通, 别, 元, 小, 始, 终, 顿, 元, 种种教义, 意其设境。 其乡, 正如无上提湖, 为辱, 烙, 身熟苏之所不及也。 以, 赐, 世人提。 遥秦三藏法师纠摩罗时矣。 近时, 内有各王真正, 外有五胡乱华。 于是群雄割据, 全国扰乱。 林一致于东境之末, 北方久已沦位一遇, 从无宁日。 前后有十六国, 姚秦, 及十六国中之一也。 带刘玉灭尽称颂。 而其, 梁, 陈济之, 明曰南朝。 北则未原位, 周, 其, 明曰北朝。 然后一统于随, 而归于唐, 思明方的少少苏习也。 姚秦建都长安, 国号曰秦。 为别于前秦福是, 故称后秦。 亦称姚秦, 国主姓姚故也。 当前秦福兼建元九年, 亦云十三年, 有一心建于西域分也。 太史奏约, 当有大德智人, 入府中国。 坚约, 正文归姿有罗时, 襄阳有道安, 得非词二人耶。 于是先礼至道安法师, 父遣萧齐将军吕光, 率兵七万法归姿, 亦在德时也。 归姿兵败。 光的时, 返至西凉。 闻福兼为姚长所示。 光乃自聚凉土, 称三合王。 并留止时。 姚长既是福兼。 称帝。 吕庆诗诗, 吕光不允。 长簇, 其子姚心四位。 父请, 亦不允。 光簇后, 传至吕龙。 姚心罚之, 遂迎时诗至长安, 奉为国师。 使沙门僧, 器, 大, 邪县时, 僧瑞, 僧照等八百余人, 急于时诗门下, 大兴义士。 实在姚秦宏使三年也。 无国法运由此而胜。 在佛教中, 关系之巨莫过于此。 当在西凉时, 吕光旦以十多至迹, 众之, 初步宏道。 姚长义英文奇迹谋之名而请之而。 姚心则信奉三宝者也。 凡能弘扬佛法者, 称为法师。 经律论三藏皆通, 则称三藏法师, 名由隆重。 揪摩罗时, 范语聚云揪摩罗时婆, 时婆亦做起婆。 复名揪摩罗言, 天竺人也。 家世国乡, 江四相位, 慈必出家, 东渡聪领。 归姿国王, 闻其器荣, 娇吟之, 请为国师。 强以其妹名其婆者妻之, 生时。 兼取父母之名, 名揪摩罗其婆。 天竺俗尚如此。 其母后又生一子, 名福沙提婆。 乃木道苦行, 岁出家。 时时年七岁, 亦聚出家。 揪摩罗时, 亦未同寿, 未同年有其老之得也。 日诵千计, 凡三万二千言, 美计三十八言, 自通其矣。 随母至祭兵, 礼盘头达多为师。 宫南外道, 能折服之。 国王日给上贡。 所住四僧, 乃差大僧五人, 沙迷十人, 未饮扫洒, 有弱弟子。 其见尊崇如此。 年十二, 父随母还归姿, 由沙乐。 小臣教义, 无不通达。 沙乐王请深做说法。 霞则博览外道经论, 四围, 五明, 阴阳, 心算, 莫不必尽。 妙达吉凶, 严若福气。 未信律达, 不利小减。 修行者颇一知。 然时自得于心, 未尝介意。 时有须耶利苏摩, 专宏大臣。 时亦宗儿奉之。 岁专物方等。 诵中, 百二论, 及十二门等。 归姿王迎请海国说经。 年二十寿介。 从碑摩罗叉, 学识颂律。 时母慈归之王, 往天竹, 以登三果。 临去, 为时曰, 方等身教, 应大产震旦, 传之东土, 为耳之力。 但自身无力, 奈何? 时曰, 大势之道, 立众望驱。 必使大话流传, 喜悟蒙俗, 虽身当如祸, 苦而无恨。 遂留归姿。 后于四侧故宫中, 出得放光经, 读之。 摩来必闻, 为见空蝶。 时新月故, 摩去自显。 遂广宋大臣经论, 动其密奥。 归姿王位造经师子作, 以大秦锦入铺之, 令时生而说法。 盘头达多, 不远而至。 时时正欲寻之, 告以大臣也。 应与达多辩论大小臣义, 往复苦致。 经一月余, 方乃幸福。 反礼为师, 曰我是和尚小臣师, 和尚是我大臣师。 使美至诸国讲说, 诸王皆常跪作策, 令时剑而登作, 其剑众如此。 时即道流西域, 明辈东国, 所以前情福间必欲得之也。 然吕光本不信佛, 虽得时师, 种种悦欲, 师皆忍受。 既阴言无不厌, 光使一知。 遥心少重三宝, 既迎至长安, 因请于逍遥远一经。 并令明森锐, 赵等, 滋售时指。 自汉明, 立位, 静, 所出经论, 往往文质一格。 时懒之, 多部与范本相应。 遂与森, 气, 大, 斜线时, 森迁, 道横, 道标, 森锐, 森赵等, 先出大品。 遥心自义持经愁笑。 其心文意旧者, 一皆原通。 众心切福, 莫不心赞。 心腹自作通三室论, 以示因果之理。 王公以下, 并赞绝粉。 吕请时于长安大寺, 讲说心经。 时诗能汉言也。 所译经论, 凡三百余卷。 明僧道身, 会解入为。 特入观, 向时诗请诀。 庐山高僧会远, 亦美以经中一亿, 通书滋识。 时美为瑞言, 西方众文, 工商体运以入贤为善。 凡敬国王, 必有赞得。 见佛之仪。 有菜言, 欧坚回来, �了还雕坛。 权均嘖有某文。 如酒人恶不耐握于声带会看, 这个正确胆店下一婶部分可以考察、 在昨天没在世界之间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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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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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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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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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宣布 于是文人则是 使得见通佛理 佛法之光明 乃使如日出身 至唐儿如日中天矣 故大法东来而后 直至时诗 方位大显 不然 其实虽先有道安 后有会远两高森 亦未必能为为后来之圣 何以故 依据之经论 为族备数 为族明义故 时诗既是菩萨再来 吉门弟子如瑞 赵等 又皆文理战身 于无国就学 老庄 六经无不通晓 师弟皆非凡人 故其所义 遂而无理不达 而能深入人心也 自诵而后 佛法由圣而衰 至于今日而及 而国乱人苦 无意尽食 彼时有时诗诗地之弘扬 佛法由此而大心 人心由此而改善 国正义由此而见获太平 然则欲世世太平 先当人心良善 而欲人心良善 先当佛法红心也 明以 一观今日之情是 为何如耶 不但世事紊乱已也 佛法中亦附紊乱至极 无他 为明佛法之真实 亦故而 是顾欲大心佛法 先当了解佛法之真实义 而欲了解真实义 先当红宣绍龙佛种之金刚般若 是在无辈之群起而何丹之义 实施一经 先从大品般若时 则欲何丹无上菩提法 当从金刚般若时 不由张明教者也哉 竟以此愿 普皆回向 金刚般若之要指 阔以八字 曰 李显三空 观荣二帝 先从苦说起 所谓三苦 八苦 苦由业来 业由或生 所谓见思或也 应详说之 而或之本 则为我见 我见除 则诸或不生 不生 则无业系之苦 所谓了生死事也 金刚坚立 欲斑若能断或故 本经宗旨 为在破我 我执之粗者 为四大无因 细者 则取法 或取非法 凡有所取 便是我执为尽 顾顾虚 顾虚重重空之 即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是也 此之谓三空 法字亦广 事事物物 皆在其中 四大无因 亦事物之 亦也 顾曰粗细分言之 则为人我相 法我相 而约有相言 则同属于法 故人我 法我 可何而为一 此一切 有相之事物 世俗眼光 莫不认为真实 顾名之约俗帝 帝者 真真实实之意 殊不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言其随有而须 有而不有 作此官者 名为假官 非法相者 约一切法之信言 相假而信真 以相由原生 信乃不变 故知是真 故名之约真谛 作此官者 名约空官 以信本无相 故名空也 然若取此空相 乃是偏空 非大臣之第一 义空 义名圣义空 何则 譬如虚空 虽本无相 而万象森罗 且必万象森罗 乃成其虚空 虚知性是体 相适用 有体必有用 故有性必现象 但相不可辙 这则逐相而媚性 逐用而媚体 然义不容断灭相 断灭相 则虽正体而有何用 且义不成为体 以绝无无相之体 故也 故大臣之义 必作如是官 乃名空官 空而不空 如是 则二帝之官 荣已 荣则未中 道观之第一 意地 非二帝外 别有第一异地 亦非假空二官外 别有中道观 经中作如是说者 名为遮全 盖以遮浅未说也 若法华经等说三地者 则是表全 乃以表显性得知 二边不着 二边双照未说者 遮全 则是说者有不是 这空亦不是 未说两边聚浅 则两边容易 班若正已浅直未踪 故只说二帝 须知凡夫并在处处者 故妄想多 必当先用浅荡功夫 而后性得乃能彰显 故世尊先说班若 后说法华也 此意即当注意 又大臣佛法 撤上撤下 切不可高推圣进 以为此事出世事 与世法毫无干涉 则辜负佛恩 当知三空 二帝不明 即做仁义做不好 应畅说其理 以上分作三数作说之 假四别解文意 分三以出续分 四正宗分 三流通分 假四别解文意 一英文显 且观照班若 实相班若 皆英文字班若而起 则经文中一字一句 其不能不考定明确也神矣 盖本经读诵广辩 应知由名气经流通于 逝者 亦本神多 往往传写而夺 或亦未增减 各事其事 己令人无所适从 续身也晚 性直敬 随及堂 如森照 智者 会敬 诸大德经书 归自海外 而唐人写本 如柳城玄珠人所书 必在敦煌时事者 亦发现于事 旭的戒以互定餐鸡 考其真而正其妙 此时稀有之糟 而亦后学者之则也 既别臣教堪记一卷 复堪经后 若福字句一同 虽已自知出入 而关西经义甚大者 经皆依依随文指出 名其义去 孰正孰额 较然可读焉 读者详之 经文大分三科 一名续分 二名正宗分 三名流通分 一切诸经 莫不如是 如是分判 启于东进道安法师 及进土宗出祖庐 山远宫之师也 此说初起 闻者已知 四旧正于东来范德 乃知西土 于一切经 亦父如是分科 岁西然岳福 成为定则已 如本经 自如是我闻 智夫作而作 是为序分 时长老虚菩提 智世明法相 为正宗分 虚菩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 阿森指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 智性受奉行 则流通分也 一出续分 分二 丙出正性叙 四发起叙 丙出正性叙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舍卫国指数 给孤独猿 与大比丘 中千二百五十人聚 此正性叙 又明通叙 诸经通有故 一明经后续 佛出说经 本无此续 智劫即时 使家入故 一明一教续 佛将涅盘 阿难尊者 亲奉一命 一切经手 当智如是我闻 亦时佛在某处 与某大众若干人聚 等于故 令智如是云云者 证明是佛所说 以其信故 故曰正性叙也 大智度论 为此科之闻 为六成就 盖凡截及一经 必具六元 乃刻成就 云和六元 一者 如是 性成就也 二者 我闻 闻成就也 三者 一时 时成就也 四者 佛 主成就也 五者 在某处 处成就也 六者 与比丘 众若干人聚 众成就也 六元 记句 则说法之主 说法之识 说法之处 文法之众 即截及人 负责证明 自所亲闻 凡族以成就 众性者 一一皆备 故约六成就也 出约如是者 不亦未如 无非约是 凡人相信 则约如是 不信 必约不如是 经截及者 一起口而 正重言之约如是 所以明其言言 如佛所说 此亦无谬也 则足以信经 而传后已 故约信成就也 华言经约 信未到原功得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信乃入道出门 顾列在最初 四约我文者 我 阿南自称 特称我者 负责之词 且以名其字 而亲闻而非传述 上臣如是 下父祥列 同文之众 又以名其 亦非斯文也 则如是如是 信而有真 故约文成就也 世尊臣道之日 阿南降生 至初加时 佛已说法二十年 因请佛将念 年前说 君为补说 阿南父得法性 觉自在三昧 能于定中 彻了一切法 故节级法葬 必推阿南 亦是佛所清许 如法华经约 我与阿南 于空王佛所同时发心 我好精进 遂至作佛 阿南常乐多文 故持我法葬 是也 节级时 阿南登座 生光如佛 众一世尊重其说法 或以他方佛来 或以阿南成佛 阿南起口便曰 如是我闻云云 三一顿断 世尊盖玄之必有此疑 故令一切经手 皆知如是等据耳 节级之事 经律论中 有种种说 或曰小城三藏 皆阿南及 或曰 幽玻璃及律 阿南但及经论 或曰 论世大家业自及 又为论位 妇娄纳送出 此名五百节级 一名第一节级 十位世尊入灭之年 得在王舍城外 必波罗窟 阿舍世王位外户 大家业尊者位上手 或曰五百众 或曰千众 或曰八万四千众 又称为上座不节级 以大家业为一切 僧中上座故也 节级起于 其年安居初之十五日 或曰 安居三月节气 或曰 四月乃气 或曰 其年十二月亡死 大家业亦入狼鸡山 大众变散 当世之时 又有不能欲会之学 无学众数百千人 欲报佛恩 去枯西北二十里 别及经 律 论 及杂及藏 静咒藏 为五藏 因其凡甚贤脆 为之大众不节级 此皆佛弟子 非佛灭度百年后之大众不也 婆修婆师 罗汉位上手 亦阿蛇士王位 大弹乐 种种供养 此剑法藏经 西域记等书 其后更有三次节级 亦则佛入灭百年许 耶斯纳 一座耶舍陀 一座须纳居 长老位上手 及七百慎众 长老离婆多与萨婆家 问答断论 专为绿藏严禁非法 世明第二节级 一在佛入灭二百三十五年 阿玉王时 目间连帝须位上手 集中六万 妙选千人 地须造论 以破外道邪说 世卫第三节级 最后 则在四五百年许 加逆色加王时 集五百罗汉 五百菩萨 加瞻严子位上手 马明菩萨造论 经十二年成 毗婆沙论百万诵 以试经 亦出者其一部分 或曰 是有菩萨位上手 造三藏论 各十万诵 世卫第四节级也 或佛在世时已有节级 如木干联造法运族论事 然此不过一部分传述 若照众集会 作大规模之节级 使起于大家业 阿南诸圣众也 大臣节级 约有两说 一味佛灭七日 大家业告五百罗汉 明追遍及十方世界诸阿罗汉 得八万八千众 于梭罗双数间 而使阿南深作 分级菩萨 身文 戒律三藏 其菩萨藏有八 胎化藏位第一 中阴藏第二 摩赫眼方等第三 戒律藏第四 石柱菩萨藏第五 杂藏第六 金刚藏第七 佛藏第八云 见菩萨处胎经 一味文书 弥勒诸大菩萨 将阿南于铁为山 截及大臣三藏 见大制度论 至于密布 亦有两说 或未进阿南及 或未经刚守菩萨位阵 阿南为伴 后说盖具六波罗密经 经中佛将诸法设位五分 告辞是菩萨曰 我灭度后 令阿南陀受持所说 素亚懒藏 此云金藏 其乌玻璃 及幽玻璃 受持所说 皮奈耶藏 此云绿藏 加多眼纳受持所说 阿皮达摩 此云对法 及世论藏 曼书势力受持所说 大臣班若波罗密多 其金刚守菩萨受持所说 圣身为妙诸法 总持门 是也 表法 表法者 消归自信也 听经文法 重在将经文消融 一一归到自己本性上体会 方的受用 此段文 本是静缘是相 尚可消归自信 则向后经文 可以立之 推之 若对于一切 若对于一切静缘 皆能如是领会 则受用 则受用无穷义 注意注意 如者 如如如不动 为当人本具之性体 事者 当下即是 一切凡夫 虽此性当下即是 而生灭刹那不停 并不如如者 何也 我职位之障 顾而 顾必迫其小我之职 而会归于大我 大我者 所谓一法界 即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常乐我 尽知我也 此中我自 当如是会 闻者 反闻闻自信也 将欲会归 必当反闻 不能向外持求 被绝合成也 意识者 所谓时事古今 不离当念 一及三计心不可得 当如是领会也 上闻我自 是令领会一法界 则空间之障碍除 此一识字 是令领会无三计 则时间之障碍一除 本来性体 如是如是 当如是反闻也 凡夫旺其本来久矣 经欲反照 虚得方便 六根中 为耳根最为原通 所谓十方几谷 十方其文 于性之本无障碍 教义领会 故令从耳根入 以耳根具足 千二百功德也 千二百 不过表其圆满无碍 因十方之刚 只是四方 四于即上下 皆由东南西北开出 故为于六之刚 此曰恒说 三世则曰述说 恒述交参 为十二 表其无尽 约千二百也 与三世相成 则为十二 百倍之 则为千二百 佛者 自信天真佛也 双遮双照 中道圆容 自信本如是 是为自信之舍为国 战胜 战胜五音之魔 而少龙佛种 是为自信之指驼太子 庄严福慧 功德之灵 誓之位数 舍父桃氏之子 金凡返家园 承受父业 一里明珠 不劳而获 是即自信之给孤独远也 大者 大悲大愿 比丘者 远臣离狗 重者 李氏和和 千二百者 圆满耳根 返文之功德也 五十五人 即时信 时柱 时行 时相 四家行 时地 等觉五十五位也 盖位如如不动之本性 当下即是 果能横竖无障 如是返文 则自信天真佛 便如是而在 而与大悲大愿 远臣离狗 李氏和和 圆满返文功德之五十五 为菩萨摩赫萨为伴侣 则灵山法慧 俨然为散 且为在灵山清闻妙法也可 即为灵山在此寸心也 亦无不可 何已故 自信天真佛 与释迦牧尼佛 以心心相应故 光光相照顾 则已见正性叙之境 相为非相 而见如来 故诸善之事 此之如是 非对经本则如是 不对经本便不如是 亦非在此讲经听经之作则如是 离作便不如是 更非在法会如是 出法会外便不如是 当于一切时 一切事 一切尽皆见诸相非相 则动静一如 无往而不适宜 真重真重 丙 赐 发起序 耳时 世尊时时 这依持波 入舍为大臣起时 于其城中 赐地起义 还至本处 饭时器 收依波 洗足以 夫坐而坐 佛位出家至三一 一名安陀慧 此名五条 简步位方快 逢而连之如田 故名福田一 五条者方形大 九条则方形见小 一名柱体一 作物及作卧者之 一名玉多罗森 此名七条 讲经说法 则家于五条之上者之 故又名上一 五条又名下品 七条又名中品 九条又名上品 若居仇人广众 或入大都会 以及王公 则这九条者 范名森家黎 一名大一 经将入城起时 故特者大一也 三一 总名家沙 家沙者 杂也 非但以色有青黄赤黑子 为杂也 此一犯网说 他书或但说青黑赤 或但说赤 或曰赤一上 加青黑等点 以不用正赤色 或间青 或间黄 或间黑 或间子故 不但赤非正赤 即青 黄 黑 紫 亦非正青 正黄 正黑 正紫 是之未杂 如此说法 细伯采众说 而融会之 知其乃是如此 古无如是明白说者 故赤而偏青 则呈黑泥之色 故为之披子 赤而肩黄 则为之木蓝色也 紫色 亦是赤间黑而成 皆非正色 故又未知不正色 坏色 染色 所以如此者 取其羽在家人别 亦是不住于色之意 增益阿寒云 染作夹沙衣 未未夹沙衣 故夹沙迅杂最妥 如此之色 则暗淡无光彩 亦是不炫耀之意 这依持波起时 等等 皆戒律制定 世尊如此 即是本身作则 叫人持戒也 波等 皆如常说 起时有多亦 略言之 降服我慢顾 不贪口未顾 这家不失田 他家或不失贤 顾名家沙位 专心修道顾 以上就出家边说 另见者身惭愧心顾 出家本位度众生 欲度众生 须先断货 断货必须苦行 使一般人见之而身惭愧 曰 以度众生顾 而自苦如此 我被乃如是之贪口 富徒安亦呼 树积道心增长 俗念减少 则起时之有益于众生也大意 岂但令人不失 种福田而已 故起时便是出家人 修极大之福 古德因律信心不多 必遭毁谤 不得以治田自重 以为佛治 以及痛心 安可如今人所言 更要比丘间迎他业 则又西必出家位 破坏佛法 大大不可 欲佛法大兴 非行起时至不可 如曰东方不可行 今日不能行 则先罗至今 由尊佛治而行 安见今日东方不可行哉 但须信心者多 然后能行而 夫作而作 将已入定也 照归作前上有经行 经不言者 事用功要紧 不可片刻偷安之矣 说辞待经 而发起于日用寻常之事 书为奇特 故善献起口便叹稀有 然其特实无意寻常 故善献祭之而曰 善护念 善父主也 可见此闻 关系全经 理及幽为而亲切 若草草看过 岂不辜负 经开十众 略名其意 前四众 曰法以名 后六众 曰教化以名 一 事献者一起时 奔走尘牢 眼瞳凡夫者 佛不住佛乡也 即是显是佛之无我相 全经宗旨 在于破我 今事献无我 不说一字 亦即是佛之无法乡也 虽不说一字 而时是已无我法 又所以是佛之义 无非法乡也 三空之礼 彻底全张以 此之为善父主 二 如上所明 是大智也 修菩萨行 必应悲智俱足 故祥谈时 起口便令印度 所有一切众生 而今之是同凡夫者 四摄中之同是摄也 乃我世尊大慈大悲 不舍众生 而本身作则 为诸菩萨摩赫萨 作榜样儿 此之为善护念 松而观之 以大智而行大悲 空而不空也 因大悲而显大智 有而不有也 空而不空 为之妙有 有而不有 乃是真空 岂非即空即甲 即甲即空 二帝观荣 婉然中道之地 一意地乎 是则于寻常日用间 以将礼显三空 观荣二帝之全 金要止 何盘托出 以 此之未惜有也 三 佛说他经 往往放光动的 以为发起 是一切诸法 皆自班若正治而出 即法法 莫非班若也 前说班若中 亦曾放光动地者 是班若正治之能 拔住地无名也 经第九会说 金刚班若 又不如是者 所以是并班若 法相亦不着也 故本经曰 佛说班若波罗密 则非班若波罗密 须知并班若而不着 乃为班若波罗密而 此不取于相知及至也 四 未说本经前属十年中 日日如此试现 即说本经后 直至涅槃数十年中 亦复日日如此试现 可见是现云者 他人见之云然而 佛魔是念 我为大众做此事现也 盖无一刹那间 不在二帝圆融 大空三昧中 他人所见之是现云云 皆从大空三昧中 自在流出而 佛则行所无事 出无荣心也 此事如如不动之极致 全经千言万语 归结处则曰 受持独诵 为人眼说 云和为人眼说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可知此八字 为全经之恶要处 以及为学人 受持眼说之恶要处 经于日用寻常 即是显示金刚般若之恶要 可不畏之稀有 善护念 善父主乎 上来曰法 以明发起序之意境 五 一切众生 同具佛性 即是人人本具有法身如来 然其法身如来 藏而不显 所以藏而不显 不畏之如来 但畏之如来藏者 以其奔走衣食 被绝合成 久已忘却本来故也 经以法身如来 视同凡夫 奔走成老者 无他 欲令一切成老中众生 各个回光返照 其本具之如来藏而 六 博得凡夫 葬身业重 经欲返照 非善未起敌 情家熏席不可 经说此经 而发起于启食等侍者 只是众生受持此经 当是同家常茶饭 一日不可离也 如是久久熏席 树鸡信心增长 于无名后壳中 露出光明来 七 然而最上陈经 甚深为妙 经得见闻受持 而欲领解如来真实之意 非具有相当资格 亦莫得其门而入 本经云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信者 入道之门也 以此为实者 解其真实意也 可见解其实意 乃为实性 上文问生实性 经答曰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是明明告 以能生信心 由于以此为实 亦及实戒 乃是实性 实性者 别于悠悠呼呼之性也 而实性 而实性则 由于持戒修复 然则欲入此门 持戒修复 故不重于 何以持戒修复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其中关系 理圣经为 四当文详之 经者依持波 其时等事 皆佛制定之戒律 依此而行 便是持戒 而其时 则令一切 见者文者 生惭愧心 增长悼念 不但另行 不失种福田已也 乃是修复 金刚般若 发起于持戒修复者 正指示众生 以其信入门 之前方便也 八 其时等等 持戒也 夫作而作 将已入定也 由戒申定 由定生会 顾旭以为说 金刚般若之 发起者 又只是众生 以无漏三学 以定之陈旭 以明持戒修服 能生实性 而入门 以 然遇般若 正至现前 又非修定 不可也 九 修行之要 要在理事双容 静中养的端倪 更当于对 静随远时 情情勘验 古人为之力 是瞎心 此事修行 最要医者 二边不着之力 必须于吃饭 穿衣时领会 必须于寻常日用 中做到 数几乎达于 动静 一如 则无往而不适宜 此幼般若发起于 启时等事之为义也 时 有有妙者 此发起序 即是的指 陈老中人 以下手方便也 既为素叶所迁 落在臭皮囊中 奔走衣时 其俗能免 为之逐末而望 本故不可 若应摆脱陈老 不得而生烦恼 又稀其可 道在善巧利用其环境 则何处不适到场灾 每乘这衣出外 各请其启时之之之物 务必即归 应酬等不相干事 可审即审 此还至本处四字 即应着眼 归后 即将饮传喜酌等等 应行料理收拾之事完毕 即当静坐 摄念观心 此夫坐而坐四字 由应着眼也 经人终日忙碌 应酬既多 归后又不摄静 纵令念佛诵经 功课不缺 而此心从未少用尽摄之功 所以尽管念诵 尽管妄念纷飞 有何益处 又于不着相 即不着非相 乃是法与非法 二边不着等道理 从不留心体会 所以修行多年 依然渐进及迁 随缘便转 脚跟一点力不劳 自己及毫无受用 甚至大破戒律 无所不畏 自以为不着法相 殊不知早取折了非法相依 自己堕落 又牵引无数善男性女 以其堕落 此皆由于从未设念观心 从未于不住相 即二边不着之要义 体会了解 已至如此 岂不可怜 故此中还至本处 夫作而作八字 正是无备奔走成 劳中众生的顶门针 座右鸣 以此为发起 正的是般若不是空谈的的 需要依文字 起观照 刻刻不放松 是事情堪厌 方许有少分见得 上来约教化 以明发起序之意境 总此时意 以为发起 不但无上大法之理是全章 并修行者预备之方 入手之法 亦尽在理许 珍惜有也 若不依亦领会 如法而修 其但辜负护念 父主的稀有是尊哉 并辜负此稀有之法 其蓄意 二十 正当说听 具足机缘成熟之时也 世尊 别有十号 总称世尊 应具十号之德 为世尊崇 故称世尊 此一大论 十号者 一 如来 诸法亦如未如 不来而来未来 此曰信体 表得 二 应公 应人天之公养 此曰大悲大愿 表得 三 正便知 知一切法 即假即空 莫非中道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 一中一切中 无偏无倚 即照同时 未正 三地理智 圆容无碍 至周沙界 见彻为臣 未辨 此曰记照 同时表得 四 明行足 有二说 大涅槃经说 明者 的无量善果 指阿诺菩提 行足者 能行之足 指界会 此中极设定 为的无上菩提 由臣界会之足 此曰 约修应刻果 表得 大论说 明 即宿命 天眼 漏尽三明 行 只身口意三叶 为佛三明之行 具足 约此一言 是约神通 表得 五 善事 由言好去 未入无于涅槃 所谓身灭灭乙 即灭现前也 此曰断正 表得 六 世间解 一切有情非有情是相 无不解了 此曰后的至表得 七 无上是 在一切众生中 佛为无上 此概即未 表得 八 调育丈夫 或以柔软欲 或以苦切欲 善能调育丈夫 使入善道 无问男女僧俗 如欲远程离构 非具有大丈夫 气概果绝坚定 知心智不可 如是之人 为佛能调福而驾欲之 此曰教主 表得 九 天人师 为人天之表率 譬如日光辩照 无不蒙意 此曰普利 表得 十 佛 自觉 觉他 觉满 明佛陀耶 此曰究竟觉果 表得 其他经论 或何应功 正辩之 唯一 约应正辩之 或何善事 世间解 唯一 或何无上事 调育丈夫 唯一 或何佛 世尊 唯一 种种不同 盖因经言 佛具十号 故以何为十数为准 为大论 从第一如来 至第十佛 分为十数 而以世尊为十号之总称 似乎最为得宜 时时 三世诸佛定规 过终一法 即不得时 经为时时将到 宜先往其也 藏律中言时时 其说不一 经且数其一说 丑 银 银 卯 为诸天时时 世明初分 或为银 卯 臣 为初分 规风转要 依此说 臣 四 五 为人间时时 世明中分 为 身 有 为处身时时 世明不分 虚 害 子 为神鬼时时 世明业分 盖为各道众生多在此时 或宜于此时旧时 非为一定不宜 为佛法制定 过五不时 用意声广 如律中说 起时之时 大约在成时左右 以太早太迟 不能得顾 防摩所失 致脑他 摩所或 赴脑字也 这一 佛制三一 一 安陀会 意为中这一 衬体锁这也 行道 为修行时 或作物可用 即是五条 名下品一 二 欲多罗森 意意约上一 意名中品一 即七条也 亦可入聚落或说法 若遇大众集会 以者大一 三 森家里 意为中聚十一 即大一也 又名上品一 亦名福田一 即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 若入王宫 王城 聚落 凡大众集会 威夷严肃十处 或受戒 说法 启实等 印着此一 字五条至九条 皆为歌节不成方块 逢而坠之 条数少 则方块大 条数多 则方块小 小则秘密如田之戒化分明 故为九条称福田一 十条以上 则因身量有魁违者 一量亦随而宽薄 故条数增多而 天竹涵地 三衣许重者 东土因寒冷及习惯故 多旧普通衣上 加而备之 故无重者之风 为喇嘛中有之 三衣统称加沙 加沙 泛羽 依色利明 为色之不振 坏 浊者 故隐身之 砸为一名加沙美 不振者 一名砸 色杂 则色坏而浊矣 所以黑须如泥 清当似同青 就同色也 赤 则或赤多黑少 约目蓝色 川中有此数 日本茗香染色 丁子香所染也 即天竹所谓干坨色 或赤黑香参如子 既归传约 或用地黄蟹 或金薄黄等 岩赤土赤石枝 何而染枝 总之 不许用青黄赤黑紫枝 光纤正色 须间杂色 令带暗浊 四分绿云 依依色中随意坏 是也 若慢调一 乃沙弥 沙弥迷之一 未慢患无调香也 大僧无三一者 可通用 幽婆塞等 一许于理佛等时 赞耳借着 不得长批 佛法东来之初 出家人为之歌节之志 但这漫条而已 经历百八十七年之后 乃时之之 迟波 泛宇波多罗 此番印良器 未时印其量 悟过代以致贪 一约体色量 皆与法印 体现铁瓦等质 不许木质 以外道所用固 亦够逆固 色取朴素 量如上说 审约印器 乃为贤圣印公之器也 释迦臣道 四天王取龙公 供养之过去 唯为佛干流离时波 化而为四 各持一以奉献 是尊父和四而为一 持以起时也 入设位大臣 原在臣东南五六里 故约入臣 臣周六十余里 内臣居家九亿 帝广人愁 故称大 启时 佛智 不许出家人用四种方法 谋食养命 义者 种植树义 名下口食 观察星象以言修旧 约养口食 交通四方豪事 约方口食 补算及胸等 约为口食 统明不敬食 邪命食 为许起食 明正命食 乃出家之正道也 何谓正道 折服我慢故 不贪口付故 专义行道故 令一切人破千增福故 智佛自起食 准因落经 含有多亿 如使一切人不深焦慢 另一切障碍众生皆得见佛或义 垂世出家人不应序击固 于其尘中 四地起义 四地者逐家依次而起 不加减则 起义者或颈波满或止七家 非为四地起便一尘也 连下据言之 起义及骸 不少瞻固也 骸至本处 由成骸元 泛时气 泛者吃也 如轮语中 泛书时知凡 气者避也 宝云经言 起得之时 分作四分 一分 你与同泛行者 一分 你失凭并起人 一分 失水路众生 留一分字时 十二头陀经 不言与同泛行者 各有用意 以何而行之 不言者 以接应自己 经言者 以或有他愿 不暇起者故 经于泛行 平并二种 皆言你与你失 明不一定 有则与之 若水路众生 则一定应失 故不言你而 收一波 不收 则未免挂念 不能安心修道 喜足以 为护身故 显足行起 硬土藏着隔履 异伤生命 恐着沉染 故须喜之 连下俱言 事必及修观 以道为众也 夫作而作 夫作者 夫 展也 作 作俱也 行住 作我四微一中 行一调矩 住一疲劳 我一昏沉 修行者 为作为圣 故出家人 多有不道单者 结家夫作 为佛门尝试 顾略不言 家夫有四义 一身心涉脸 速发清安 二能经十九 不令速眷 三不共外道 彼无此法 四 行相端重 其他尽兴 以上自者 一智而作 皆我佛慈悲 屈为大众 以身作则 而 世尊出 不必如此也 何以言之 如阴落女经说 化佛身如全断金刚 无身手二藏 涅槃精云 如来之身 非杂实身 何须启实 而是启实者 除上已举使一切人不身交慢三意外 无非为修行人垂犯 既不虚实 又云犯实气 不知究竟是否 此有二亿 一若静不实 施者福不得满 佛慈令他满愿 一常随众而食 二 有说食欲智口 有威得天在侧隐行 皆至他方 施作佛事 此盖佛记事时 令施者福满 而又以神力一作佛事 事时与非时 二亿无碍义 又阿含经说 佛行离第四指 莲花成足 缘不必喜 而经依依是现如是等事相 岂非屈为大众做模范乎 上来所说头一段 不过是依文消义 第二段说的 做人模范云云 意味普通之义 最要紧的 是要明了本经为何叙此等事相作为发起呢 当之此中 大有经意 这正是亲切指点 要人向行止动静中体会 事思如来为度众生故 非生献身 事同凡夫 何日不穿衣吃饭 即何日不适以身作则 为什么各经之手 多续放光动地 经欲宣说一切法的总持 出身诸佛之金刚般若大法 却偏偏续此一段日用寻常的事作发起 其不其 妙不妙 其妙不在其妙处 其妙是在粗浅处 要知道极平常的事与极高深的理 是有密切关系的呢 古今诸佳 或看出世界定为发起 或举如如不动的景象为发起 或为日用事不可等闲看过 或曰 这一吃饭 即是放光动地未发起 各有所见 各具奇妙 资着彩珠说 更从针对经文的药纸方面 影证皆明 使人教义体贴 意运即生 意时言之难尽 孤概括为时重 大略说之 一 般若 是常养惠命 少龙佛种的药法 游之衣食 是世人护持色身 成仙传后的药事 经举此者 一起时等等未发起 政令发大心的人 明了这般若法时 是不可虚于理的 所以经云 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则为何丹阿诺菩提 幼云 当知世人 成就罪上 第一稀有之法 幼云 是经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从这几句经文的反面一看 便可凛然是同一时一样 关系甚大 不可暂离的了 故以之为发起 二 经云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章句 能生信心 可见持戒修复 是般若入道之门 岂时是戒律制定的 今是这一持波 四地行起 既是引导众生持戒 亦是谱令众生修复 经诵所谓法身本非时 应话亦如然 为常人添福 慈悲作福田 是也 是尊日日起时 便是日日发起众生的 堪入般若的信根 经于欲说 金刚般若之先 急需以为发起 何等亲切 三 规封大师说 借能资定 定能发会 故以借定发起 虚知会无借定 乃狂会非正会 岂时是戒 夫作而作 所以入定 既是戒定是相 然后说圣身般若 岂非显示三学的一定程序 令人之所先厚乎 又经中但说会 特于发起中补足戒定 佛菩萨为度众生 恳切周到 如是如是 四 一切学人 能向衣食起居 尘劳边锻炼 便是降伏忘心最要之方 盖贪求衣食 不但尘劳 故事者相 即厌其尘劳而生烦恼 亦是者相 必须对境随缘 既不迷 亦不凡 乃是安心之法 故经云 一切法 皆是佛法 又经中多旧布施等度上说祥助 亦是此意 事丝无被凡夫 那一个不要衣食 百计百不脱 贪又贪不得 又既发大心学佛 布施度身等事 皆是必须学的 要不在一切皆如上用功 则一日到夜 不试着有 便是这空 何时方能讨一个自在 就是一句佛 又何能念的好 弘法立身等事 亦必学不好 经在穿衣吃饭上 发起二边不着 一切皆如的 甚深般若 令人领会的 即在此等事 相上用功 既不可只有魅空 而取法相 更不可离有说空 而取非法相 真大慈大悲也 五 如来的 随顺凡夫 这依其识者 是名不着果位之相也 正是经中所云 如来者 及诸法如意 是也 须知果如 因亦如 所以应离一切相 发阿诺菩提心 而相福之道 竟在其中以 以果得之不着相 发起因形之不应着相 真所谓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妙吉妙吉 六 金光明最圣王金有言 五蕴 即是法身 五蕴 乃原身之患有 法身 是祭照之真空 这就是叫人要即患有 见真空 非断灭相 本经种种浅相 而归重在于法不说断灭相 亦是此意 当之所谓第一意空者 正须不取者 父不断灭 方称第一意 此是学般若的紧要之点 而如来以法身 是献凡夫衣食等换相 正是要凡夫就个人换相上 体认本具之法身 但物逐妄 何须妄外求真 躺或执真 可是真中其妄 经中如印魔所住而生其心 印身魔所住心 凡夫非凡夫 众生非众生等等 莫非说明不取不断 不及不离之意 然则本经之法起 可谓切要及已 七 如来事献起时 而起已即还本处 无被凡夫 只知忙于谋时 终日终年 向外持求 从不知反照本性 又如来事献时已 即收拾一切 射静入关 无被凡夫 则保时已息 躁动不息 积曾静的片刻 更何能修关也 须知般若惠立 从内照身 而内照必先尽舍 经用此等据发起 正只是无人一切事缘 来则应之 事过便当收拾 直过一旁 即复反观静照 被诚何决 方刊发起般若本会也 注意注意 八 一部金刚金要指 围在云和降 云和柱 然而谈何容易 达天法师云 亦有所住 决心便亡 才欲施降 望心悦赤 事须无降而降 无住而住 所谓无降降 无住住 云和下守耶 经官世尊穿衣吃饭 行皆过相 喜足夫坐 所所谢谢 并非一时如是 度生四十九年 便四十九年如是 以金刚生无需饭时 无需喜足 且无需学定 然而为众生顾 日日行之 行所无是 真是平等如如 这一段本地风光 便是降心 住心的大榜样也 无备必当如是修学 凡欲尽原来时 皆需如交而行 行所无是 行所无是 便是无降而降 无住而住 如此数可气 入班若身指呼 九 上来所说 无降而降 无住而住 恐由未了 请父说之 是尊穹不由人 何以是献凡夫行径 而乐不义人 当之因其乐不义人 所以穹不由人而 无备当从此点上体会 且向自身上体会 何以故 虽是凡夫 而本具有如如佛性故 何以故 不取于相故 无备学班若 当从不取于相用功 不取者 为不离一切相 而不着 若偏已无相当不着 是又取非法相 而未断灭矣 故今云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诸相非相者 虽有诸相 而不着之位 又云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为其不取 所以得见一切 法相非法相 不取 便是无降而降 无住而住也 经手以不取相 未发起 其只身矣 十 综合以上所说 可见发起一序 全显第一一空 你看如来 是同凡夫者 为利他而 无我相也 般若妙法 任运有所谢 是相上自在流出 无法相也 无须忽实而行 其实 乃至是献喜足夫坐等 以不言之教 互念父主一切 发大心者 亦无非法相也 于此见的 真空理智 宛然心目 发起之经 属于于此 诸君须知 所以就发起序上 说而又说 不敢但凡者 无他 欲使诸善之事 知得云和其性 并明了三空理智 随时可见 好像穿衣吃饭时 行止动静时 随时如是观照 当下可得受用而 然后方之一步精精 真是除苦恶的良方 入佛制的捷径也 尊重尊重 以赐 正宗分 分二 丙出 当机赞请 赐 如来赞许 丙出 又二 丙出 礼赞 赐 请法 丙出 又二 悟出 巨疑 赐 称赞 悟出 巨疑 时长老须菩提 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 偏袒又肩 又膝 着地 何掌恭敬而白佛言 时 即指 世尊 其时 还原之时 此时 自醉 以着眼 下文 稀有之探 即跟上文 这一池 波 一段 文 而来 结晶 者 安 一十字 含有 无穷感慨 再历许 世尊 这一池 波 其时 日日如此 大众 见如 不见 此次 机缘成熟 乃未须菩提 一眼去破 般若大法 世尊不常说 即说 亦必待机缘成熟 方可 此珍稀有难逢 所谓 千在一时也 长老 此得 聚尊之称 唐一约 聚寿 为显年老 为一约 慧命 为显得偿 罗石顺此方文艺 亦未长老 兼寒二义 须菩提 一番空身 一番善限 善疾 彼之俗家 富有财宝 当彼身时 家中库藏金 银西空 顾名空身 寄身七日 库中财宝 负献 顾名善限 又相师占云 此子善疾 不须顾虑 顾名善疾 出身时库藏空 是表现空里 其后财宝 负献 表现空非偏空也 西域寄云 须菩提 本是东方 青龙陀佛 引现 释迦知慧 释迹阿罗汉 辅助释迦 慕尼 行化 在佛门中 解空第一 空而不空 方是真空 方是第一 一空 诸弟子 不若须菩提 之领悟最深 故班若会上 必以须菩提 为当机 代大众请问也 须菩提 为大众 起请 含有四要义 一 普通大众 日日见 世尊者 依持波 与寻常 起时 比丘相同 茫然不知 用意何在 顾碧呆世 积身文 之需菩提 为之起请 二 此已至 第九会 世尊在寻常 穿衣 吃饭时 善护念 善父主 般若大法 将第一 一空 最深之礼 和盘 托出 大众当然 不能明了 非须菩提 亦不能 为之起请 三 佛门长老 不止须菩提 一人 然解空 不如须菩提 故当机请法 非须菩提 莫属 四 会中上 有菩萨摩 呵骂 何不起请 而让须菩提 单独请问 盖佛说 般若 正为阿罗汉 兼为菩萨 若菩萨起请 则阿罗汉 或将以此为菩萨之法 与我们无赦 经让须菩提起请 则可防此疑 须菩提起请 完全为大众起见 下文开口 即说善男子 善女人 故在大众中 一语 含有种种意义 在内 即者 便也 有迫不及呆之意 世尊夫做而做 大众亦然 故须菩提及 从做起 从机上讲 如此 若从本上说 须菩提早已成佛 世尊说般若 已经八会 何以必呆 第九次说 金刚般若时 方从做起而请 可见凡事必须 时节因缘 四者俱全 方能凑合 世尊说般若是时 说金刚般若是节 有种种因 有种种缘 至此因缘 具足 须菩提乃当机 请问此大法也 夹杀在左肩 故右肩可偏袒 佛制 夹杀平时不偏袒 必恭敬时方偏袒 凡人做事 必用右手 行则右足先上前 此表示 有事弟子福牢之意 此经重在何丹菩提 弟子正已 兼此责任也 礼拜十双膝着地 如忏悔 则贵右膝 古人名曰 胡贵 着地者 脚踏实的 表法及时纪理的 及时相 令人震的本性 合掌者 两掌相合 不知外物 无人两手 东扯西拉 全是成狗 金则何之 即是被成合绝 偏袒至合掌 是深夜清净 外貌端肃味之功 忠心前刻味之净 是一夜清净 而白佛言 白事表白 将自己意思表白出来 此事与夜清净 以上皆皆经者之词 悟 赐 称赞 稀有 世尊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通常说稀有 归纳起来 有四亿 一时稀有 如来出世 旷劫难逢故 二 处稀有 三千大千世界中 唯有一佛故 三 得稀有 福会殊胜 无比并故 四 是稀有 慈悲方便 用最巧故 以上四者 是通途之说 今未稀有 乃震止班若波罗蜜而言 世尊 世总号 称乎实用之 称佛则表果得 称如来则表性得 须菩提于佛之穿衣吃饭等 见得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故开口即称如来 他老人家以法身如来 视现凡夫 此证在那里表示不住一切相 以法身如来 何故是同凡夫 即是不舍众生 即是互念 不舍众生 是大悲 而以法身如来 视现 即大智 此大悲 从大智而生 是有而不有 有而不有 方是妙有 方是不爱真空之妙有 以不爱真空之妙有 来互念 岂不是善 现机同于凡夫 正表示法身如来 不住一切相 金刚般若知经义 完全脱出 此乃以不言之教 来付主 不言之教 是大智 此大智 从大悲而生 是空而不空 空而不空 方是真空 方是不爱妙有之真空 以不爱妙有之真空 来付主 善莫善于此以 不论互念付主 无非空有双张 全经发挥真空 妙有之经理 处处可见 明乎此 则脉络贯通已 稀有之叹 故事况劫难逢之意 然亦含有难得领会之意在内 此以下文 我从习来所得慧眼 未曾的文如是知经 即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性解受持 不足为难 若当来是 后五百岁 其有众生 的文是经 性解受持 世人则为第一稀有 诸与观之 皆可证明性解之不亦也 须菩提意为我从习至今 方看出如来之 护念付主 大众虽不能领会 世尊总是如此视现 更为稀有 护念付主 所以具言善者 护念属于心 付主属于口 若呆起心护念 则起心时方护念 不起心时即不护念 若呆发言付主 则发言时方有付主 不发言时即无付主 均不能称为善 经已如来入成海源 如如不动 密室住心 以身作则 正是家户意念 又以时气焰作 一念不生 密室匠心 令众取法 正是托付尊主 动静之间 以身教不以言教 随时随处 无不为菩萨模范 此真所谓善 须菩提开口叹为稀有 良友一也 丁 四 请法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合注 云合降伏其心 通行本作云合应注 经一堂人写经本 作应云合注 上文诸菩萨 即指此善男子 善女人而言 因其发无上心 即有成佛资格 即可称菩萨 善者 善根 发无上心者 非有大善根不可 凡人皆有善根 若无善根 则不能入人道中 亦不能闻此大法 然若不发心 则需有此善根 岂不辜负 佛经中往往呵斥女人 又常说女人丈重 不能成佛 必先转男身方可 有依及佛法平等 若女必先转男身 是不平等 此则未明佛理 先批评佛法 是大不可 要知女子的确丈重 亦有身欲障碍 二往往误认爱未慈悲 慈悲是平等的 初无亲疏厚薄 爱是生死和 勿用即堕入轮回 佛眼中初无男女乡 所以说女子丈重 是要其特别注意 不要受此障碍 只要发大心 一样成佛 此处需菩提 所以双问 发者 生也 起也 未发起上求佛 到下化众生之心 其正无上果也 发自冠上下文 亦通能所 上文善男善女未能发 下文阿诺等未所发 梵雨阿诺多罗 此云无上 三秒 此云正等 三菩提 此云正觉 何云无上正等正觉 正觉者 简易凡外之不正 以凡夫有我 不能自觉 外道有觉 属于偏邪 非正觉故 正等者 简易二圣之不等 阿罗汉皆的正觉 然未生死如牢狱 急于自度 缺少慈悲心 不能修善度身 无平等心故 三秒 正指菩萨言 正等者 自觉觉他 自他君等也 无上 简易菩萨之友上 菩萨觉 虽正等 然上不如 佛之觉 行圆满 无上 正指佛而言 此善男子 善女人 所发者 即佛之 无上觉心 心是灵明 觉照之体 再用上 纷针妄然静 经依菩提而发 显见是 真是静 非妄然也 大论云 从因至果 有五种菩提 一发心菩提 即时性位 二福心菩提 即三贤位 三明星菩提 即初的至七地 四初到菩提 即八的至十地 五无上菩提 即如来果位 经约能发心 即当第一 约所发心 即当第五 能所和论 贯通出后也 是之无上数过 正等正觉 属因 所发之心 通乎因果也 应是应该 此字 贯下二句 注是止于一处 降伏是刻至设持 其心之心自 只望染而言 问有三意 凡位菩萨 须发菩提心 故先问发心 出发是心 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 故次问住心 亦在求佛 指示方法 能令此心相应而住 又以望心竖起 不能似佛之自然降伏 故次问降伏 亦在求佛指示方法 能令望心自然而降 发心 先也 然必须发大心 方能修大心 得大果 华言经云 妄施菩提心 修诸善果 魔所舍持故 善男女出发心时 即应已成佛自其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无上者 正是所求故 欲求无上 必须修福度身 故次云正等 欲度众生 应先自度 故次云正觉 逆言之 即自觉觉 他觉行 愿满也 论云 出发就近 二不别 如是二心 先心难 发心菩提 至无上菩提 是一心 非二心 然出发心难 故须菩提 先举发心 慰问 助降 后也 有人先曾发心 后时望失 此事不知真心 如何安住 志望心不能降伏也 故善才童子 每遇善友 皆起请云 我已先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未知云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世之发大心者 必修大行 助降 正修行之切 时下首处也 故次问助降 然此二问 实在相知 以决心注 则望心不降而降 望心降 则决心不注而注也 并 此如来赞许 幼儿 丁 出 赞应 此 许说 丁 出 赞应 佛言 善哉善哉 须菩提 如辱所说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结经者此处安佛字 有生意 佛是究竟觉之果 上闻发心人 正是修因 欲知山下路 须问过来人 此安佛字 即如是因 如是果 反之 即如是果 如是因 善哉善哉是赞 如辱所说是应 第一善哉 赞其善气如来本心 数十年是现成劳 默默互念父主 觉未有言说 今须菩提独能见到 故赞之 第二善哉 是赞其待众其请 佛之苦心 即要善男女发心去学 然无人能请 经须菩提独能请问 以完如来本愿 故又赞之 人家不能问 如独能问 故第一善哉 是赞他之大志 问法不为自己 而为大众 故第二善哉 是赞他之大悲 如真能见到 我知不住佛乡 而护念父主 故云如辱所说 盖如此护念父主 大众不了 为虚菩提独能指出 故应可其说也 如来二句 原是虚菩提赞佛之语 经佛极力承当 为如来之护念父主 如辱所说 一点不错 事欲令众生于如来 这一池剥去 来动静中 领取护念父主之意 丁四许说 又二悟出 总是四详谈 悟出又二挤出 借听彪宗 四气指请降 挤出借听彪宗 辱经地听 当为辱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如是助 如是降伏其心 虚菩提起有不地听之理 佛之界 是为大众 即现在我们众生 地者 真实正确也 一不可以供高 二不可以卑下 躺犯此二病 即不能地听 即听役不能正确 有人稍言求经论 即自以为通晓佛学 此犯供高之病 有人高推圣境 以为如此大法 我们如何能解 此犯卑下之病 供高是慢 卑下亦是卑慢 如此听经 即不能真实正确 是以学佛者 物须免除以上二病 须心领受 顾云地听 既能地听 岂可不说 顾云当为辱说 亦为倘若不地听 我即不当为辱说 此语是警测 我们 在听经时 从前之见 必须一切抛开 不可放在心里 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下三句 正式标出修行宗旨 就说如是二字 即指下文灭度 一切众生一段文而言 如此则前后脉络不惯 旷下文本有应 如是降伏 其心一句 耶 又说如是二字 指发起序中 是尊者一持波 至夫作 而作一段文而言 四亿未阙 经位如是二字 刻指上文善护念 善父主二句而来 有现前指点 当下即是之以 这一持波一段文 是远迈 善护念 二句是静迈 既知静迈 则远迈自通 以法身如来 是现凡夫成劳之乡 是无我乡 无法乡 亦无非法乡 故善男女 亦应如我之不住乡而住 凡夫不住于乡 即住于非法乡 一住便差 望心生灭 不得降伏 故善男女 应在如来之穿衣吃饭上 理会两边不着之 理如是降伏之 可怜苦恼众生 无论贫富 一生皆为衣食忙碌 无论操和职业 皆是启食 朝上起来 赶父兜婆中做事 即是入城启食 按时上宫下宫 即是次第起 启食固然要紧 但应是必及还至本处 凡夫之病 即是未衣食固 不得不向外持求 结果忘却了主人翁 不负还至本处 所以工作完毕 要快快回头 把心静一静 回光返照 不要做不相干的事 此即是学佛之夫做而做 我们能将经文语句 回到自己身上 自有受用 果能于寻常日用之间 时时返照 即是降伏 即是两边不着 即是与性体相称而起修 即念佛意念的好 即次气指请详 为然 世尊 愿乐欲闻 唯应诺之词 深入心通 于如是助降之理 已彻底明了 如来之护念父主 别人未能见到 须菩提独能见到 待大众起请助降 果蒙佛赞许 结经者于为下 安逸然字 写出须菩提 尽快生平 自喜领会 无差之情景 然为大众未能了解 顾佑请问 愿者愿望 乐者好乐 欲者 希求 若为心愿而不好乐 闻或不切 又能好乐而不希求 闻或不生 此三字一层进一层 表示大众之可养 亦可谓莫法苦恼众生 表示可养 文字与经出如是 我文之文字相应 躺无须菩提之愿乐 欲文 阿难如何的文耶 文有三种 一曰文言 耳根发实 但文于言 二曰文意 亦是于言 采取其意 三曰文意 神明心 遗寻意取意 经文如是 助降之言 必将得意 妄意 疑言 而消归自信 可知 人人本具 如如不动之自信 然有无名畏障 志望心生灭不停 故学者 宜在文字上用功 反文文自信 时时照 时时文 则知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故此文字 若做反文功夫 即能消归自信 物 次 详谈 分二 己 初 约静明无助 以张般若正至 此 约心明无助 以显般若理体 己 初 又二 根 初的是无助 以身性 四 推产无助 以开解 根 初 又三 心 初 明是 四 生性 三 孝顺 心 初 又二 人 初 明发离香 心即是降服 四 明不住于香 即是正住 人 初 又三 鬼 初 标示 四 正明 三 真是 鬼 初 标示 佛告 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降服其心 佛告句 为节经人所安 凡 此句 皆是人此中所言圣观景要 不可忽略读过也 诸菩萨句 即止发大心之善男女言 凡言菩萨摩赫萨摩赫萨有两意 一为菩萨中之大菩萨 如称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是约 是约一人而称 一为范子多人而称 乃为菩萨 或大菩萨也 发心者不止一人 故约诸 诸这一切之意 此中既说多人 乃半只知此也 须知此经本是最上乘 则发心学此者 皆为大菩萨 然而根性不同 虽同发大心 有发的圆满就近者 则可成大菩萨 发不圆满就近 只可成菩萨以 佛之说此 亦希望人人皆要发的圆满就近而 何谓圆满就近 如发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心 则菩萨也 若知发心上成下化 而又知虽上成而时摩索成 虽下化而时摩索化 乃是摩索成而上成 摩索化而下化 则信得就近 体用圆满 而为大菩萨以 世间此类是甚多 虽所学是无上大法 而成就则甚小甚小 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 发心太小故也 如念佛法门 本是至圆至顿之无上妙法 乃仅仅止之字了 则最上成之法 不但不足为大成 竟成为小成以 所以只能往生下品 多结不能花开见佛 以与佛之悲愿相为 不知称性起修故也 圣且并下品意不够 只能生到以成 又须常识修行 方能离以成而生安养 岂不上负佛恩 下负己灵 何故如此 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 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 开智慧者 就最初一步言 便是明理 如不明了真实义理 发心不能答呼无上 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投解 必须修观 云和修观 急需多读大成经典 更需平除外援 收摄身心 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 何能依文字起观照 故曰戒身定 定身会也 戒以平除外援 定自有浅身 出下手时 必应勉强设心一处 令心宁静而不持散 乃能起观 待至观会生 则大定即在其中 不待勉强 故止观云者 只从观来 观成自止 何以故 观成则妄想稀除 便是止故 非以恶纳案正为止也 总之 定会二字 互相生起 不能呆板看成两绝 故曰如车两轮 又曰即止之观 即观之止也 止观是学佛 紧要功夫 如上所说 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 不可不知 出发心人 何以便称菩萨摩赫萨 以其能发大心 便有成菩萨摩赫萨之资格 顾及以此称之 顾及以此称之 亦也 佛之称之者 为菩萨摩赫萨摩赫萨 又贺族已 此其三也 如是指下正明之文 降伏其心 是令妄想不起 亦是使不觉者觉 上文先问云 上文先问云何注 佛之总是 亦先说应如是注 何故想谈时 先说想浮乎 此中要义 当分三层明之 一切众生 从来不觉 今虽发无上觉心 亦不过发觉出心耳 其不觉之忘习 分毫未除 安有真心可助 若以为出发觉时 便见真心 即此一念 依然是妄想也 故出发心人 其下手只有降伏 古人云 但求希望 莫更密真 即是此意 虚知无人之心 虽完全不觉 而是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 所谓真望何何 明知曰时 是也 只要望心分分除 真心即分分显 待至望尽晴空 则以其始觉 何于本觉已 初不必言注不住也 此所以不言注 而先言降伏者 其理意也 不但出发心时 应从降伏下手 以也 自始至终 亦只有降伏之功 乃至成佛 亦摩所住 虚知妄想无明 无明即是妄想 以破未骨 修行至性未 但能服 由未破也 由实性进入出注 使破一分无明 正一分法身 即是始见一分真心 十成只得一成 云何可住 名为助者 名其不退转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尔 从此步步增进 而经十注 而十行 十相 四加行 而后登的 至于八的 使称无学 无明相敬意 而十方诸佛 由父应应劝敬 应满本愿 广度众生 误得注入涅槃 由事而立九地 十的至于等觉 尚有最后一分无明 可见至等觉 使破九分 人当已金刚至破之 乃成就尽觉 而仍然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也 可知未至成佛 还是住而不住 不住而住 如我世尊之事同凡夫 非住而不住之榜样乎 然则始终皆摩所住 只有降福也 名义 其礼二也 善限前虽先问住 而其目光时住重于降福 盖以御住不得 故计以降福为问儿 否则但问应云何住足以 稀必更坠一词 而总是知记言应如是住 复言如是降福者 意义如私 此则与有先后 一时一贯 除降福外 别无尽修方法 其礼三也 贵 四 证明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四大五运众元和和而现身相 故名众生 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 隐身之则为数多类凡 名为众生 惊人但之隐身之意 而以其本意 不知本意极妙 乃令观照本不生 即当体极空之理也 何以言之 以众元之和和 明之曰身而 性体出和常生 故曰本不生 本即无生 今亦无灭矣 既是元和现身 所以元散即灭 岂非当体即空乎 此曰相言也 若曰性言 性本不因此而生 虽生灭之相芬然 与体何舍 故曰当体即空也 尽其所有之众生 则数多 故云一切 其类凡 故又云之类 其类云和 若卵生 至若非有相 非无相是也 佛经中言众生类别 有以六道分者 欲人民轮回之理也 有以十二类身份者 如人严卷八说 欲人民实习因六交报之理也 有以三界分者 欲人民其高下一指 即不出色欲二式范围之理也 经义是以三界分类 而不言欲界色界 无色界者 以无色界上有特殊生理 需特别显出 方位彻底 异欲使人民众生之所以不能出三界 不但着色者欲之为障 尚有根本障碍 必应彻底了然 为之对质 乃能入无于涅槃 乃能灭渡耳 先言欲界 欲界有二 一 上界六欲天是也 四天王天 刀利天 夜摩天 兜律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以福德圣人 故生天 以上有淫欲 故居欲界 以欲念教保 故但化身而无卵胎失三身 二 下界人处鬼欲事也 修罗分射天 化身 人 胎身 从天坠者 处 失身 最下裂 深大海星 但由空 目归水 鬼 卵身 以护法力 沉通入空 剑冷眼卷九 欲化身 鬼胎化二身 人处四身聚 此等皆因淫欲而正性命者 最重情多 则月下坠而堕地狱 以次见清 则居人道 色界天以上 色界十八天 分出禅二禅三禅各三天 四禅九天也 色界亦有无想天 以既有色 故不涉入无色界 皆是化身 故景举卵胎失化 以涉三界境 然因色界以上之特殊生理不显故 又举若有色若无色未言也 以无欲固因定力而化身色界 此其亦于欲界者也 以并能不着色身相固 因定力而化身无色界 此其亦于色界者也 但具有色无色 亦涉三界境 欲界以下 无不各有色身也 然欲天之下 不止化身 故必先举卵胎失化言之 于下界之身理乃背 又无色界中 因定力之浅身 又有特殊之身理 不能不表而出之 故父言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也 无色界四天 约空无边处 约时无边处 即此中之若有想 色相以空 故曰空无边处 无色界 但无叶果色 以其断欲不着色身之相固 然有定果色 其色为妙 为色界以下所不能见 故曰无色界而 粗 色界 浊 欲界 知色身即空 则不直令时在色身之内 故曰时无边处 十级八十 总八十而言 非专指第八阿赖耶 真望何何 明知为时 因时故有想 想为第七之恒审思量而止我 及第六之分别遍迹也 有想二字 统色色 于 色欲界众身 莫不有时 因六七时 故直色身为我 因直色身 故起种种贪欲之相 然色界以下 不但有时 而间有色有欲 故必先举卵胎诗化 有色言之 以明其易于无色界也 若无想以上 则为无色界之特殊生理 故必表而出之 明其不但以无液果色 亦于色欲二界已也 此即无色界之无所有触天 为第六时分别妄想无所有 已常在定中故 即第七之指我亦无所有 已定中无思量 且不止有色身时无边处 故其定力更深于前已 若非有想非无想 即无色界之非想非非想天 至此定力越深 第八阿赖耶若隐若现 而未能转时成智 未知有想非 未知无想亦非也 殊不知前云无所有 非真能无所有 不过六七时赞福 彼自以为已无有而 何以故 六七时转 第八时及前五时随转 何至上若隐若现乎 且彼物以 八时原为真心之所变现 何能无所有 更何必无所有 但转之可已 六时转则为妙观察至 七时转则为平等性至 第八时及随转 而为大元净至 前五时亦随转 而为成所作至 如是而后体用全章 又何可无也 综由不知佛理 全用暗政 不得善巧 所以非想非非想 纵经八万节长寿 仍然堕落也 外道皆不知性 如家亦然 天命之谓信 信不由天命也 或曰 天命者 为其法而有之 此为孔子亦已 曰 曰 利天之道 曰 因与阳 又曰 亦因 亦阳之谓道 既知者善 臣知者信 此天命谓信之由来也 何谓法而有之 孟子曰 石色 信也 信中 稀有石色 乃无量节来 习气种子 使然而 此证悟认是 未信也 至诵如周 臣 张 朱 乃飘窃 禅门门 面画 尚不足言皮毛 大谈信礼 既非佛 又非孔 悟法悟人 莫此未甚 凡先入彼等言者 佛理记绝不能明 孔子之真 亦为之障而不显 须知孔子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故专就自天降命为言 虽不彻底 然能令人尽天命 为天威 以利人道之极 故孔子实为世间大圣人 可佩可敬 梦寻皆未能生气 汉如专重殉骨 魅于大义 此有有功 群经及其殉骨 非赖汉如考定搜集之力 后人何从明之 又惜从见之 宋人则别创一格 自以为直接心传 而不知孔学时 因此而会 其最大义 革命之废孔 食物认诵 宋学未孔学而 惜只回报佛法之罪 以灾 可叹 卵胎诗化 先言卵生者 卵聚胎诗化 故先言之 居母胎胎中 以邪为养为师 本无经有为化也 胎不肩卵而聚诗化 故次言之 师肩化而不聚卵胎 又次之 师身者 师地受阴阳之气而化身 以其必在师地 故曰师身 化身无而疏有 不聚卵胎师 故又次之 此曰受身之反简而言 又卵胎师化居先者 以其兼欲色时也 若有色 不聚欲而兼实 故次之 若无色 不聚色欲而有时 又次之 有色无色 此曰色相之粗妙而言也 若有想 正名其虽无色而尚有时 想献起 故又次之 若无想 名其六七时已服 并想不聚 故又居次 若非有想 非无想 名其不但不聚六七时 第八时一半浮烟 故以为典 此曰情时之起伏而言 盖前前必聚厚厚 厚厚不聚前前 卵胎师化 虽不尽以前后叛幽裂 而统欲 色 十三者言之 则又浅前列于厚厚 厚厚厚 幽于浅前也 佛之详细分类 不但凡所者 并非贤文 亦在始之一切众生 其类虽凡 不出时 色 欲三世 其所以成为众生者 在此 经发无上觉心 欲令一切众生成无上觉 非断淫欲 不取色相 转时成智不可 望尽晴空 夜时既转 则生灭心灭 生死海出 而正入不生灭之原 明信海矣 此之未入无于涅槃 此之未灭渡 大臣涅槃有二 一 有余 以断之末无名 即见私祸 尚余根本无名未断 即夜时 即是最初之不觉自动 一名身相无名 又名住地无名 故名有余 二 无余 夜时皆空 即转时成智之未 无名更无于胜矣 此与小臣之有余 无余异 彼未所学以伴 尚余苦报身未尽者 未有余 依涅槃 所谓出烦恼障 有苦依身 是也 尽此报身 则名无余 依涅槃 所谓灰身灭 至是也 无余涅槃 未就尽觉果之称 以等觉上有最后一分无名未尽固也 即为戏业时 所谓身相无名是也 涅槃犯雨 与巨云般涅槃 不生不灭之意 未性体也 意意灭度 意意无畏 观此 可知内典是借用有之相名 其意与如道两家囧意义 即比两家 意大不同 老字之无畏 畏应势力道 不图赫赫之功 不取赫赫之名 以其绝不现有畏之机 顾名无畏 亦为之清净 自曹参悟认清净无畏 为不适事 遂滋味如者所够 曹参之时 本宜修养生习 虽误会而有益 敬之清谈 则悟国大矣 圣以真意不明之为或列也 孔子之无畏 则是形容姚顺 知贤善任 端拱垂肠而至 即荡荡名无能名之以 入者正入也 即令众生正入 究竟绝果之以 灭者所谓生灭灭乙 寂灭现前 度者 度其分段 便亦两众生死也 此处不举范因 而举其亦未言者 亦以明所谓入无于涅槃者 无他 灭食 色 欲知生灭心 便度生死海 而达涅槃彼岸矣 二则便于立言 如下文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如幻灭度为涅槃 则不亦明了矣 此亦比之善巧也 无于涅槃 法相加亦未无住处涅槃 明其既不住生死 亦不住涅槃 此亦与时亦 各有取义 皆妙 智慧修行人 是世为涅槃未入灭者 乃介以明其不住相而入计 世人多误会涅槃入灭 为死之专名 宋如更误认 既灭位已是不畏 差之远矣 法相加言 三分半众生不得成佛 即定性罗汉 定性菩萨 一产提 无性根 是未三分 加以不定性未半分 云和经皆的令成佛耶 须知经云 佛种从缘起 幼云 涅槃经 凡事有心 定当作佛 幼云 圆绝经 有性无性 其成佛道 云和的 盖佛性虽众生本具 而佛种要呆原生 法相言不得成 誓言无种则必不成 非言定性亦产提 无佛性也 故种性二字 必不融混 学性宗者 往往直性而媚种 如直性费修 学相宗者 又往往直种而媚性 皆不明经止之过也 如是 纸上聚令入无余涅槃 无量者 为种类不限量 无论根性甚列 皆度之 无数者 为多寡不计数 然或只度一世界 一世界一节十节 亦可谓无量无数矣 而今不然 乃无有边 无边者 横辨十方 数穷三计也 故无边是总 无量无数是别 因其灭度无边 乃得为无量无数矣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观照无生无德之理 乃真实无 非假想无也 古得以无意作观圣妙 一 原生 一切众生 莫非四大五蕴之甲合 当体即空 安有众生 二 同体 我与众生 相虽别而性时同 所谓一法界是也 然则见有众生 便是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三 本计 所谓众生者 乃是缘和假献生相 其性则本无生 本无生则本无灭 安有所谓的涅槃乎 四 无念 如上三亿观之 可知见有众生 见有众生的涅槃 全是妄念分别 若无有念 则众生无 得亦无 五 平等 如上所说 可见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平等平等 故曰平等真法界 佛不度众生也 若见有众生的灭度者 便为平等法界已 总之 性真实 相虚妄 欲成无上觉 当正真实性 则于一切境界 当不着相而归于性 归之于性 乃为真实 故曰性而言 则众生的涅槃之为真实无 非假想无也 明以 或曰 上文云印如是降伏其心 如是二字 正指此刻 然读之时不解 所谓降伏者 降伏何物乎 但发理向之广大心 便足以降伏乎 曰 此意圣经 当未分析言之 所谓降伏者 降伏望心也 望心者 分别心事 而分别起于止我 故我见未分别之根 经故向根本上浅除 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 又本科之文 着重在最后一句 前文皆未引起此句来 因欲说时无众生的度 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于涅槃 欲说另入无于涅槃 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时 色 欲 然则之所以成众生 则之所以度众生 知无边众生无非时色欲 换成之虚相 则之灭其时 色 欲生灭之相 令入不生灭 乃时无众生 时无众生的度 何则 众生但未时 色 欲所障而 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 且与我同体 何所谓众生 何所谓的耶 如是观照纯熟 则指我之见 不觉自化 何以故 知我意众生故 知当体即空故 知其念则有 若无余念 一切皆无故 知本来平等故 此大成法 所以善巧 乃不降伏之降伏也 此中有有要义 当更为言之 一 妄想根深 经初发觉 道立为薄 岂能敌之 且真心妄心 原是同体 起心动念 则全真成妄 心开念习 则全妄即真 又何必除 依次两种原因 所谓除妄 假名曰除尔 实无可除 所谓降伏 乃善巧转移 使之规划 并非敌对 而除之之未也 经令发离相心者 正是善巧方便 大而化之耳 二 何故发大心便能化 须知凡夫心量狭隘 所以知我 越知则越爱 若发广度无边之心 久久观存 不知不觉 执情消敏 三 凡夫只知有我 若令就自身上已观无我 必不能入 经令从对面向宽阔处 观无众生 则心量即阔 一对照间 而我之意为原生 为本计 便动然亦小 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 四 见思或之根本为我见 经已转移默化之法 断之于不自觉 真至坚智力之金刚也 五 指我是莫那时 有我 便有人 众生 受者等分别 分别是第六时 经一切不着 是转六七时也 六七时转 前五第八 皆随转而成至已 此之未般若波罗蜜 六 度所有众生成佛以遮空 时无众生灭度以遮有 是未双遮 虽广度而时无 虽时无而广度 是未双照 观遮照同时以为因 则的记照同时之果也 七 发广度心 大悲也 观时无礼 大智也 悲智俱足 又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之因也 八 约上所说大悲边言 即是修福 约大智边言 即是修会 福会双修 又是成两族尊之因 可知一切大成法 尽在理许 且皆是直屈保所知法 故本经约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也 九 未能度己 先欲度他 菩萨发心 所谓大悲也 经观此刻之意 使之度他即是度己 则大悲中便有大智 真善巧也 十 此刻是令发愿 从来学人美苦大愿发不起 可依上来 一 至 九 所说者观之 悲智俱足之大愿 当犹然生意 又上科所言降服 亦含有别意 盖令发大愿者当立志坚强 勿生怯弱 即此便是降伏其心意 此标示 证明 两科中 是的是无人修功处 及其亲切 及其紧要 约言之 要义有八 一 空生先问柱 四问将 达乃先将四柱 而达柱中 赋云应摩锁柱 可见无人用功 只要除妄 何已故 真心不现 全有妄障 妄不除静 而曰安住如如之真 即此一念 依然是妄想也 旷佛就静正的 亦不住于涅槃 修应时何可言住耶 冷言云 英明照身所 所立照姓王 又曰 知见立之 是无明本 是知有助便有所 有所便有力 有所有力 便是大圆境中 自者沉染 光明何能变照 故曰 无明本 照姓王也 所以禅宗祖师云 但求希望 莫更密争 古得亦云 但尽烦情 别无圣解 此未尽烦情 正是圣解 精益有言 狂心不歇 歇吉菩提 皆是说明用功 只要降伏 旺心之理 由此可恶 扫除差别之剑 乃彻手彻尾功夫 其但下手方法而已 二 降伏须的方便 若无方便 望心悦赤 经欲降伏于发广大之心 换言之 发广大心 便是降伏 然则降伏者 乃大而化之之为耳 无所谓降 而自然降 方便即以 三 降伏者 降伏望心也 须知望心从分别生 分别之本 在于者我 故经以广大心 降伏我人等四项 且度尽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如此大慈大悲 则贪甜二毒除以 又虽度生 时摩所度 无常见也 亦即不着有 虽摩所度 而度之不息 无断见也 亦是不着空 不常不断 据此妙会 吃毒亦除以 盖一切凡夫我 见众三毒生者 病根时由心量狭隘 须以广大心 至其病根 从根本上解决 诸病自然亦除 四 一切众生 无始至今 从来不觉 所云不觉者 为不觉之人 我分别皆有取向 离香会性 本是同体 岂有差别 以不知而者香 故悦者悦迷 迷疾是吃 由是因我而立我所 贪甜尽起 造业无穷 更不了所谓我所者 莫非愿生之患有 无论法 有与非法 空 但有所取 便是不了 法 非法相 皆由性起 且以性荣之 相本非相 有何我所 有何我 人 因其不了 以至业系之苦 无有解脱 经以广大 心度深 不取 便是另离一切法 非法相 即离空有二边 会归同体之性 若会于性 其父更有我 人等差别之相 不适度他便适度己魔 善巧 属于于此 五 凡夫意味 静转者 静及我所 无他 者静故而 即发心修行 亦不无所愿之静 譬如度身 即是大心行人 所愿静也 既不能魔所愿静 无静 即者空 亦即无从 起修 又不能取者于静 取静 即者有 经故手一度 而时魔所度 令不着二边 会归中道 合乎性体 得是入手之方 何等亲切 六 此中虽严降 未严住 而住一时 以默欲于中 发大心者 手一度深 岂非明是 安心之法乎 而度魔所度 亦即是以硬住 而魔所住 此弥勒即送 所以严厉一身心住也 直言之 即是令住班若正治 所谓观照班若 观照空甲 不离空甲同时之中 到第一异地也 因众生本有取者之病 故不明言 令不住乡人自领而 七 通常见地 每位班若细谈生理 甚至为其偏空 修净土者更不敢到 而学班若 又往往直理废事 与人口实 经观守颜降服 可见忘习之障不除 班若正治 云何能开 且守颜度深之事 可见力是瞎心 正班若入首处 安可是外坛里 又空有二边 皆不可折 岂偏空乎 此等处 勿须加一审之 八 此中降分别心 即是转地六时 而降我相 即是转地七时 须知众生无始不绝 自信轻尽心不显 而显为时 时之作用最大者 为第六第七 故当从此下手 此时全各事时 那有真心可助 此所以但言降服 不言住也 所谓观照班若之正治 亦人是时 须知事之为物 原是自信所变现 用以分别指我 便成为时 明知约望 若用以降服分别我指 即是隐归正道 顾明知约正治 是为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亦俗语所谓解灵 还杖系灵人也 宗夏所谓离心 一世参 等同一位 因其未离 所以叫离 须知能离之念 一世时 盖不从此下手 直无办法 而宗夏不明言 是时者 与此中不言住 是一样用意 所谓等同一位也 宗夏或因此 俯视其他法门 为宗夏下手 便已离阙心一世 这不是吃了灵药 而不知药之所以灵魔 念佛法门亦然 一言即念 便是心时 殊不知一心正念 正所以降伏纷纷的妄念 或曰 以其未能离念 中不及宗夏之指的高尚 殊不知敬念与妄念大不同 妄念越念则越起 敬念则可以念念而至于无念 譬如用泥打水 水月浑浊 用凡打水 水极清净 若言直指向上 是比宗夏的直指向上 还要来得安稳 来得善巧 只所谓就地跌倒 就地爬起 还不直截了当魔 所以净土法门 下手便是转时晨智 便是降伏 便是观照般若的正智 便是疾念离念 耳边不着 并且念佛人要发大心 普愿法界众生 同生极乐 就是以此正念 明勋法界 广度寒灵 这不是与此中所说一样的魔 若能融会的这点道理 还有不加紧念佛的魔 还怕念佛不得力魔 要紧要紧 贵 三 真是 何以故 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 即非菩萨 真 举也 举上文所言之意 而是明之 曰真是 即自问自答之意 人众受皆自我开出 有我相 便有对待之人相 人不止一味众生相 指我之见继续不断 即受者相 四相不外一个我相也 经开而说之者 明之我者 便有分别心 使之六十生于莫那 有莫那便有六十 不相离也 如此之我分别 乃凡夫通病 启示菩萨 故曰即非 所以谨戒发大心者至身 切以 我相应我见身 我见以我相显 一表一礼 从来不离 破我相即是破我见也 相有粗细 粗则者静 细则者心 后周一言 我相是曰心言 即曰时言 盖八十位 真如心变现之相 故为时宗 一名相宗 此刻本是上刻令发大愿之故 何不曰 何以故 大而化之故 断或故 转时故 乃至度即先当度他 度他即是度己故 如此岂不令上刻之意更显 而必从反面言之 何也 盖断或转时等等 皆法也 皆不可取 取则又成我相 又成分别 故不用表权 而用遮权 一起浅荡 此事尊之为义 一般若知正宗也 四相即是一个我相 有我 即有对待之人相 对待者不止一人 即众生相 我相在望心中 念念 继续不忘 即受这相 菩萨既见有众生的度 自我度之 即有我相 从而四相聚起 有四相 即有分别心 有分别心 是凡夫 不是菩萨 修行者 第一应撇开我自 发心为一切众生 此即降伏我相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众生刚强 令他修行已不易 何况了生死 然皆不问 无论人与非人 皆度之成佛 亦本来是佛 此即降伏人相 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心中不起 如何能度尽之念 此即降伏受者相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此即降伏众生相 何以要如是降伏 盖发无上心者 要行菩萨行 普贤行 躺有四相 如何的称菩萨 佛要修行人 从文字起观照 不用观照功夫 凡情不能转 故学人需从此下手 经就此段经文 详述观照之方法 古人于观照 多未详说 观世观察 最初意味思 是心中思维 禅宗不可用心意试参 是明明教人不用思 然又说不可堕入 无私假里 父是要用思 所以如此者 以凡夫之见多 必须担刀直入 先将枝叶斩除也 宗下看话头 要起疑情 如不思 疑情从何起 观世思维 然单世思维不可 故又用照 照及宗下之看 如旧文字起观照 一离文字 归到心上 然后能照住 照住时 说有思维 却无思维 说无思维 又非无思维 此时心中自然开出智慧 如何是开 即是妄想停 而注于本觉也 般若有文字 般若 观照般若 时相般若 文字指经文言 时相指人人 本具之性言 佛说般若 即希望学人 证此本具之性 如何能证 即应就文字起观照 若不观照 则文字字文字 不能消归自信 不得受用 无人读诵经 刚经 缘其消归自信 佛说是经意为此 然则观照之道理 观照之方法 不可不知 不但般若要观照 一切佛法 说到修持上 千万法门 亦不外观照 学佛之三条件 约界 定 会 无界 则深口一三叶 不得清净 故界是修学基础 是独立 定会二字 互相升起 就果上言 是定会 就因上言 是指观 指者指惜望念 观者即观照真心 因指能升定 因观能升会 此事分配言之 其实指观功夫 只有一个观字 此两者系一件事 指着 出下手时 要设心 一处 即古人 所说之定 其实出下手者 够不上说定 然定 却由此而生 久久 则由定 升会 何则 盖观一种 法门 成就 以后 智慧 即发生 妄想 即脱落 顾 顾有会 方能 成就 此定 又出下手 设心 一处 必十分 作义 方能 设得 可见 此中 有观 顾说 来 说去 只有一 观字 所以 所以 般若不说 只 而说 观照 也 观照 有多种方法 无方法 则不能 起观照 方法 虽各宗不同 而其只规则一 如天台宗之空 假 中三观 华言宗之四无爱观 即法界观 法相宗之五重为实观 密宗之道场观 阿自观 禅宗之看话头 净土宗之观 无量受佛皆是 或云念佛不是观 此与不然 须知即念即观 若妄想分歧 善心念佛 不得受用 必须口念佛号 心想弥陀 如在目前 如此念佛 则妄想无从起 即是观 故用功莫要于修观 修观是收奏一根 一根射柱 身口二叶 亦射在一处 故静宗之心想佛 口念佛 手持诸 密宗之心做观 口念咒 手结印 可见无论如何用功 皆非做观不可 教下之空 假 中三观 四无爱观 似乎观法不同 然其理则一 不可不知 否则于各宗经典 不能融会 而有抵触已 做观方法 自唐以后 除禅宗外 各宗讲词者见少 如台宗在讲教时 于空 假 宗之力 发挥颇强 而用功识则不一定用词法 为禅宗则自古以来 说向上依着 且不许用心意试参 因此有创位 其余法门上用思 为禅宗不用思之说 并引经言不可以 生灭心 为本修因 以证实之 不知不许用心意试参云者 乃不许用凡情去补度也 以用意试 即是凡情 以凡夫心情 推测佛说 绝魔是处 所以不许 古来又有说观即照 照是照住 而古人对此 又有批评 以为如是照住 即是暗阵 既不许用凡情不度 照又是暗阵 而观之本意 又是思维 因此学者乃无所适从 然则修观 究应如何下手 彼人在这里参过多年 从南粤大师大臣 只观 勿得其理 古人说 不用心意试参 即是不以生灭心 为本修因 佛意识不如是 是说学佛者最初发心 不可以生灭心 为本修之因 如本经善男子 善女人 传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也 至实际用功 则需用思维 如本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即是思维 最初发无上菩提 是称性起修 是为不以生灭心 为本修因 至修行必用观照 即是思维 禅宗说 不可用心意试参 是祖师苦心 其实人要思维 不思维 则不能起疑情 至不以凡情不度 又是一事 何以知堂以后 于宗多不知作观 此刻以善导大师十六观经书中之说正知 彼云 现在仍根顿 修观不得成 故只提倡念佛 此事只观经之观法广大 凡夫心量不能相应 不可因善导大师有此语 遂凭观法而不道也 唐朝中夜以后 密宗及圣意时 不久消灭 华言宗亦然 天台宗亦终衰 经四名 此云二位大师之提倡 各经书又自日本取回 得以忠心 然而师之实际用功 亦用净土 不是止观 宋以后净土宗上有几位大师 而作观方法 亦多不讲 故为禅宗上有观门也 后世修行人未尝不多 而得力者少 此于作观方法之不讲 颇有关系 又修行者 往往出修时甚得利 后则改变 此意应不知作观 枯燥无畏 乃至于此 又有读诵大臣经典 能明了其理 结果反身邪见 亦是不知作观之故 又有读诵经典甚多 而道理是道理 于身心无干 而贪甜吃之烦恼 毫不能除 亦是不知作观之故 观及思维 照有二意 一事照住 一事照见 照见者 只功夫修成实言 如心经之照见 如心经之照见 五蕴皆空事也 大抵照见 由照住而来 照住 由思维而来 不思维 即不能照住 不照住 则不能照见 思维之久 心计一处 即照住 此时许多妄念 暂时停止 不来打岔 若打岔即不能停也 人人献前一念 真心本具 只因妄念打岔 所以不绝 妄想一停 本有光明 自然发露 此即智慧 观照须观 无人知心性 所谓消归自性 然凡夫却观照不到 完全是黑漆统 完全是妄心 将如何而可 唯有依照佛说去观 即先就佛经之文字用功 佛说观照方法 即不许无人用凡情不度 如此断经文 若以凡情不度 而不用观 即不能明了 世人读经 专在文字上求之 以为以名其意 十万万不可 如应如是 降伏其心惧 凡情度之 当然有许多解释 此要不得 应除去之 再想又有别种境界 又要除去之 想而又想 皆要不得 越想越近 久久如呆 妙处即在此呆字 古人云 须大死一番 死者 即死此忘心 如此用功 或半年 或一年 忽然开悟 出于意外 要请求 求善之事 正其何否 如无善之事 则以佛经证明 躺佛经上无此说 人是凡情不度 如此则心中妄想 打断不少 虽不及事消归自信 而已消归不少 故需多读诵 大臣经典 本经处处说读诵 受持 受持 及观照也 又观 所有一切众生 致使无众生的灭度者 上文 说降伏 此段何以不提降伏 是何意义 此事令无人将心量阔至无量无边之大 因众生之大并根 即是心量狭小 因狭小 即止我 故佛令将此心放大 前移默化 所谓大而化之 躺在寻常日用之间 时时如此观照 将佛说心量放大 移到自己分上 即是处我见 去烦恼之妙法 又观此段文字 其归结在时无众生的灭度者一句 此事令无人处我见 而并不止止我见 偏在对面众生分上做观 因凡夫指我 一刻不放松 若就我做观 则不能得力 故从众生方面观 观因缘聚合 当体即空 又众生同体 如此观照 则不知不觉 我执自然化去 此乃消归自信之善巧方法 又观若软身已知 非有想非无想 可见一切众生 无不有欲 色 实 此三者不转移 则永远轮回三界之中 因知欲不可不断 色相不可执着 情时必须转移 如此观照 则不知不觉 欲 色 十三者可去 又观皆入无于涅槃 而灭度之 众生既弱势之多 而如软身之愚蠢 定性之难化 有想无想之共高 如何能悉数灭度 然佛是无缘大词 只要与我接近总是要度 如此观照 则自己舔为人类 上则尚未修道 非想非非想天 下则比软身 师身高明 应当学佛成佛 无上心自然能起 妄心自然能转 又观时无众生的灭度者一句 在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俱下 可见得有一众生畏度 即我愿无尽 如此观佛语 礼不离世 是不离礼 是为礼世双容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 而灭度之 浅着空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浅着有 两边皆浅 是双遮 两边又同坐 是双照 是为遮照同时 此等修观 即能正济照同时之果 一切众生皆灭度之 是大悲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是大智 是为悲至双容 能得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之佛果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 而灭度之 是修福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是修会 是为福会双修 能正二族尊之果 金刚二字即断或 或不外见思 见思即我相 此经断我相 正有极大作用 化处我见 即转第七十位平等性质 皆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不其分别 即转第六十位妙观察至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即转第八十位大元净至 所以下文有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之语 岂不是成佛及在此一段经文耶 一切大臣经典 说发大臣心之人 未能自度 先要度人 此事大悲 然度人即是自度 此种道理 如观照的了然 则佛法看似广大无边 实则亲切有味 看似高深 本是平实 将此段经文 放在心中实时观照 即心一处 妄想及渐渐消除 即此数据 成佛已有余意 又观此段经文 不说降伏 即是降伏 是要无人发起此愿 坚强其智 则我知我见 一切扫除 降伏即在内 自然受用 每日将此段文 放在心中 受用无穷 所以需观照 人 四 名不住于相及时正住 分四 鬼 出 正名无住 四 是显其故 三 结是正住 四 更名所以 鬼 出 又三 子 出 标是 四 指是 三 结成 子 出 标是 父 次 须菩提 菩萨于法 应魔所住 行于不失 父 又也 次 次 帝也 法 自包罗万象 一切事事物物 不论眼见耳闻 即不能见 不能闻 而为心所想及者 亦称为法 凡事兼法 出世兼法 均包括在内 顾称一切法 应魔所住 正答应云合住 住者 执着也 众生处处执着 不适着东 就适着西 世尊慈达 正是当头一棒 不失六度之一也 一名六波罗蜜 大班若经将六波罗蜜 一一举出 此经单说不失 旧文字言 事必凡就简 不失可该一切法 佛法要行不要住 此二句 由云应当魔所住 而行一切法也 凡经中安复次二字 必本文与上文有密切关系 此有二意 一是补足潜意 二是生命潜意 上文答降服 此答住 看似另一意 时是一件事 盖前言降服 即含住而无住之意 此云无住而住 亦含降服之意 互相发明 又前发大愿 此其大行 愿与行不能相离 有愿必有行 有行必有愿 且不分先后 要见之于行 方不适须愿 故有密切关系 此就补足潜闻言也 又前发大心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而未言度生方法 此正言度生方法 是尽一层之生命也 应摩锁住 既不着有 行于不失 腹不着空 即不落二边之中道 六度之意 应当掠知 六度者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也 此六度不外戒 定 会 对质 贪 甜 吃 不失 有财 施 法施 无畏施 三种 以饮食 衣服 衣药等日用物施 忍者 必须用金钱 约财 施 为人讲经说法 或印赠经典 乃至世间典籍 只要与人有益 用以不施者 约法施 无畏施 及救苦 救难 众生在灾难中 必有惊恐 无去救他 令之无畏 只要能救 即舍生命 亦不顾 约无畏施 三集一 亦集三 如救人苦难 使之无畏 不外用才施法施 是可见施才施 法施 无畏施 亦在内 又为人说法 是法才 受人经典 使之增长 符慧 即无畏施 再开之 有内施 外施 乃至就禁施 如华言经中所说 明目之多 何之则一 修不施 是破千贪心 贪必迁 千必贪 此能造种种业 常在生死苦海之中 故必破之 戒 戒 是戒律 持字与守字不同 全全福音 一刻不放松 未持 戒有在家 出家之别 在家有三规 五戒 菩萨戒 密宗之三昧耶戒 出家有三规 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 五戒 虽只杀 道 淫 妄 九五条 而为一切戒之根本 即出家戒 亦依据此五条 为分析 特畏详细 而 出家之菩萨戒 是十重四十八轻 佛 佛为出家者制定 亦许在家人受此戒 不过需自己审量 能受得了方可 否则佛有位 幽婆赛 幽婆以所制之菩萨戒 比出家者稍减 是六重二十八轻 故在家者 以受此戒为宜 持戒为学佛之基础 最为重要 如造污染 非先顾基础不可 否则必崩坏 顾本经言 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可见一切佛法 皆建筑在戒律上 戒条虽多 不外二门 亦止持 一座持 止持 在消极方面用功 作持 在积极方面用功 止持即诸恶莫作 作持即众善奉行 此二语世俗用烂 识出佛经 学者先在止一方面持 再进而再作一方面持 如不杀故好 然但是止持 再进而劝人一戒杀 即是作持 不但戒杀 并要放生 更是作持 有人说 我能戒杀 戒道 此起意义 如戒杀必对蚊虫苍蝇 亦不害其生命方可 假如某事不曾对人说明 而以为是我所为 即犯道戒 又如在公共机关 因私事而滥用 公甲 疑信封疑信间 亦犯道戒 迎戒 佛志在家人 但戒邪淫 亦是方便法门 实则必须断淫 因此是生死根本也 妄语戒 加恶口 两舌 起语 开而为四 恶言骂利为恶口 波浓是非为两舌 描写男女情感 为起语 闻人罪亦犯 佛罪出至根本大戒 原知杀到淫望四者 后已久能乱信 附加此戒 前四位信戒 后一位遮戒 故久戒有时可开 如因并需用久时 佛亦许用 持戒须明开遮之理 开则不遮 遮则不开 有时许开 开即不犯 故须将开遮变轻 否则持戒不能圆满 佛定戒律 比世间法更严密 如知受出不戒者 以上戒律 即不许悦看 看则未道法 以出家人言 沙弥不许看比丘戒 比丘义不许看菩萨戒 盖持法有不同 故不受则不许看 出家戒律 在家人不许看者 盖已出家戒繁重 以及如比丘有二百五十戒 比丘拟有三百八十四戒 何故在家人不许看 此佛之苦心 恐在家人因此造恶业也 盖众生总犯一种大病 则仁则详 则己则数 比丘戒时为难持 动辄犯戒 恐居是悦之 自己并不受 而则被出家人返更甚也 又佛制戒律 不似世间法之 仅有条文 如说某戒条 必先将应持之理及事实 详说在前 方定此条 当时佛门有许多程度 以高知弟子 尚不免犯戒 恐学者以为比上犯 无草可恕 故不许看也 持戒则贪田吃均为破除 如分别言之 戒杀至田味多 戒道至贪味多 戒淫至贪吃味多 戒妄语意至贪吃味多 戒酒则至贪田吃事也 罪出持戒 重在事实 若受菩萨戒后 则心中一动念 即为犯戒 忍辱意义安忍 忍辱是安忍之一 忍不作忍耐戒 乃顺受之意 故安忍者 安心顺受也 他人侮辱我 罪不能忍 辱而能忍 则无事不能忍 故举忍辱以盖其余也 忍不但对辱而言 佛经中上有法忍 无身法忍 如佛说法 无人能遵照实行 丝毫不参差 为法忍 忍辱身本无身之理 无人能明了 能实行 丝毫不参差 为无身法忍 忍辱是破除甜心 精进为前进 有精细精密二意 虽前进而并不盲从 是精细 按部前进而不列等 是精密 精进是破除懈怠 禅定是犯汉双举 犯语禅那 汉语约定 所以双举 令人知是佛门之定 非外道之定也 游之忍悔 忍是泛语忍摩 悔是汉语 所以双举 明佛家之忍悔 有礼拜等种种方法 与普通之悔过不同也 寄心一处 久后的定 得定即称三昧 禅定是对治散乱 昏沉 调举等 班若是意因 表明性体上发生之正治 与世治变聪不同 世治变聪 八难之意也 恐与世间智慧混乱 故不亦智慧而用班若 班若是对治于痴 说六度实则是戒定会 于三度乃补助此三学也 虽说六度而主脑是班若 故班若不发生 于五度亦不能称波罗密 是以佛说五度是足 班若是母 不失乃至禅定 是法亦有之 佛法之经为广大 能普度众生出一切苦 了二重生死 乃至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皆非班若正治不畏功 故班若不明了 不能入佛门 经中于六度 只举一步失者 因六度可设万行 不失又可设于五度也 不失除才师外 如法师可设经浸 禅定 班若 盖佛法最重定会 因上为止观 果尚未定会 说法之人 必有止观 有精进功夫 方能为人说 如无畏师可设持戒 忍辱 持戒者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绝不犯人 安忍顺受 人不畏之 即无畏师也 古德解此段经文 均言不失 可设六度万行 故佛之说不失 该设一切法 然说不失 即一切法 亦可 譬如法师 使人之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即是于五度 无畏师 使人了生死 可以无畏 而了生死亦必行于五度 不特此也 任举一度 亦可变各度 如持戒必须实行 不失等于五度 忍辱 精进 禅定 亦然 皆可设一切法 又五度若离开般若 皆不能见诸实行 可见般若乃至身至高 而为各度之本 然佛何以不举般若 独举不失者 大智度论云 一切法不生 由般若生 是知实行一切法之功夫 能不着相 即是般若 故非举不失不可 不失是实行 可见修佛法者 不但明理而止 必须实行方可 为其实行 故只有不失能设一切法 不修行一切法 如何能度众生 修行一切法 而这相者 亦不能度众生也 未能自度先要度他 此学大乘者之恒言 然必先问自己果有此资格否 如果不能切实用功 专做度身之事 即不免向外持求 故大论云 若菩萨发心 即去度身 无有是处 然则如何而可 约应先发大心 而修行一切法 究竟从何处修起 则先行不失 不失不但居六度之手 以似设法之手 所谓不失 爱与 利行 同事也 佛之穿衣吃饭 处处与众生痛之 不外似设 众生性刚强 不亦听从 顾必先就其需要者不失之 又以可爱之语 使之乐闻 又不论世间法 比要行者 亦力行之 如求子的子 求财的财之类 且又与之共同做事 然后众生能为我所设受 故此结症紧接上闻度身 而只是下手之方法也 且不失及一切佛法 佛法自始至终 不外义舍自 不失及舍也 推之 持戒舍贪甜吃 忍辱舍甜 精进舍懈怠昏尘调举 禅定舍散乱昏尘 般若舍二边及我之法之 六度无非是舍 是之不失 乃亦及一切 修行佛法 彻头彻尾 一贯到底者也 经文于度身下 只言不失 真是恶药 小臣亦有行舍功夫 言其即行即舍 此文行字下 加一余字 即是侧重不失 前说不失不外义舍 是横说 实则下学上达 从述说 亦不外义舍字 如听经者 舍世间于乐而来学佛 天人舍欲戒及身色戒 舍色戒及身无色戒 舍我之即正罗汉 舍法之即为菩萨 并舍亦舍即成佛 故从述说 不失意识彻底功夫 佛说法是原因 面面俱到 行于不失 在表面看 是不取非法 然不失是舍 即不取法 故举一不失 即二边不着 本经无论何惧皆然 或一既不取法 又不取非法 学者动辄的旧如何下手 其实不难 须知无人去行不失 即可二边不着 行时先不住空 是行于法 佛说云 宁可这有如须弥山 不可这无如戒子许 故先须堵住空门 专义修法 在法上着力 即无断灭相 只要一面行去 一面不放在心里 即两边不着已 然有所为而不失 即是住 即是者 不过有漏功德 不但非功德 更有因此堕落者 舍自用经之心名词 即是牺牲 在世为人 躺为社会牺牲 必能功而妄思 国而妄家 可知不失一法 包括一切 故佛法不但出世间者一学 即在世间做人 亦不可不知 此 此 只是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身相畏处法不失 所谓者 只从前所以说也 恐人怀疑 究竟如何不住而修一切法耶 佛告以及我从前所说 不住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乃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等 精简要言之 举色身相畏处法之六臣 六臣是修行上进行果之境 举此可涉一切法也 眼根所见之万象皆是色 耳根所听则未深 鼻根所闻则未相 舌根所长则未未 身根所接则未处 亦跟其心动念之分别 有对色身相畏处而起者 亦有对非色非身非相非未处处而起者 种类极多 无以明知 明知约法 六臣之明有二亿 亦言其无量无边 如为尘之多 亦有染污易 无人亦有沾热 即为所污 不住即不执着 亦有执着 即心不清净 如旧不失言 躺有所为而为 真自己面子 即住于色 又欲令人知之 即住于身 又欲人人闻其美名 即住于香 欲人人口中称道 即住于味 味得后来果报 即住于处 若有心未知 即住于法 顾必心中亦无所住 方位波罗蜜 波罗蜜印度语处处用之 由此方说 道家 二字 上文菩萨语法 乃指一切法 此读举六成 有许多妙意在内 于此需用观照 一步一步做观 由外而内 由粗入戏 一 佛不说一切法 而只说六成 实令无曹之一切法 不应住 二 为何一切法不应住 应之一住即被染污 三 佛举六成 其理至身 何以故 说色有眼根在 说身有耳根在 乃至说法有意根在 根境相对 举六成 即含有六根 浅者见浅 颈不住静 深者见深 即能不住心 四 根是根 成是成 如何起交涉 中间之媒介 是六十 十不深 根境不交涉 所谓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 佛亦非但境界不可住 即时亦不可住 令学者之注境或根在时 即分别心 应于其心动念时下手 不住于时也 如此一步进一步 即能消归自信 起心动念 如何留神 旧不失言 凡起心动念 不出三种 一为自身 二想人报恩 三想的果报 不失 不失不外采法 二失 无畏失 包括于法 往往自己先决舍不得 即有意 我在 须知 采法 不外六成 此不可住 在起念 时用功 将自身撇开 树击我只可破 不失后 希望人家报恩 须知 仇报者 无非六成 此不可住 将忘报之念撇开 不失 希望的果 果报亦不外六成 此不可住 将果报之念撇开 五 平平观照 而我见人在 则如何 适应尽观照 三轮体空之道 不失 有失者 能失 受者 所失 即所失之物 我经观照 失者 受者 当体即空 何以故 皆因缘 所生故 失受 即空 所失之物 一空 是为三轮体空 能与此 吃紧用功 破除六七二十 则我见自消 正的自信 有人说 有人说 不失三面 具足 何以名伦 不知此时 有生意 仪式运行 佛说不失 要令度人 伦有度意 修行者 随时不失 能枪 烦恼 免碎 伦有 免意 此说 不住 色身 相 未处 法 而行 不失 即令无人 名三轮体空之道 才师即六成 法师即法成 皆是原生之法 既知当体即空 又何必住 既观照三轮体空 当然不住 子 三 结成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如是二字 即纸上文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身相 未处法不失而言 不住于相 并非断灭 不住即舍 然舍能否究竟 丝毫无住 亦非亦言 故华言分舍未多种 最后说究竟舍 虚心中些微不着 不落二边 方位究竟 此云不住于相 即寒二边 言记不住法相 亦不住非法相也 何以知此相自 可该非相 可及上文证明之 应摩所住 是不住法相 行于不失 是不住非法相 所谓不住色身相 未处法不失 是不住有 菩萨应如是不失 是不住空 须知不住非断灭 不住即行 住即不能行 行即不能住 修菩萨道者 六成故不可住 然若断灭 即不能度众生 众生正住六成境界 故应从此处度之 上文印摩所住 行于不失 下文即 眼印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佛意味菩萨 应当如我所说 二边不着 于中道横 可见摩所住 并非不行 不住相 不是空谈 要在实行中间 不着有 不着空方合 全经破相 此处点出 佛意若畏 非教辱不住于法 乃不住法相也 修行固然要离尘境 燃不住六成 谈何容易 故修行本指示不住 而下手时 却不能灭尽 譬如念佛 观想佛像 色尽也 天乐水鸟 身尽也 莲花相结 相尽也 饭食精行 未尽也 但受诸乐 处尽也 意念弥陀 法尽也 顾不住二字须认清 绝非断灭 断灭即空 亦即非法 不失射一切法相 亦射非法相 顾不住云者 不住法 不住非法也 世人舍命亦是舍 不过住相而 如尽忠报国 杀身成人 至多不过成神 躺射命时 另有利己心 甜恨心 或至堕落 青年男女 为爱情而舍命 亦亦遭堕落 或邪甜恨而舍身 且至堕地狱 地狱 有铁床铜柱种种 残酷之暴 正为慈悲众生而舍也 凡此皆是住相 若存断灭 想而舍命 如消极易流 绝世间无可留恋 自捐生命 此即住于非法相 省至于空 不如不舍 断灭省空 或意志堕落 故舍不应住法 亦不应住非法 菩萨为众生而舍命 亦有之 然若住于度身之相 亦不能成佛 故本经下文 有横河沙等生命不失 不如受持四句计之比较 横河沙等生命不失 非菩萨不能 凡夫无此许多生命 然上不如受持四句计 为他人说得福多者 因受持送说 能成佛也 修行不得受用 不外二病 以不得恶药 二道理不明 如能恶药明理 自能受用 不可离修行而说性 否则空谈 不能离性而修行 否则盲境 本经处处说性 处处含实行 发大愿 行大行 方能入佛门 前科降福 即发大愿 此科行于不失 即行大行 必摩所住行于不失 方是大行 有愿无行 愿是虚愿 有愿即行 愿是重要 行更重要 无大愿则大行不能起 即行亦是盲行 如何方位大愿 如何方位大行 必大悲大智方可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大悲也 如是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知众生同体 无所谓佛 无所谓众生 大智也 悲智俱足 方能发大愿 行大行 菩萨于法应 摩所住 凡夫之病 即处处执着 能不执着 即大智也 行于不失 即大悲也 无悲则大愿不能发 无智则大行不能行 悲智愿行 无不大 方是菩萨摩赫萨 必如此圆满 具足 方是无上菩提 上文于大愿 则先说大悲 是不住空 住空即不能发大愿 此文于大行 则先说大智 是不住有 住有即不能行大行也 凡夫对一切事 总是放不下 为何放不下 即是有我在 佛只说不失 一下手击破我 再进一步 再进界上破 更近 再起心动念上破 前科说发大心 处处却视不住 事前一默化 化去我见 凡夫为我之念最重 经为众生 将我抛开 无论卵生之极于 无想之极高 必须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 此即化除分别心 正对六七十下药 凡夫所以轮回六道 不能出离 意识六七十使然 经转移之 即成波罗密 发心要广大 非广大不能化我见 修行则要细密 先发广大心 方能修细密行 故必先观一切众生是原生 且本纪 且同体 先知自己习气之重 而潜移之 方能修行 发大心 为何依降伏其心而说 其大心 为何依应魔所助而说 此即是要降伏 应先知并根所在 知众生 所以成为众生 即在有预色时 故发心门说此类语 由此用功 六七十自然能化 说细密修行 且指应魔所助 可知修行 当然要行 不要助 下此功夫 正令六七十无存在余地 真心自然显露 此事不助而助 故下文说 应如所教助 佛教人 所有一切众生 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此菩萨发心 为自度 先度他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令人之缘 身平等同体等等 此度他 即度自己 直视自他同度 然佛中不说度自己者 应无人我执重 故不说也 度众生如何度 要起行 不失即破七十之之之我 破六十之分别心 此明明是度自己 故发心要大 度己先要度他 度他即是度己 说到修行 先除自己病根 度他先度自己 度己即是度他 然佛师一方面度己 而实际是度他 此佛只说行于 不失之今一也 古人说 应魔所助而生其心一句 可以贯通全经 实则无论何具 皆可贯通 如不住于相沟 兼该非相 不落二边 行于中道 何尝不可贯通全经 大臣佛法之巧妙 可随人于各方去领会 所以称圆荣 不但见浅见身 因人不同 即见身者 亦父所见不同 前文之相自 从我相上说 此文之相自 从法与非法上说 本经往往后文 无意为前文做注解 如印魔所助行于不失 即为上文度身做注解 不住色身相为处法不失 即为印魔所助做注解 不住于相 又为不住色身相为处法不失 做注解 有人以金刚经前后 意义重负者 是不善读金刚经 躺之后文与前文之关系 则不但不重负 且见其脉络贯通 读此段经文 又须在观照上用功 佛法处处不离观照 必时时刻刻去思维方可 须知不住于相 是彻底的 自初下手至成佛为止 皆是不住于相 躺在不失之时 存一些见好之心 则不知不觉 住于六成以 故非做官不可 如不存见好之心 而但觉有此不失 即住于法 故不做官 即住亦不自觉已 又观行于不失 是令无人成佛 如不做官照 如何能成 应如是不失 亦是佛说一句法 如行不失时 心中有应如是不失 亦即是住于法 无人是是依照佛说去行 心中却亦无其事 方是不住法相 心中虽无其事 依旧精进去行 方是不住非法相 亦如是不失 应如是不失 尚在外面 不住于相 即向里追求 此阵用功吃锦处 又观不住于相 心中虽无其事 然存此心 又是住相 故做官时 心中一层一层入戏 静于心也 法于非法也 二边不着也 二边双照也 心虽入戏 人在对待上 须知对待之见未旺 尚未能出世间 世间一切境界 无非是对待 如生死 老幼 高下 长短 大小等等 无非是分别心 故出是法 必须离开分别心 在绝对上做官 转凡夫观念 至绝对境界 即是正性 正性需要无念 念者分别心也 有分别心 即落于对待 落于对待 即时时刻刻去分别 而为一世所笼罩 必观至无念 方可 然心中尚存无念 二字 仍是助相 必并无念之念 亦无 秘密做官 竖姬信得原名 方是真不助相 佛说 佛说能观无念者 即为向佛制 事之观无念 非一时所能到 但一向此进修 故曰向佛制 念即是观 观即是念 能观无念者 转言之 即令无曹念无念 念无念 必用思维 思维则能转分别心 分别心是向外持求 思维则向内寻求 圣妙境界 当起心动念时 除去分别心 再依佛之方法 向内思维 此为念无念 如念佛亦然 久久相应 即能无念 鬼 四 显示其故 分三 子 初 真是 四 欲明 三 法和 子 初 真是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真者举也 将前亦在举之而自问自答也 福德即福慧双修 福慧如车之两轮 不可烧篇 有人说 佛际教人不住 何以又教人修福 此物也 此物也 若不修福 即成菩萨成佛 去度众生 而众生刚强 未必能度 故必先与众生结缘 本经所以处处说修福 而实行则只说不失 即令人福慧双修 死是窥测 量是度量 言不可以心思去窥测 不可以树木去度量也 不住相不失 不住相即不住法 亦即不着有 不失即不住非法 亦即不着空 不住相而不失 不失而不住相 如此二边不着 乃是佛境界 顾福德之大 不可思量 此福德乃至成佛而言 上文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即成佛之心 与此具真风相对 可见不住相不失 即成佛之法门 无上甚深为妙法 即止般若 即生即细 故本经句句如包交 不亦了解 说者须设相关心 听者亦须设相关心方可 经文处处言不住相 而又处处言福德者 正是部落二边之意 不住相 非即福德不可思量 必不失而不住相 方是福德不可思量 大乘佛法 乘说杀说 横说述说 面面俱缘 罪要是破直 亦有直即落二边 不着有 即着空 不是中道 听法看经 亦须面面观之 躺着一边 即不得受用 佛说了意 不说不了意 说得彻底 上恐听者不明 说不彻底 如何能令人了解 听者亦然 否则般若知理 不得了解 顾须面面说 又说而不说 留一点让听者去想 若将极深道理 依依说尽 则听者不复用功 顾古来禅宗祖师 开示学人时 横流半句 待人自悟 否则专是抄写讲义 自己不在此中努力 打一个金斗 有何用处 看本经上文 明明说不住六成而行不失 盖已住于静 则心不清静 虚亦无所为方可 然此处则说福德不可思量 岂非上下文意义冲突 耶 福德非即相忽 何故处处言不住 又处处言福德乎 虚知上文叫人不住六成 是教人不执着 并非灭却六成 下文有语法 不说断灭相可证 盖修行即有境界 不是不要境界 脱境方能起修 不失而讲福德 即只是人以下手方法 故教人学佛 必须脱境方可下手 自己学佛 亦必须脱境方能下手 本经说不住六成 而弥陀经全写极乐世界之六成 看似相反 实则相同 且正可见净土境界之高 苦恼众生 其心动念 不离六成 净土法门之妙 再改变众生之心 而观想极乐世界之六成 即不住空 由此而脱离五浊之六成 即不住有 故佛法至心 不重降伏而重转移 使众生心转向佛境之六成 即脱离五浊之六成 二边不着之下手方法 即在此 此、此、欲明 须菩提 于亦云合 东方须空可思量部 不也、世尊 须菩提 南、西、北方四为上下须空可思量部 不也、世尊 不也、世尊之不字 古得诸经读为福字 字书尚无此读音 盖古者一经 于梵文无相当之字 往往用近似之字 而令读一音 以为区别 亦亦经之苦心也 如各经中凡欲解字 均读解音 所以表明不但文字疑了解 并疑消归自信 不及文字 不离文字 方可 此处不自读福 是表明不仅作否觉一解 含有唯唯 否否之意 大概下文无解释 是作否觉解 下文有解释 是不完全作否觉解 虚空无相 而不具诸相发挥 此与罪已牢记 平常眼光以为虚空是一切无有 乃小臣之完空而 实则虚空乃包罗万象 大臣经所说虚空 正知包罗万象而言 其中有无数相在内 方显虚空之大 佛所说空 皆应如此去领会 虚知魔所不容 乃是第一意空 所谓空而不空 不可思量云者 非为其无相不可思量 正为其魔所不容 方是不可思量 举一东方 右臂举南西北四为上下者 并非贤文 正显佛说随举一法 皆该十方也 佛说法面面俱缘 不可从一面去观 如华言砖表重重无尽之意 盖佛说法从无量无边性海中流出 故重重无尽 虚空不可思量 若以为止欲福德 人是从一面观 实则欲不住相不失也 然佛以虚空未比喻 仅说东方 亦已可了解 何故又说四方上下 四有五意 一 随举一法 当体即空 均不应住相 虽虚空亦然 二 虚知东南西北四为上下 均是假名 望东乘西 望南乘北 本无一定 可知一切法 亦均是假名 无有定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三 既然十方皆是假名 假名是相 故不可住 我与众生 亦是假名 亦不可住 然一切法皆是同体 在性体上原是一个 如此领会 方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如此福德不可思量 如此不住 相不失 及佛境界 福德之大 岂凡情所能亏策哉 四 十方皆在虚空之中 实则皆在一念心中 虽说十方不爱 同一虚空 虽同一虚空 不爱十法界 令人领会因果同时 不爱一法界 一法界不爱因果 五 举十方则虚空无相 而不惧诸相发挥之理自明 从此观照 乃空有同时 虽空有而圆融自在 方可明不失 不住相 不住相 福德不可思量之意 以虚空谓欲 而复举东南西北四 为上下谓言者 并非贤文 实观要义 且不可乎 一 十方皆在虚空中 使之十法界同居 人人一念心中也 二 随举一方 皆是虚空 使之随举一法 当体即空 三 三 然则东南西北 四 为上下 皆假明耳 使之我人众生 乃至一切法 莫非假明 四 既皆假明 故虚空原是一个 使之我人众生 乃至于佛 种种差别 曰假明之相言之耳 曰性体言则一也 顾曰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顾曰一法界 须知众生已不达一法界 顾不觉自动而有无名也 五 虽有十方 而不爱同一虚空 虽同一虚空 而不爱有十方 使之实法界因果森然 而不爱同一性空 虽同一性空 而不防实法界因果森然 此即显发虚空无相 不具诸相发辉之理 如此 空有同时 存敏自在 方是虚空不可思量 方族已欲不失而不住相 不住相而又不失之福得不可思量也 若但言虚空 乃偏空而 其般若知第一亦空 又贺族云虚空不可思量也 所以言虚空必兼言东南西北四为上下者 理在于思 当如是之也 如是之者 乃为正知 乃为正知 子 三 法和 须菩提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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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无助相不失福得亦父如是不可思量 十方族 十方虚空无相而不爱诸相发辉 正似不失不住相 不住相而不失 正似虚空不可思量 菩萨能如此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方式被称何觉 尚文言不住相不疑 上文言不住相不失 此处不自亦无自 大有生意 盖善男子 善女人 激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有成佛资格 故教以不住相不失 此处教之用功 必须达到真能无助 无一丝一毫之未尽方可 鬼三结是正住 须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交住 归结到无助乃是正住 正只应我所住 又答应云何住 上文皆说不住无助 此呼言如所交住 亦未应依我所说之教而住 明是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不是断灭 完但应二字 可见除以我之不住无住外 别无他住 且含有降伏之意 降伏即降伏此住也 又但应者 亦未应如我所交之不住 二边之住而住 方时正住 住又有主意 但应依我所交之二边不住 去修行 本以不住为主 否则非大成佛法 此发离相心即不住于相两颗 相互发明 前言相伏即含魔所住之意 此言不住即含相伏意 故相伏即不住 两世即一世 修行下手 即是一世 舍不得即为只有我见 佛言舍 即破我直 此我只能舍一分 即破的一分 一层一层破去 至于就尽舍 我直方破尽 等觉菩萨 上有一分法之未破 必至佛果 方就尽舍 故佛法自始至终 直一舍字 舍着 正是不住空 不住有 即是离相心 心量带道 无量无边 方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心量狭小 又无能舍 佛不说住 成佛上不住佛像 故禅宗祖师 完全用金刚经方法 对学人说半句 而不说破 令学者去思维 左右不是 右又不是 将妄念打得落花流水 呼烟脱落 正是妙筑 鬼 四 更明所以 分二 此 初 问答是明 二 产意应许 子 初 又二 丑 初 问 四 答 丑 初 问 须菩提 余意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部 古德说 菩萨蛋应如所教住指 一部金刚经 大意已静 以下是一众一众断移 断移故事 然意意犹未完足 金之分科 用更明所以四字 煞费斟酌 盖所以然不明 方有疑 若知所以然 则一字断移 身相二字 旧解皆指三十二相之印化身言 如此则 如此则下文三十二相 岂非重负 金刚经一字一句 皆有身意 绝无重负者 此身相二字 应就众身之本身言 如来二字 指众身本有之法身言 上文处处言不住相 不住者 即令人会相归信也 众身之心 称如来藏 是言众身本具法性 不过藏在人我 法我之中 佛教已不住相 即令众身自见所藏之如来 如此解释 比较亲切 佛亦若未 如等众身 能就身相见 如之本性也 此刻是将上来所说之理 再说明其所以然 上文所说种种道理 最紧要者 即反复成名不住于相 而均归结于 可以身相见 如来一句 上文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得不可思量 佛亦说明其故 然尚未说其所以然 盖不住于相 要点击再正性也 一切凡夫 从无始以来 只认的一个相 故向外持求 被绝合成 将本来面目忘了 上文言不住法相 不住非法相 法者 指一切事事 物物 无人之臭皮囊 是一切事物中 所最执着者 无始以来 即指此为身相 将假作真 殊不知是 无常生灭 即见解稍高者 知此身如患 然上执着喜怒哀悦 之以发者为情 为发而无动者为性 彼以为心之观则思 思则有所禀受 推其缘不可得 以为受之于天 故云天命之为性 世间皆如此见解 此与佛法完全不同 彼所说无动作者 正是佛法所说之相 佛所说之不动 则无论七八十之恒 审思量 表面上仅是动作其灭 而性则不动 即喜怒哀悦意识 动作其灭 如物以为发者为性 即必为所束缚 世间上自圣人 下至于夫 完全是此种执着 总不外乎生灭 故须认得此不生不灭 知主人翁 方可不畏相转 而相为我所转 不随生灭无常中走 即可以乐生死 佛令人不住相 吃井用功在此 佛法千言万语 所说亦不外此 本经开始即说不住相 即令无人认清此点 直相即这有 不直相即这空 是一切凡夫之通病 小臣与凡夫相反 了知生相是患 即喜怒哀悦之未发意 是相正的偏空 而了生死 出三界 然佑的一病 病在这空 此空仍是相 大臣起信论说 空者空其妄念 必连起心动念 知喜怒哀悦 未发者亦空之 即住于无相 以为偏空便了生死 不知者空 又住于非法相 故佛斥其不合 须知有体必有用 有信必有相 相来说凡夫之执着 不外随相追求 只需知相之虚妄即可 如幼执着空 即堕于断灭 性与相是不一 性是性 相是相 体是体 用是用 故不可灭相 灭相则如物之有底而无免 性与相又是不一 相即性之表现 性即相之根本 有根本而不表现 是有体无用 故佛不住涅槃 何以故 一切众生 正执着此相 若佛不表现此相 不能度他 故正性体原为其行 若小乘者 佛所以赤位焦牙拜种 多无畏坑也 此刻文正发挥此理 彼之佛令人不住法相 又不住非法相 之所以然 佛教人修行 原为度众生 躺跺无畏坑 如何能度 故般若要在二边不住 必不住有 不住空 方能称性 又性是无相 无不相 无相故 不可这有 不可以住法 无不相故 不可以这空 不可住非法 正为性是无相 无不相 故凡夫只有一边 见不到性 小乘只无一边 亦见不到性 千经万论 无非说明此理 大德著书 亦无非发挥此理 故此处身相 不应就佛身说 必就众身本身体相上说 上至佛 下至一切众身 皆是此相 佛正得法身 故称如来 一切众身 喜怒哀悦 起心动念 本事不绝 然能成佛者 亦及此众身心 故此心即是如来 不过为无名所必 明知曰 如来藏尔 佛问此语 是试探须菩提及大众 乃至未来众生 究竟我上文 所说不住相 如何可以相上见信 亦 躺达已可以见如来 则住于法相 是凡夫 躺达不可以见如来 则住于非法相 是小臣 丑 刺 达 幼儿 迎 出 双名 刺 是臣 迎 出 双名 不也 是尊 不可以生香的 见如来 自来读金刚经 不可以生香的 见如来 做一句读 妙续持诵此经四十余年 在十余年前 偶然悟到 应做两句斗 燃上不感觉 后读南岳大师讲法华经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所谓诸法如是相 如是信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圆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 有三种断句法 方感决定分作二句 但此等方法 为空宗之经 即罗石大师所义之经 可以用之 就解生香 当然是空 从法身上说 应化生意是幻香 故云不可以得见如来 但亦有未尽 照此解释 则诸于非法相以 须知 不也 世尊 知不 是唯唯否否 不可完全做否觉解 既答不可 复说可以 故事双明 且果全是否觉 下句何必加以的字 须菩提意味 不可以相做性 就身相见如来 然相由性献 亦得以身相见如来 顾下文又有如来 所说身相之声明也 做一句读 于事实上 道理上 文字上 种种说不通 倘如此答不可 以身相见如来 须菩提上 指物相 是相 性是性 人是小成见解 落于偏空 不是第一 一空 何以能称解空第一 旷前八会皆是须菩提当机 且曾带世尊宣说二边不着之理 何以至此反不明了 耶 此与事实不合也 本经发起序中 世尊于穿衣吃饭 视现大空三昧 众人不知 须菩提以悟得其理 意起口即赞叹 稀有世尊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明明见得如来之事 现凡夫相 见得相不障性 何至今世尊两番开示之后 人只见得一边 性相不容 则前文昔有二字 即无来力 如来善互念二语 亦了摩亦未 此语道理不合也 又照此读法 完全是否觉 则不也是尊一句可了 何必罪以身相见如来 又何必加以的字 于此文字上不合也 因此事尘 何以故 如来所说身相 即非身相 如来所说身相 即非身相 是二边双照 性即相之体 相即性之用 相非性不容 性非相不显 离相即无所谓性 离性即无所谓相 但看执着与不执着而 这相者 相即为障碍 而不得见性 故达言不可 苟不执着 即相可以见性 相如物之表面 性如物之里面 躺物之表面 如玻璃明彻 即能见其里面 故达云以身相见如来 盖不执着 即不落二边 正不必如小城之灭色明空 灭相而见性 即下文不说断灭相也 般若之理 全在于此 需要关照 仔细用功 约相说是身相 约性说当体即空 性本无相 约相说像是相 性是性 相是虚妄 性是真实 故达不可 约性说相本是当体即空 性可容相 真实之理即显 何必离虚妄之相 得见真实之性 故达的见如来 能知相空即的见性 如此解释 方与须菩提当机请法相合 众人见佛之穿衣吃饭 是献凡夫相 即这凡夫相 不见如来 虚菩提由相见性 知佛之不住相 即见如来 故此正是双明之事成 此次产意应许 分而 丑出明性本非相 次明即相见性 丑出明性本非相 佛告须菩提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结经者安 佛告须菩提 是下文道理重要 此句即是应许 以下更推广言之 方才一问一答 只说身相 实则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如说不可胜是 概性本非相也 此妄自是广义 虚妄由言虚假 即知是虚假 应回光返照 不可向外持求余香 从速归性 性本真实 岂能以虚假 见真实 知此则凡夫之 并可免 不知堕入轮回 丑 四 明即相见性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诸相即一切相 即凡所有相 只需彻底明了 一切相皆是虚妄 即不逐妄 即知有真 故见诸相非相 则相不能仗性 即见如来 何必灭相 即相可以见性也 汝达的见如来 即是 见字亦有功夫 要真能见诸相非相方可 若只是说理 即不能见如来 则自 历来流通本作及 此一唐人写经作则 则与基本可通用 但做便自解可通 做就自解则不能通 凡所有相 即是虚妄 皆不当住 故上说法相 说非法相 即包一切相 佛说不住相 即是令人见如来 若知硬化身 即不能见法身 故不住相 即令人见性 又不住相 是不执着 不执着 即不为相所转 并且相反为我所转 故只虚了知是虚妄 不必断灭 且亦不可断灭 盖相本由信献也 佛令人对世间法 不可执着 亦不可厌恶 凡夫直相 是住法相 而生烦恼 修行人厌恶是法 又住非法相 而生烦恼 虚知性本无相 无不相 不能断灭 无人用功 须先观照 久久方能照住 最后能照见 依佛说二边不着去修行 行来行去 至功夫纯熟 身之又身 方式般若波罗蜜 方真见诸相非相 即心经所谓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也 心经之色 即此经之相 受相行时 即喜怒哀悦 起心动念 照道皆空 方式诸相非相 皆空即是三空 非小成之但空 故又云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如此说色与空上是两绝 故又云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此即空有同时 此与凡所有相似聚相通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与空即是色通 一切假明 当体即空也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与色即是空通 色即空 可见空不在色外 何必灭色明空 故云则见如来 见如来 即见性也 不知灼香 即能度一切苦恶 苦恶无量 举其大者 凡夫之分断生死 小成之便亦生死是也 凡夫身有长短 命有受腰 流转生死 未知分断生死 小成正的性无香 既得体 本可献香 彼为苦 不肯入世度生 心中其为细生灭 佛名为便亦生死 若见如来 即能度此等苦恶 度苦恶由于见如来 见如来由照见 故用功罪要是作官 此刻经文 若消归自信 则欲一切相识 第一不公夫 即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至于色身相未处法 则观诸相非相 或已在尘劳不义 作官未夷 请就上海言之 无人终日所闻者 车身 人身 种种轩绕身 须知此等身 皆其灭不停 此等昔来 让网之众身 皆忙于衣食 不由自主 然此时非车身 人身 种种轩绕身 乃无常苦空 无我之身 当体即空 然明明是身 而如此作官 则不着有 不着空 乃是般若波罗密多之身 故经文无论何惧 皆可作官 行住作卧 不离这个 则受用无穷 如此一文字起观照 先须我去读经 是经转我 至于作官 则是我转经 经转我 则已经转移凡情 我转经 更为重要功夫 此刻经文 是说明上文之所以然 即降服其心应魔所著等之总结 故依此文观照 与观照上文无异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见如来即见性 见性即不住相之所以然 见性见得一分 即初的菩萨 即不退转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见得究竟 即成佛 即上文符的不可思量之所以然 成佛见性法身显现 偏满虚空 即上文用虚空作比喻之所以然 虚知本经说来说去 皆说无助 前文不住于相 即是应魔所著 因此一开口 先说降服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即交无人不住 灭度无量众生成佛 只是无人发心之法门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又将此法扫阙 此即只是无人不住法相 后说菩萨应魔所著 亦叫人不住法相 行于不失 叫人不住非法相 虽父说但应如所交著 亦死人是叫人住于无住 即古德所说但求忘息 莫更密真 真即真心 又即真如 应者如如平等也 何以如如平等 性体本如此 有此性体 即能现象 故正的者 不可存此真心 若一密真 即是六七十 即成为妄 古德未知直义 直义即盼真妄 未二 不是平等 故说应如我所交著 以降伏忘心 凡夫君是忘心 必忘心分分除 真心方分分现 但求忘息 莫更密真 即此意也 凡所有相皆是虚忘 宜住即忘 故前文开口即言 降伏不言住 何以又说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此事说不住之意 躺能见诸相非相 即见得真性 此即上文不说住 而说降伏 但应如所交住之总结 与此可知 金刚经行文 如天马行空 而说里则细真密履 处处开 处处结 读此刻文 如其风突起 看似与上文不结 实为上文之总结 正如虫山叠水 层层包裹 处处有来龙去脉 处处有结血也 旧文字说 一面说 一面扫 正是不住法相 不住非法相 真足当文字般若 读此经 讲此经时 在前文须将后文摄入 在后文印回顾前文 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即与下文若以色见我 以应声求我 似具即相照应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与下文与法 不说断面相 亦息息相通 更明所以一颗 有四要义 一 上来 但以虚空欲服得 不可思量 是明印不住相 行尸之故 此中更明若不住相 则能见如来性体 此服得之所以 如虚空 不可思量也 二 上来说不住相 防不了这一味灭相 此中更明是不取者 并非断灭其相 所谓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此事不住相之所以也 三 上来说应行 印不住相 防夷不但一切众生 皆有苦果之四大五蕴 生相 即是尊及果义 现账六八尺三十二 生相 云合不住 古人但举如来 果得之生相 言 经味亦可通于一切众生 于亦教缘 应下文明言 凡所有相顾 又向后更有可以三十二相 见如来 否知问 乃是专指果得故 经名其皆不可住 约果得说 住则不能见如来 约苦果说 住则不能见本具之如来 藏语 此事但应如所交住 亦即应不住相之所以也 四 小臣信相不容 既已因深色相为佛 其自修又取舵者无味 经名供佛须不着色相 而见如来 自修亦不应空 但不着相 则色即是空 相即是性 性相缘容 无碍自在 此正是尊说般若法 令得回小相大之所以也 心 四 深信 分四 人 初 简是根基 四 明其福德 三 解显中道 四 问是正成 人 初 又二 鬼 初 问 四 答 鬼 初 问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 得文如是言说张句 生时性部 本经凡安须菩提摆佛言者 是正重其事 以所言皆最要紧之道理也 颇 多也 如是 纸上文明是一科而言 言说 即上文所说之法 张句 非一张一句之位 罗石大师 随顺此方成语 汉人至今之解说 多称张句 此二字 指上文所说之道理而言 实性 非悠悠泛泛之性 即能了解如是言说张句之真实义也 须菩提词问 重在实性 即开是无人对如此言说张句 必生真实性方可 上来世尊所说 甚深甚深 一切众生 文者当然生性 然能生实性者 多也 否也 恐怕不多 盖道理如此之深 生实性者 非上根力至不半 然此等根气是不多见 究竟需上根力至也 亦不必上根力至也 鬼 刺 答 幼儿 此 出 简能性之机 四 是素根之后 此 出 简能性之机 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结经者 安佛告须菩提 是所言重要之意 莫作是说一语 是尊之堵塞须菩提之口 令其不可作是说 不但现在大众能生实性 即如来灭度以后 至后五百年 有能持戒修福者 即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其能生信心 即以此张句 未真实意也 为持戒修福之两种人 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其他即不能 以此之词 亦指言说张句 为使者 言能明了此经道理 从此用功 所以能生信心 全是以此为实 古来许多大文人 看过三藏 不止一遍 问其修行则毫无 即作不以此为实之病 以此为实 正答须菩提生实性 不知问 须菩提之问 一是令人须生实性 一是律甚深之理 非大根器不能实性 用意一事 佛何以堵塞其口 此含有三要义 从下文可以看出 一 是不可轻视众生 后五百岁 尚有其人 何况现在 二 不可阻人善念 使身退屈心 观下文于无量 千万佛所中诸善根可知 三 不必上根立志 只需持戒修福之两种人 便能生信 一二两义 即从第三义生出 盖持戒修福之两种人 智慧均不见高也 持戒修福 皆求福报者 比对圣身法门 远有退缩之意 故佛借以莫做事说 以上上是浅言之 其中更含有深意 莫做事说一语 正对弘扬大乘佛法之人而言 不但对当时 并对后来弘扬大乘佛法之人而言 不但借虚菩提不可做事说 现在无人意不可做事说 佛之本意 是要竭力弘扬斑若法门 本经是须菩提起请 前八会比上代佛宣说 可见须菩提是弘扬斑若之人 下文吕说 有能受持读诵 为他人说 佛之希望弘扬斑若 于此可见 倘虚菩提是说 其弘扬之本意耶 然弘扬斑若 正是不义 如我国自诵以来古德 见斑若法门难修 多不愿讲 以为众生业生障众 种种者乡 不义领会 又恐人闻此法门 反堕偏空 甚至沉恶取空 不如不讲 世尊早见及此 故以莫做事说未解 讲般若所以反堕偏空等病 乃是讲者不善弘扬 非闻者之过 须知般若正是佛种 本经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苟不讲 则般若道理永不能明 岂非断佛种 耶 故不得不竭力弘扬 下文所以有何单如来三秒三菩提之语也 静待大德 多不讲般若而讲三菩提原容 实不易了解 佛言三菩提在法华会上正在宣说般若之后 顾佛欲见莫做事说要须菩提弘扬此法门 亦为辱不弘扬 如何能令人了解 生实性 辱但律即众生不易生性 而望却弘扬般若知大事 其兮可哉 不但此也 辱不弘扬 及祖人善念 故以竭力弘扬 然弘扬如不慎重 却又不可 佛讲般若 以示晚年 初成道时 先说华言 盖贤劫之中 释迦牟尼以示第四佛 去佛久远 不能不将佛境界完全说出 然即回头讲阿涵 是令人攻行实践 待人跟见熟 即讲方等 将大臣之理说明 令人回小向大 即此方讲般若 可见此法门须慎重 既要弘扬 又要慎重 顾必简则持戒修福之根基 佛亦未辱恐人 不亦生实性 又律生实性者不多 只需依我所说弘扬 从实践上用功 则听者不至一物 但看弘扬者之方法如何 和律文者不生实性 莫做事说一句最要紧 竟未来计知弘扬佛法者 皆当如此 如来灭后 灭即灭度 灭度有二意 根本意 即止不生灭之心 所谓生灭灭以 寂灭现前 明知约涅盘 后来借用 凡一切佛菩萨缘迹 亦明入灭 灭后者 指佛之一切 生灭相寂灭之后也 当是硬化生灭 如来是法身 何故说灭 此有惊傲之道理 佛要无人了解 特说如来灭者 有三要义 一报身 应化身皆是相 灭者是报身 应生之灭 如是尊之穿衣吃饭 是现凡夫相之灭 是应化身灭也 报身亦从法身显现 既有显现 亦即有灭 此不说应生 报身灭者 即明是如来 不负在现 应生 报身 要无人警觉 虚之如来 所显之应生报身 尚是生灭 所谓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何况无人之臭皮囊乎 又无人生相 生不知其所以生 灭不知其所以灭 完全为业力所迁 自己不能做主 佛则不然 虽应生报身 是生灭 然如来自己做主 要生即生 要灭即灭 无人皆有如来藏 应从速回到本来面目 二 正的本性名如来 然法身无相 如何可见 可见者即相 即菩萨所见 不过法身所现 其至报身 凡夫所见 是法身所现 其至应化身 然躺能见应 申报身之非相 者 则见如来 故要见性 即从非相 而见 不可入于断灭 故警告无人 见如来 已不容易 须勇猛精进 以正得知 无人要见如来 当从性上求 说到性 则我与如来 自他不二 能在自己性体上 理会一些 即是见如来之机 三 如来之报身应身 还是入灭 还是相 但不是永远灭 还要视现 虚之报身应身 人是法身之影子 无人之法身不灭 即报身应身 又有视现之机会 古来有见 杖六经身者 有勇猛精进 如罗汉之剑 千尺佛身者 有见如须弥山之大身者 即菩萨所见之报身 又如智者大师 筑法华金碧 清见灵山会上 俨然未散 皆此正也 顾第一意 说如来不再 是现报身应身 令无人警觉 第二意 令人知要见如来 须在自身上用功 第三意 说如来不灭 知要用功 尚能见到 后五百岁据 自来有三种解释 一 以后对如来灭后之后讲 即止如来灭后之五百年 二 以如来灭后第一五百年未前 第二五百年未中 第三五百年未后 三 说如来灭后第五个五百年 盖正法向法各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此正直末世之初五百年 如来灭后正法千年 初五百年 解脱坚固 次五百年 禅定坚固 所谓解脱 即正的班若波罗蜜 度一切苦恶 坚固者 众生根器坚固也 次五百年 根器稍差 然能助于禅定 此解脱与禅定 正式定会 故称正法 向法千年之初五百年 虽亦有解脱禅定者 然以甚少 专世奖礼 不重实行 故云多文兼顾 须知看经重在做官 图世多文 如数他家宝 自家无半点分 又明说时不保 世尊对阿南说 多结以前 与我同修 至今人为佛之事者 其病即在专悟多文 四五百年 虽多文者亦少 众生只知修四造塔 故云塔四坚固 此一千年 佛法行事上市 以施佛之本意 不过相像而已 故称相法 至末法之初五百年 佛法更衰 众生只知斗争 即新名词所说之奋斗 印度佛法之早灭 其原因在相法时 已多斗争 我国亦然 在唐朝中叶 禅宗静宗相宗 均其门户之真 故云斗争坚固 本今后五百岁 正指此时 现在则又在末法之更后 五百年已 故佛说此时 若有人能看经 是真不可多的这也 以此为时 正是能持戒修复者 此有四亿 一 般若使正智慧 慧由定身 定由戒身 故欲起般若正智 需从戒用功 否则为由身定身智 凡夫能持戒 方能离外染 如不持戒 则心不清净 不能设心一处 不能做官 如何能身般若 躺步由持戒而欲生智 则堕入恶取空 亦不可知 故福会双修 如车两轮 缺一不可 修行者能如此 方能成两足尊 且两者需平等 不可轻重 有人说 只要智慧 殊不知众会轻浮 即缺少大悲 万万不可 故诸佛教人发大悲心 本经开口即说不失 足见修会 不能不修福 若不修福 则与众生无缘 不但无缘 即修行者之相好 亦不能具足 弘扬佛法者 相好一观重要 故佛经中处处说 佛菩萨之相好 罗汉之相 即不如佛 此有道理 前说正得体后 要献相 均为众生 众生见相好者 亦于清净也 般若法门 是令人成佛 持戒修福 是成佛根基 二 须知持戒之人 必少欲知足 贪欲较少 此类人修般若 方不出毛病 盖修般若须离乡 贪欲多者 绝不能离也 修福者必生性因果 是人要得名利 依照事法去求 此类人则照佛法去求 故生性因果者 绝不至偏于断灭相 不住于相 则持戒者最疑 不入断灭相 则修服者最疑 如贪欲多者 亦闻般若 毛病甚多 有曲解不住相 以为为恶不防 放言高论 无所不畏 反自以为身得般若之理 甚至杀身淫乱 而皆以为不住相 故佛不取此类人 必减少欲知足之人 三 前文说发心形般若 应行不施 不施即舍 此两种人即能舍者 持戒能舍于世间之欲 修福则舍自己之财产精神 以为财 法 无畏 施之于人 此正何般若道理 四 修此法门 宜先将非法相 以门堵塞 持戒修服 正是堵塞非法相 只要再在法相上 久久观照 与法相不取者 即可成就 故佛简此两种人 可见持戒修服 无异于正只学般若法门之人 又即是对无人言 若要学般若 虚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不作恶世界 行善是福 切实履行 将基础住故方可 此两种人 是谨小甚为 能放舍一切 否则不能入般若 能生信心者 以信未入道之门也 必如此实行 方能入门 否则单是讲说 不能入门 有人说持戒修服 是修般若知根本 先堵住偏空 此故然已 然上有疑 经中明明说 以此为实 此两种人 毕竟智识不足 何能明了本经之真实要一耶 此有紧要道理在 何以故 蒙佛加倍故 此类人是佛所减定之根基 若能依佛说 持戒修服而行 必蒙佛加倍 即能以此为实 学佛者定须行住坐卧 时时刻刻 求三宝加倍 无论修和门功夫 均如此 即讲经时 亦须将平时之剑 抛开 求三宝加倍 若离此观念 即是为起信心 即如念佛 于念时 非将平时之剑 一切抛弃 心中亦无所有 专亦求弥陀加倍不可 然又有人说 如此则学余夫 余妇即可 何以佛又说须读诵大臣经典耶 此有二意 一 明了经典 则功夫加甚 将道理运于八十田中 一旦相应 则三明六通能一时发生 二 果真能信 应学余夫余妇之信心坚定 无奈世间中等人多 不肯自居于余 固定虚令之明理 古得著书 开端多有求三宝加倍之语 大菩萨作论 论前亦有成佛 微神立故 此事真实不虚 非依赖性 亦非迷性 躺无此等观念 则有意我见存在 将自己性灵障注 著书作论 如何能彻底 故非将我剑完全抛开不可 世间法如孔子 动辄归之于天 亦得此意 汉以后学者 即不知之 此 四 世宿根之后 当知世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 上科持戒修服 至以此为时 此刻正未知做注解 世人即止持戒修服者 指明世人 不说人等 可见持戒修服 虽说两世 时世一世 二者均不可缺 一佛至二佛 时间以及长远 不知多少结束 何况三四五佛 可见世人善根种的极远 而世尊又说上不止此 已于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且千万之上 再加无量二字 则时间乃是不可说 不可说之长远 世人不但修一善 并修诸善 诸善指六度万行而言 可见世人于般若 已修得极其长远矣 种根 正对持戒修服言 世人种根已极深 是诸善合成之根 真所谓难能可贵 世尊于过去无量之事 均兮知之 此说是真实不虚 就无人凡夫眼光观之 世人持戒修服 以何道庙 何以故 上文是尊对须菩提意开口 即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是发大心 先硬度深 即不落空 似时无众生的度 不住于相 似说大行 应摩锁住 先说不住相 似说行于不失 躺住而不行 即是落空 此二段文 世尊叮咛告诫 必不落空 方可发心修行 世人下手及持戒修服 岂非与世尊所说 先不落空 暗和乎 又发起续中 世尊欲说般若 先是献凡夫 这依持波等即持戒 又令众生生惭愧心 即修服 世人持戒修服 岂非又与世尊本意暗和乎 可见非久远以来 种善根者 不能如此暗和到妙也 官世尊语气 似乎是极力赞叹世人 其实是鼓励无人 始闻此言说 章句者 即当时行 故对虚菩提 有莫做事说之戒词 以为若如虚菩提之说 后知人 必以般若为难修 尽至高推圣进 其实不难 即在持戒修服下手 此事是尊之大慈大悲 虚菩提 岂不知发心修行 虚不落空 不过代众生请问耳 亦是大慈大悲也 无财苦恼众生 如今得闻此言说张句 亦是稀有 亦是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者 倘不如此 则于甚深为妙之般若 不可得闻 即闻亦等于不闻 无财已在幼后之五百岁中 斗争更为坚固 竟能来此的独诵受持 必是不愿竞争 少欲之族有持戒之资格者 如此 无财即不遗忘自菲薄 以持戒者 更宜用功 再求坚固 为持戒者 应照佛说去持 则诸佛必大欢喜 以此重的善根 于此发芽 无财有此资格 又有世尊加倍 可不自免忽 以此为实 既明真实义 又能修行 六度之中 无论何度 皆归于修福 不施不必定要破产 但量力舍少数财 与人有益 即是财师 为人说法 或诵人经典 即法师 并非难事 又劝人学佛 必劝之持戒修福 见不持戒者 更要劝 又见以持戒 尚未知般弱者 更要劝之实 明般弱 此福德之大 不可思量 何以故 以世少龙佛总故 又要劝人 从速修习净土 求生西方 须知般弱与净土 关系至深 前说学般弱者 须先不住相 不住相方 能就文字般弱 起观照 观照公身 而现实相般弱 此即是性 修行下手 先观照 最后要现实相 此神不容易 在娑婆世界中 种种恶诱 如何能极现实相 顾大菩萨修行 发愿修三阿僧止节 不知经过多少轮回 世人善根故后 然至千万佛 无量节之长时间 上知是能生信心 可见业障深重 顾必发愿求生西方方可 又如上文发大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此等度生 上至非非享天 下至地狱 无人即发此大心 如何能去度 此时令无人先观照 原生平等之理 若欲满怨 非先振性不可 欲振性 不可不先求生西方 生西不是为自了 原为度众生 方与弥陀本愿相合 为满大愿 可振性故 故普贤行愿品说 虚空无尽 世界无尽 众生无尽 我愿无尽 此非与本经广度众生之愿 完全相同耶 可见般若法门 与净土法门 是亦非二 必有此大愿 弥陀方来接引 往生不畏自了 有往生法门 方能成就般若法门 世人持戒修福 亦即不容易 已清净过许多佛 但种善根 可见成就般若法门 应清净弥陀 实相般若 方能献前 永明禅师云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故学般若者 虚速修念佛法门 修净土者 亦虚速修般若法门 如不明了此地一意 徒念佛者 恐只生下品 故提倡净土法门者 不可仅说念佛为止 虚知修净土 正未满大愿 仅仅念佛下身 不能闷也 永明禅师之无 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此即只可劝于人 不可劝力跟人 世人忽略的见据 只注意万修万人去据 以为不必依照十六观经之修观 此事错误 观经明第一意 正是般若 若只生下品 不能见佛也 人 赐 明其福德 分而 鬼 出 正明其福 赐 事显其故 鬼 出 正明其福 文是张具 乃至一面身尽性者 虚菩提 如来西之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文是张具 是指定持戒修福之人 此文字与上文的文 如是言说张具之文字相应 文的如是言说张具 以此为实 方能生性 静性二字 正指实性 何谓静 即后文之性 心轻静 则生实相 是人切实用公观照 久久如此修行 一点不着 静性极深 一极实相 此静自非对染而言 是绝对之静 空有二边接不着 故事实相 乃至者 超略之词 深静性 有静念相继者 有多念者 最少限度 是一念深静性 不能多念 亦不能念念相继 此乃至二字 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 下文称 下文称是诸众生 然无论功夫浅生 如来西之西见 一念 即起心动念 生者 即龙树所说一切法不生而般若生 可见非十分用功 不能地生 且一念相应 即静念相继之根 静念相继 即从一念相应而来 此一念清静 无人得知 唯有如来能知能见 盖尽心是无相 非肉眼天眼所可见也 然此说尚非根本意 虚知此句 正是深静性之注解 如来是法身 是人一念相应 即与如来心心相应 光光相照 顾如来西之 是性中之 正是勿彻佛性 如来西见 是性光照 正是初开佛眼 此功夫是乐不得 故古人云 一念相应 一念是佛 即是佛 福德 俱可思量耶 此二小科 正未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做注解 当知世人起 至已于无量千万佛 所中诸善根 是说明持戒修福之音 文士章句起 至得如是无量福德 是说明持戒修福之果 世尊极力赞叹世人 正是鼓励无人 发无上心 发大愿 起大行 而得无量福德 又须菩提莫做事说起 智得如是无量福德 正未前明世科应 如是降福其心 智则见如来做注解 上文是说其理 此则举出 是人以证实之 须知为持戒修福之人 方能如是生性 如是生尽性 如是的无量福德 本经文义处处相应 脉络贯通如此 鬼 四 是显其故 分而 子 初 正是 四 反显 子 初 正是 何已故 是诸众生 无父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此事正面是生性得福之故 何已能生尽性 何已能得无量福德 虚事除却分别心方可 分别祭除 正性自现 及龙树所说一切法不身为般若生 是人虽未能般若完全现前 然以生尽性 与如来心心相应 光光相照 即得无量福德 此正不容易 由分别妄想祭除 乃能无父我相人相众生 相受者相 是诸众生句 包括圣广 上文一念生尽性者 指程度最低者言 上有多念相应 敬念相继者 故云诸众生 无负二字之负字 应注意 严是人我执以空 不负再有 无法相二聚 严是人无法执也 四相由执我相而起 佛经说四相者 意义甚多 经举其与本经弃合者 有广辖二义 辖义 即止止五蕴色身 此即我相 凡夫同病此直 一切忘不了 不但现在 还记及未来 死后或升天 或升大梵天 所谓普特加罗 因此起种种妄想 相综称为便记所值 未来与现在 是对待的 在对待一方面看 是人相 由此身起 甚衰苦乐 种种等 是众生相 在即五蕴色身 命根不断 是受者相 此皆就自己 五蕴上 种种季度分别者也 广义 即我种种分别 对待即人 不止一人 即众生 此即相续不断 即受者 义起执着 即有能知所值 能及我 所及人 种种分别 即众生相 能知所值不断 即受者相 要知四相 即从我见开出 开即四相 何即我相 世尊何以开出而说 有妙意在 我见即分别 指我即七时 其分别即六时 班若时正至 如要时相 班若现前 非将六七时 转移不可 六七时转 五十八时同转 故世尊屡说四相 四相空 即我之空 又名人空 我相是从身上起执 法相是从法上起执 无法相 即法执空 亦明法空 非法即是无 即是空 亦无非法相 是空亦空 又名重空 又名俱空 班若显三空之理 以潜直为主 人我空后 又执法空 还是不可 故必重重浅之 连空亦要空 古人称为穷空到底 此与偏空大不同 故名圣一空 又名第一一空 此世上科已身尽性者 即能到三空 三空包含许多道理 其广无量 其身无底 普贤行愿 所谓圣身教海也 一三空说 无四相是我空 无法相是法空 无非法相是空空 其时即是除我法二执 无法相是空法执 无非法相亦是除法执 非法本无法 然却执不得 亦执亦成非法执 故无法相之 法执空 是第一重 亦无非法相之 直亦空 是第二重 二者何来 皆是法执 与上文四相 却是我法二执 对说 是人身尽性 是我法二执 具浅 然我法二执 由分别而起者 是粗执 上有具身我法二执 从其心动念而来之细执 此名随眠 又名注地无名 是人但能除分别我法二执 未能除具身我法二执也 又含一种要义 分说是三空 何说是空我法二执 然又可以从空有二边说 非法相是空 属空边 我法可并说 属有边 是人身尽性 又能二边不着 有边明俗地 空边明真地 此中又含二地 他经中佛说三地 有地一一地 般若浅直 只说二地 要知遮照同时 即和中道 说二地 实含三地也 浅二边即双遮 双遮即双照 还须遮照同时 是人尚未至此程度 仅能二边不着 细完经文可知 凡佛之说 皆撤手撤尾 撤始撤终 不可忽看 即上文身尽性的 无量福德 亦有浅有深 总而言之 是人弹 是人弹除粗直 未除细直 佛顾越说越深 以明是人除直 上是初步 更需加工 然是人至此 却不容易 只一念相应 以乐不得 凡用功之人 常有此种境界 觉得心中空空洞洞 干干净净 有时至半月 或半年 皆是此种景象 须知此种功夫 所差上远 不可自足 否则生二病 对于精益 则以身为浅 对于自己 却又以浅为生 殊不知上远上远 如本经所指示人 分别我指已除 贪甜吃虽未去尽 已经很薄 还需再加工 无人用功 即可自己省量 究竟与经上 所说何否 说至此 音响古代 有一段因缘 唐素宗代宗父子 平定安禄山之乱 代宗吉利弘扬佛法 密宗不空三藏 亦于事实来中国 佛教圣即一时 代宗有一日 与中国师谈佛法 于朝恩在旁 即掺问佛说 一切众生皆是佛 则无名如何而起 国师吉云 辱不配此问 朝恩运胜 然代宗在坐 不敢坐身 但怒行于色 中国师吉说 无名从此而起 无人于此 可以试验 假如遇人来放毁我 能否不生甜 如遇色 生 香 味 处 法 等 能否不起念 如遇贫乏时 今日犯亦无这 心中能否不愁 必行所无事 方可 否则 集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倚 但若空空洞洞 故意甚好 然不止于此 应当去行不失 六度万行 均要去坐 若以空空洞洞了事 集着非法相 若自己有度身之心 集着法相 故知是人身尽性 除却分别心 正是不易 所以如来西之西见 许其名同佛心 开了佛眼 得如是无量福德也 此不但是上科 又回应名是一大科 因前文未说明 此处乃点性之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致我皆令入涅槃而灭度之 正合法相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正合非法相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即是无负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菩萨应我所助行于不失 即是舍 即破我 要无人先空我相 不住于相 即不住种种相 即无法相 又已虚空四方上下位欲 即无非法相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是二边双蓉 盖但见诸相 即着有 但见非相 即着空 见诸相 非相 即二边双蓉 即无相 无不相 得见识相 故云 则见如来 见如来 故得如是 无量福德 即上文福德 不可思量 佛意味是人能明了我上文所说之法 持戒修福 能生尽兴 且以此为时 当然无我等四相 得如是无量福德 亦是鼓励无人 欲修般若 应如是下手 不可落空 先将非法一面独住 脚踏实的 攻行实践 法相 非法相 接不着 是用功之要绝 此 此 反显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 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 若取法相 即着我人众生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即着我人众生受者 上科名正式者 是从正面是名 何以为尽兴 即何以的无量福德 因其以见三空之理故也 无我人等相 人空也 一名我之空 无法相 法空也 一名法之空 无非法相 并空亦空也 一名巨空 世卫三空 由见三空 从此精进 静念相继 便正清静法身 故曰的无量福德 此一科名曰 反显者 是更从反面显其 必应三空之故 以明丝毫着相 便是分别心 便非清静性 何以故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故 所以这相便是逐妄 逐妄便明却真性 真性既迷 依然是其或造业苦暴 轮回的凡夫 何能得无量福德 由此可知 即以正式 更加反显的用意 无非欲令众生 速速觉悟 依此经无助之指 一面情形六度 一面观照无相 发生尽性 以其正得三空性体 超凡入圣耳 此事必须反显之总意 然上有别意 盖防读上文者起一夜 云何起疑 一 我人等相 从身见起 身为苦本 不应着相 其理一名 法则不然 自度度他 必有其法 如不失六度 其不明明有法 有法便有其法之相 经云无法相 法而无相 是法意在 若有若无之间 以 然则法相云 何可无焉 二 若有身见 势必分别人我 亦有分别 势必造业受报 是故不应有身见 不应分别人我 而法本非身 其中那有人我 即令于法上起分别 那便是分别人我 至于非法二字 无亦空之别明 既明空 那有相呼 然则何故将法与非法 与由身见而起之 我人四相 相提并论 一概云无焉 未欲断此种种一故 所以须从反面 加以显明的说明也 是诸众生 即指上来生尽性 见三空的众生 若心取香的心字 要紧 须知心本无香 香字不必专止色生言 乃偏止一切境界香也 心本无香 若有一种香 便取着了境界 若取着境界之香 岂不是已经迷了 自己的心魔 这正是被绝合成样子 所以成为凡夫者 因此更须知取这境香 是谁取之乎 并非他人 我也 可见心若取香 变成我香 而所取的香 是由能取的我而有 由之人香 是由我香而生 故所取之境 变成人香 所取之香 叠起从生 变成众生相 其香不断 变成受者相 由事言之 无论取者何香 便有能取 所取 从生不断 故曰若心取香 则为者我人众生受者也 则为者 由言便是 言义取便者了 所以若取法香 亦急着在我人众受四香之上 何云法 不同身 其中无我耶 亦取便有能所的分别 何的云法上分别 不是人我分别 且由此可知上科 所云无法香者 为其不取者而 非必尽无法无香也 若 必尽无 是断面相矣 至若非法 故是空之别明 空缘飞向 然即取之 便有能取之我 所取之人 从生不断 四香晚在 故曰若取非法香 急着我人众生受者 常见一种课本 不知被谁删去若取非法香之上的何以故三字 以为本事一直说下 意义明显 有此三字 反令语气曲折 其意不明 家庆间有一刻本 虽不敢进山 但驻其下云 某某驻是极各正本 具定为眼闻云云 所云某某者 大都明清间人也 由此可证此经字句 多与古本不同者 虽不无传钞之物 亦时不免被浅见者望家增山 珍事可叹 幸而静经经本 又精明眼人将此句不入 然偏远处经本 尚有山去此句者 万不可从 盖用此三字 含有经义 关系紧要 万不可少 有人云 是乙 何以故 三字 跌其上云 使之若取非法 上者四相 况取于法 此亦尚浅 因若新取相 则未云云 以是名其故了 何必更须跌其 然则其云云何 盖防不得意者 虽闻若取法相 急着我人重受 然尚未明何以方 未不取 见地未真 或至物取非法 而尚自以为是不取法也 应用 何以故 三字谨问 使深思其故 不可误会 即皆云 若取非法相 急着我人重生受者 则知躺取非法 依然者相 无意乎取法者 将物所谓不取法 并非毕竟不取耶 即非不取 而取幼者相 可见不取者 乃令不取者相 会归于姓儿 此亦云何 便是广修六度万行 而心中若无其事 湛然宁记 不畏所动 即此便是不取法相的真实义 如此而行 既不着法 亦不着非法 便是二边不着 何乎中道义 然则有此何以故一句 下文若取非法相两句 无意为上文若取法相两句 做了注解 说法之妙 如是如是 若删去此三字 则语气平裂 便不能显出此意义 须知有是即空而有 空非离有之空 故心经云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此经处处说不取者 却处处说不断灭 不断灭之言 虽在最末后点出 其实开手所说 无不含有不应断灭意在 如度生无度相 初不仅言时无众生的灭度者一句也 应魔所助行于不失 其意有险 而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更是结晶语 诸相非相 即名不取 取则只见相而不见信义 为其不取 故见相即非相 而会归于如来藏信 故曰见如来也 总之 相缘无过 过在于取而 所以若舍相而取无相 舍无相而取能无之无 取便成相 便账自信 可知但能不取 虽有相而无妨 苟或有取 虽无相而成账 出何必灭相见信哉 应是之故 所以独减持戒修福 未能信机 盖持戒修福 以不着空 以般若熏席之 会解一开 与法不值 自然能不着有 而又不负着空 亦何忠道 是彼狂会 相去天壤 故经论有言 宁可这有如须弥山 不可这空如戒子许 此名这有者亦未公 这空者难失救而 此中取字 正于下文舍字紧对 此中是名不取法者 非为可取非法也 约一言之 下文则明法应舍者 非为非法不应舍也 上下语意正同 皆含有不可离有 谈空义 总之 二边皆不应取 即皆应舍 故下文即解以 是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人只归中道也 又用此 何以故 三字 更有意义 因上科无妇我相 乃至亦无非法相 是一直说下以明三空 以如前说 此科于若取法 若取非法之间 用何以故 隔开者 便是别明空 有二边不着意 以引起下文是 故两句也 若心取相两句 本是总论 不可取相 即未兼止身相 而身相属有边 与法相同 非法相则属空边 其间若不隔开 而人如前一直说下 则此意不显 而下文是故二字 便无着落 而成皆不上以 足见情义之妙 人 三 解显中道 分二 鬼 初 以双离结成 四 引罚欲显义 鬼 初 以双离结成 事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事故之故 正成上文 因若取法非法相 急着我人众受 故两边皆不应取也 亦与上无复云云相应 亦不取则无相 无相方生尽性 未如来之见 得无量福德尔 总之佛之言此 正是以下手方法 先令二边不取 见能空相 心地清净 由事而信而解而行 至于究竟 亦不过两边不着尔 盖由观照 般若正实相般若 实相者 无相无不相 非两边不着乎 此之未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鬼 赐 引法欲显异 以示意故 如来常说 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以示之事 正成上文 不应取法两句 亦远与无法相 以下诸句相呼应 法欲者 如来常说 知法也 盖说传法 原为过度 既度则舍罚 以欲佛法 为度生死 生死为度 不可无法 既答彼案 法亦无用 此以示法 不可执之意 盖阿含经中 为弟子等常说者也 法上应舍句 即涅法欲来 一间纸上文 不应取法 即以引其下文 何况非法 何况非法者 明其非法 更应舍也 舍即不取 然舍意更深 不但不取而已 潜意取者 经意须舍 就近言之 即不取二字 亦应舍也 所以 隐常说之法欲者 一面用经意 显常说 赴一面戒 常说 显经意也 盖位 以此法 与非法 皆不应取之意 所以如来 常未 比丘说的 法欲 虽只说了舍法 须知 是连非法 一并舍的 何以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其更应舍也 何呆言哉 此显无小非大 是法平等 即是用经意 显常说也 且亦显明 经意之 两边不取 与虽平裂 须知 非法 更应不取 方不置于 这空 此世界 常说 显经意也 此段经文 意运深为 不止如上所说 当之经意 与常说 有最冲突的一点 必应了然者 盖常说 是令法 不需要了 则舍 而经未 出发 大心者说 乃是令 于正需要 使舍法 事也 有此大冲突 是尊 防人 只常说 以经意 或 只经意 以常说 故万不能 不引来 使学人 因之 动 名 虽异而 使同 其 疑云和 疑云 正需要 使舍法 法舍 其非 无法 无法 将何以度 这不与 常说 相反了 魔 乃又言 不应取 非法 究竟 有 法 乎 无 法 乎 为 度者 需要 法 乎 不 需要 法 乎 当之经说之意 乃是有无二边 据不可者 所谓 忠道 第一意 当之二边 不着 便是二边 双照 二边 不着 故无 所谓 有法 而二边 双照 则 亦 无所谓 无法 且不着 便是 双照 可知 正当 无所谓 有时 即 父 无所谓 无 正当 无所谓 无时 何妨 无所谓 有 辱思之 深思之 究竟 有法 乎 无法 乎 义 有即 无 无即 有乎 知此 则知 经义 语常说 虽 语时 痛 语 虽然 佛引伐 语 专为 常说 经义 的 义 同 是 义 乎 非 业 其 深义 所在 实为 防人 执 经义 以经义 其 疑 云 和 诸君 看出了魔 请看事故 不应取法 两句 虽是 结束 上文 而与 上文 所说 大有 浅身 是 尊恐 人 不明 伸出 障碍 所以 隐藏 说 法 欲 来 显 名 耳 不然 事故 两句 已结束了 缘可 不必 又 引 法 欲 也 至于 上面 所说的 二边 不着 云 云 乃至 究竟 有 法 忽 无法 忽一段 正世界 常说 显 精益 以免于 精益 知 浅身 其 疑 身 障 而 然 则 当 先 明 其 浅身 何 在 请看 第一段 说的 无 父 我 相 乃至 亦 非 法 相 是 说的 无 相 第二段 若心取相乃至若取非法相等,亦是说的不取相。至第三段,事故两句,乃是法与非法,一并不取,不只是不取相。此即与前两段,大大不同的所在,防人其一身仗者,正在于此。 你看第一段说了魔相,因欲断人法相不可无,即非法本无相之仪。故说第二段取则这相,使之所谓无者,乃是令人不取,并非无法无相。且既取,便有相,故非法相亦不应取。 父典性不取,不取法相,不取,便有相。 父典性不取,不取法相,是以不取非法相,为界线。 彼得明了不是绝对不取法,乃是虽取六度等法修行,而心无其相。 然后学人才不至于或偏空或偏有,才有正确的下手处。 虚知般若妙法,下手便应彻底。 云和彻底。 执虚法与非法,影子也不留才对 盖明曰法相,非法相,可知其是法之相,是非法之相 若取法,取非法,取则有相,上的曰不取相乎 所以前后所说,理缘一致,但与有浅身似帝儿 所以必须说第三段事故两句,应当如是彻底不取,方位不取相 然后因心清净,才能震入清净法身之果 问,如此说来,法是应舍得了 且又说了一句不应取非法,我也明了 这一事用来为不应取法做界限的,使之法虽不取 断不可取了非法 但是如此一说,即一六度法修行而心无其相的办法 便不能适用了 何以故 此中不是说不取法相,明明说不应取法故 然则从何措手也 答,是尊正为此故 所以要说第四句,显明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也 你看第四段中两句要紧的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两句,无异于为事故两句做注解的 这正是指示学人曰,我不是叫你单不取法,是叫你连非法一起不取的呢 只不取法,那就变成无法,无法云和修行的度 若法与非法,义其不取,这就是妙法呢 盖引法欲来说者,因法欲即是法也 所以一方面便是教人领会常说之舍法,是连舍非法在内的 使之一并舍却,便是如来常说的法欲之法 则经明明说是法与非法一起不取,岂非即是所说之法乎 而一方面,又是教人领会常说的法欲,是说未度时不可无法,以度则舍之 使之经上未度,何可无法 便不知误会不应取法是无法 旷明明又说不应取非法,则更足证明法与非法 一其不取,正是开示我们的妙法了 所以引法欲者,正未显词 问,如何一其不取,正是妙法 这又把人弄糊涂了,如何便是妙法呢 当之第一意中,法与非法本不可说 且无所谓生死,无所谓涅槃 更无所谓度 即二边不着,二边双照,皆成圣语 只需搅决情时,斩断隔腾 正当搅决斩断时,维埃利的一身,直下言语道断,心形触灭 则身灭灭矣,便偏须空皆尘不动道场,便须空皆视尽光明网 便与十方诸佛敌面了也 至此虽约无所谓度,却以非行绝迹的如释而度了 然后恍然即此无所谓度一句,亦是引人的度的妙法 敢问这搅决斩断的功夫,虽欲不畏之法,何可得呼 而法非法皆不取,非即搅决斩断呼 两边逼得紧紧的,起心动念,飞着此击着臂,指使分别妄想无存深处 譬如脚匪,两面包抄,逼得匪无立足点,自然降伏已 此是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故约搅决情时,斩断隔腾 这正是龙树菩萨说的一切法不深而斑若深 斑若正宗是无助 而两边不取,即是无助的铁板法教 即此便是无上甚深为妙法 即经中所谓阿诺菩提法也 以此为本修因故,正阿诺菩提果 当可恍然,正与法欲一样 不是无法可度,更不是为度舍法矣 如乃一将云合度 究竟度时有法无法 岂非梦义 问,佛何不说明不取便是法,而使人自领耶 答,此义具有身指 一,不取本不是法,无以明知 假明为无法知法而 如布施般若等,皆是假明 无以明知,孤明为法 岂时有其误乎 事出是法,莫不皆然 二,正为众生处处者 故说两边不取,以致其病 倘义为此极妙法,便又住者了 此又不说明知苦心也 然是尊有孔学人其心动念 不知不觉住者与此而其分别 则无名犹在,更须遣除 所以又说第二周,即后半步 者,正为此事也 三,虽不说明,防人彷徨无措 故引罚欲透些消息,比真修者意的 借以自领 当之凡事由自己领悟得来者有受用 何则 当其领悟时,极其的受用时也 比从外面由建文得来的有益 所以古德说法,每不尽情吐露者因此 盖防塞人物们也 笔人经翻讲出,未免有为孤训 深知罪国 然不得不讲者,亦有区区为义 因佛法久衰,一般人怕闻般若 一般谈般若的,往往走入歧途 而诸君又如此热心求法 若绝对不予稍稍点醒 亦附不能起人的真实物门 且更有所事而不恐者 有后半不经,很深切地对治此病 不必怕其闻而住之矣 且先在此处点醒 说致后半不方有章本 此下应劝一坐不可缺席 以免前后不接 说致此处,还有一事不能不攻陷 凡欲领悟经中的真实之意 为在至成恭敬的读 读书了,常常观照其一段两段 或一句两句 观照即是思维 然此思维,与平常所谓研究大意齐去 平常的研究一种学问 是专以繁情推测 此则不然 虽亦不离文字 然且不可在文字上推敲 即推敲亦推敲不出 必须扫尽一切杂念 诚心尽律地 将一个心全注在其上 不在文字上推敲 便是不取非法 却将全神注在这经上 便是不取法 这个便是修定 久而久之 于一念不深时 性光发现 经中真实道理 自然涌现 这个就是思维修 才是受持 才能领悟 所以说领悟时 即是得有受用时 读经要这样读法 定会二学 便一起修了 还要多多忏悔 求三宝加倍 不然 恐惑丈众 不但不能领悟 即观照意做不好了 此下需说两边不取 不是不行不失等度 问两边不取 即是班若法门 则不失失等法 将可不行乎 物以不行不失等 是取非法以 须知班若是不失五度之母 班若深则五度 即随之而易深 其行之也悦妙 以班若观至行五度 则五度皆是波罗蜜以 凡举一法 皆有四句差别 或曰有 或曰无 即是空 或曰亦有亦无 或曰非有非无 甚深般若 四句俱浅 所谓离四句 绝百非 是也 百非不外四句 因自信清静 不然虔诚 故应一切俱非 而此中四段 正是离四句也 第一段 是以无浅有 这有则成凡夫 故须以无浅之 第二段 是说亦有一无 以浅偏无 行 六度法 存有也 心无其相 存无也 偏无 防堕断灭 第三段 是说非有非无 以浅亦有一无 因亦有一无 不免存有二边 故以二边皆不应取 即是取有一非 取无一非 则二边不置格别 而相容矣 至第四段 法上应舍之法 指六度等法言 何况非法之非法 只非有非无 之法言 盖以一切法 不生而 般若生之意 所谓二边不取 是贯彻到底 故正度时 先从亦有一无 入手 以达非有非无 既得灭度 则不但亦有一无 法舍了 当然并非有 非无法 一起舍却 方尘诸法亦如知如来 此故诸佛如来 所常说也 如我是尊然 穿衣吃饭 是同凡夫 身应相好 俨然巨足 至此则生死涅槃 二皆不住 有乎 无乎 亦有一无乎 非有非无乎 四句皆不可说已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两句 为罪要语 上兰诸说 皆是两边不取也 故此两句 无义为上文之劫词 法欲一断 亦是显明此两句 即是妙法 所谓阿诺菩提法也 应详说之 如上说 法所谓无可说中方便 而说的第一一息谈也 此经所说 皆第一一息谈 故讲者亦不得不如是而说 然佛原因一眼 无亦不该 无论作何种说 皆得 上说甚高 亦无妨依为人 息谈说之 为人者 对机事也 经云 此经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如是之机 所以未知顿说 如云 无我人似相 此说我空法 未度我执 又云 无法相 不应取法 法上应舍 此说法空之法 未度法执也 又云 亦无非法相 不应取非法 何况非法 此说空空之法 未度空执也 说法甚多 云和以其 无法将云和度也 须知 是说无我人等相 非无我人等也 是说无法相 无非法相 非毕竟无法与非法也 总之 约无 约不取 约舍 但未浅职 非舍其法 三职既浅 则三空其朗 三丈元宵 方且生死涅槃 两阶不住 尚赫 此案之不度 彼案之不登乎 更依对智 稀谈说之 对智者 对阵下药 依其病也 经云 众生病在处处者 故佛对有说空 对空说有 无非为对众生 致其偏者之病 亦有偏者 便与性体不应 便是被绝合成 便致业障从身 受苦无尽 故须对智也 如此中云应舍法 富云更应舍非法 舍即不取 亦即无相 取义而言 不尽一文 则之所谓舍法者 乃舍其者有之病而 又如既云舍非法 却并云舍法 则之所谓舍非法者 亦舍其者空之病而 并除 则有成妙有 空是真空 须知云妙有者 明其有而不有 故妙有即是真空 云真空者 明其空而不空 顾真空即是妙有 由事言之 可知下手便令二边 不取者 正未令得二边 双照 双照者 便是心心记记 记记心心 所谓记照 同时 同时者 即是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便是记照真如三昧 便是佛境界 到此地位 其但灭烦恼障 亦灭所知障了 其但度分段生死 亦度便亦生死了 此之位皆令入 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可知此中所说皆是极圆极顿 直令成佛的无上妙法 无论修和行门 如能领会此中意义而行 成就必速且高 且其法直结了当 说难易并不难 诸位善知识 佛法难闻尽的闻 佛恩难报 终虚报 为在无人直下 成当尔 人 四 问事正成 分三 鬼 出 举如来果得问 四 以法不可知识 三 饮一切无畏证 鬼 出 举如来果得问 虚菩提 与异云合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法耶 此问事正成一段 又是事名不应取两句之所以然 如何为两边不取 即为何须两边不取 而举果得正成应得 以名须因果一致也 顾世尊举及果问须菩提 事名之后 复举一切贤胜正也 一切贤胜 望及果为因 而望出发心人则为果也 分三小段 经中语句 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 眼光四射 八面玲珑 即如此中问语 观两叶字 明明言中含有无的无说 然而若曰无的说 则取非法了也 若曰有的说 又取法了也 经举词问 即是试探文法者 究竟与两边不取之真实意 能否领解而 本经凡安 于意云合 四字 浅言之 则是试探听法之人 对以上所说 能否明了 深言之 即只是我们读诵之人 莫要错会佛意 于以下所说之话 要深深体会 方实证之正见 否则不合佛意 佛问语称如来 须菩提答中 却有一切贤圣 可见词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无论诚贤诚 圣诚如来 皆非从此法门不可 如来两句 仅跟不应取法 二句而来 咒看之 得字似乎有得 有所说似乎有说 佛意 佛意明明为如来 对于他所说之法 心中有所说否 此法正指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为何说法 即为一切众生正的 无上菩提 方程如来 当然有得 问中两阅字 表面是法 内中即含有非法在 盖恐粗心者有所误会 要须菩提来解释 不但试探听众 对于二边不着之意 能明于否 且只是我们用功 非从二边不着下手不可 粗心者即以佛 在菩提树下成道 岂不是的果 四十九年说法 岂不是法 如何叫我们出发心人 不应取法 一经须菩提解释 世尊无得而得 无说而说 此一极解 敬意诚言 不说世尊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不说佛 而说如来 如来是法身 是信德 佛性人人有之 特凡夫藏在无名可耳 故说此二句 是叫我们正信 信上其有所得耶 其有所说耶 贵 此 以法不可之事 分而 此 初 明无定法 此 适应双飞 此 初 明无定法 须菩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 亦 无有定法 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此答即缘即妙 看似所答非所问 世尊就能得之人 能说之人 一边问 长老却就所得 所说 一边答 问是一边 答是一边 最为原妙 亦为你老人家 问如来 有所得 有所说 我尚未成佛 那理之道 故我不过 就所说之法 一边 且依佛向来 所说之 亦略解之 如此一来 占住身份 我继位正的佛 当然不能知道 但就是尊教导之理 去领会之 当不知物也 长老此说 一方面为自己设想 一方面开示我们 世尊说此二句 极为紧要 应依照长老之指 前去领会 长老答中 不说如来而说佛 大有深意 盖位善男子 善女人等 欲正无上菩提 应依照以正的 果位之佛去作也 无有定法 即法无有定 简单言之 即法不可执着 亦无有定法 即为法不可执作 注解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上无有一定之法 可明 达上文 所问之 有所得 有所说之 亦以明 法上无定名 何况有得 更何况有所说 佛对发菩提心 知善男子 善女人 何以不说 无上菩提 而说 应行于不失 可见一切法外 无有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无有定法 说法皆是方便 故亦无定法可说 此 次 适应双非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双非者 即非法 非非法 即双离 亦即双遮 未皆非也 长老此术语 原妙之极 可作种种解释 佛经文句 应作面面观 佛自言我说法 穷洁不尽 何况我们凡夫 可不从多面去领会耶 无定法 亦无定法可说 即旧上文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悟德 长老自为我何以悟的无定法 亦无定法可说耶 因为如来所说之法 即无上觉 即旧禁觉 旧禁觉 即无念 何以故 经中说离为细念故 照见心性 明旧禁觉 可见旧禁觉 即无念 无念如何可取 心中一栋方可取 故 能取所取 皆要不得 故云皆不可取 世尊要指示我们修行 故旁敲侧击 勉强而说 而班若心性 离言说相 乐无能说所说 故云皆不可说 我们若只为真有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可证 是错了 故云非法 然若只为没有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又错了 故云非非法 又如来所说法之法字 乃至一切法而言 盖一切法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也 如来所说法 叫我们不可取 然明明又说许多法 叫我们不可取非法 所以我们听法的人 法与非法 皆不可取 是知说法之人 亦不得已而说 对机而说 既然法无有定 可见执法不是 但是明明说法 可见执非法亦不是 非法非非法二句 正是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之注解 何以不应取法 因非非法故 何以不应取非法 因非非法故 非法非非法 又可到转观之 若云如来所说 非法非非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长老为义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特提如来二字者 如来是法身 法身无相 那有可说 含应化身 有相可说之意 故云无有定法 无有定法者 既不可执定 有法可说 亦不可执定 无法可说之位也 法身是性 性是大圆绝海 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 及诸菩萨等 旧性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故事尊之说法 自大圆绝海中 自在流出 我们要正到大圆绝海 应先离心原乡 如何可取 又要离言说乡 如何可说 离言说乡 正是言语道断 离心原乡 正是心形触灭 既然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如何可去分别 故云非法 非非法 前说无念 正要离分别心 故云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世尊正得法身如来 虽有所得 并无所得 虽有所说 并我所说 要双照 先得双离 世尊所问二语 即含有此语 若为法身上有所得耶 法身上有所说耶 如来之所以称如来 是先离分别 如等在因地修行 意应先离分别 何可存有所得 有所说之见耶 鬼 三 引一切无畏正 所以者何 一切贤圣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所以者何 即指出为何两边皆要非之所以然 一切贤圣皆用此双非之法 我们凡夫何可不用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四家行 未贤 出的志等觉未胜 如来即胜 故云一切 无畏即涅槃 涅槃 范语巨族曰般涅槃 亦未寄灭 或不生不灭 罗石救中国救民 亦作无畏 唐玄藏三藏不赞成用救民 以救民与范语原意不尽同 故笔所义名词 皆细心造 以免读者误会 此处无畏 是不生不灭 与老字纯顺自然不造作之无畏不同 用心义故疑 但玄藏于不知误会者 亦心造许多名词 无人亦不赞成 无畏者 只自信清净之心 原来具足 无造作相 佛经上无修无正 即指此而言 只要把身灭心灭了 此即灭即现前 至修行下手 即上文非法非非法 两边不取 必两边不取 将分别妄想除尽方可 故成贤成圣 皆用此法 贤圣大有差别 妄于如来是因地 妄于凡夫及果位 又厚厚妄于前前皆是果 前前妄于后后皆是因 故云一切 贤圣由此无畏取证 故云皆已 如来亦然 如来凡有所说 皆依自证无畏 不可谓其非法 然贤圣有差别 浅身地位不同 是之如来凡有所说 皆随顺机宜 方便非真 不可谓其非非法 是尊所说法 无浅非深 无深非浅 故叫出下手者 即从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用功 道感果实 功后即身 亦是此法 我们应在其心动念上下手 先观无念 能在念一动时 便知道 立即反观 即能照住 念即无 然此非用功 久者不能 故出不需观察 观察不可 不深思维 深思维 则观此许多念头 从那里起的 一观即起 磨索起 本来虚妄 再起 再观 反复用功 即能照住 即能无念 此一科 达天法师 判未深信 深未却当 盖经文中 能深信心 以此为实 即一念 深尽信 明明讲信也 如来 依此法 成如来 一切贤 甚皆 依此法 而成 则我们 非如此 能深信心 以此为实 不可 心 三 孝盛 分四 人 初 不失福多 分二 鬼 初 举世社问 四 答是所以 鬼 初 举世社问 须菩提 于亦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得 您未多不 孝是比孝 甚是书胜 即救福得 以智慧来比孝 有人说 此经佛教人不住相 又何以处处以福得比孝 此有四种要义 一 要人明了福会应双修 专修会不修福 却不可 假如讲经说法 原为度深 而众生偏不喜听辱之说 即缺少福得之故 故福得甚要紧 福会双修 即是要人悲至俱足 至即会 悲及福 诸佛如来 皆以大悲心未体 应于众生而起大悲 故大乘佛法 建立在众生分上 观普贤行愿品 即知普贤之愿 是大悲所发 终有一段云 或富有人 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 受持读诵 乃至书写一四句计 素能灭除五无见也 又说素的成就为妙色身 据三十二大丈夫相 誓之众生如能圆满普贤功德 即能灭罪得福 而修普贤行愿 先要发大悲心 故悲及是福 本经所说福德 皆由大悲而发 并非令人求人天福报也 二 福德如此重要 以发大悲心 然若无智慧 则菩萨道不能行 故大智游为重要 古人云 福会二轮 可见如来必有两轮 方能行化 然两轮之力 如左右手 以右方为重 福德固要 而智慧有要 固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不施 不如受持四句计 为他人说也 三 借此孝慎即将前文收束 佛说法虽一网之谈 中间必处处收束 此经孝慎处 即章句收束处 四 本经孝慎多次 每次必加胜 越孝越胜 并非后文身于前文 相差如此之远 乃就众生而言 指其功行越胜 福德越多也 弱者 设问之词 不必真有此事此人 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在经上 是大梵天王素 是因中 即如此不施 不是一事 乃多生多事不施 积聚起来 有此之多 佛言倘若有此人 则当时并无此人可知 佛经上说世界上极大之山 约须弥山 亦称须弥楼 亦言妙高 此山入海八万游巡 出海八万游巡 亦游巡和中国四十里 故极高 此山非土石所成 乃金银流离玻璃四宝所成 故约妙 围绕此山有大海 名乡水海 周围又有海有山 共七众 约七香海 七金山 此外又有大海 约咸水海 外围有大山 约大铁为山 山外更有四大洲 四大洲之一 即我们所居之南善部洲 世人以地球之四洲 当佛经之四洲 物也 此四大洲 亦称四天下 在须弥山之伴 玉天六众 与人道最近者 为四天王天 其宫殿即在须弥山伴 四天王统领人道鬼道 击查人间善恶 其其责任 其上位刀立天 此天亦不在虚空 即在虚弥山顶 道教之玉皇 如教之号天上帝 即此天 自四天王 以及六道 均归此天所管 在上四重天 即在虚空 欲界以上之色界 有十八重天 分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身此天者 不仅是福德 须具有定力 以无淫欲 但上有色值 故称色界 身出禅者 不必修佛门之定 即外道之定 亦能生此天 如道教之大罗天 亦是出禅 佛教之修定位 出三界者 亦寄于此天 故统明曰禅 出禅之大梵天王 其全高于世体还阴 世体管一四天下 大梵王则管三千大千世界 世家所化之娑婆世界 亦如此之大 美佛所管之世界 均如是 不过有敬慧之不同 及极乐世界 亦如是之大 但其土是平 是七宝所成 与此土人心险恶 所感知凹凸不平悬殊 众生所修福德大 即感七宝多 所修福德小 即感七宝影 此经营琉璃玻璃 王家车 取玛瑙赤珠 皆非现在人工所造 此人已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师给众生 亦非人力所及 宁慰有言可畏 世尊问语 及其善巧 不但试探须菩提 并探我等 盖恐我们误会上文 不住相之意 以为记不住相 何必要福德 须知此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不失 即是救度众生 故止可不住相 不可不行不失 否则即不是大悲心 鬼 刺 答是所以 须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此大意味深长 须菩提名了 世尊之意 故云甚多 又恐人不了解 前此明明说不住相 此乎云甚多 精精较量 岂非住相耶 何以故下 即自己世尊达约 甚多之所以然 本经世尊及菩之文句颇多 此处乃是第一次见 故云亦叫详 特举出 性 自 使人了解 以后凡说即非 皆指信言 是故说有言是名 使人了解 以后凡说是名 皆指相言 旧相上说 名是名字相 言是言说相 凡物之大小 长短 高低 远近 表里 有对待者皆是相 相有变动 是虚妄 性则不动 是空计 顾旧性上言 一切不可说 虚菩提意味若是福德之相 可以说多 即非福德之性 若是福德之性 空空计计 即福德二字 亦安不上 那里有多少可说 以下凡欲即非是名 皆如此解 此处特加如来二字 如来是性体之称 说福德多 是旧相言 何故举如来 此含要义 盖性是理 相是表 性是本 相是末 有理方有表 有本方有末 意味有如来之性 方有福德可说 若无性 则有何福德可言 是福德即非福德性 表面说是福德 实指是我们不可这相 事故如来说福德多 就是说有是性 方有是相 令我们会相归性 人 赐 性经书审 若父有人 于此经中 受持乃至四句记等 为他人说 祈福圣彼 此刻是佛语 应有佛言或须菩提字样 经略知 若父之父字 再也 读者或至误会 以为读诵金刚经 祈福即胜过大犯天王 实则应注意受持二字 是人能受持词经 又能不失 方胜过于比 受是领那 是指真能领会经义 而得受用者 比解字更近一层 持即全全福音 一刻不放松之义 比受字又近一层 既受持 无有不读诵者 故只用受持二字 乃至者 超略之词 为或全部受持 或一部分受持 最少则四句 故至等字 即自书本应解 古德改读去生 与解字一例 此本是印度之诗 因运文难翻 故翻译时 或有运 或无运 特改称为寄颂 印度原文 每四句为一章 此四句计 不指定经中某处四句 任何四句 均可称之 以上是自立 下文为他人说 是立他 其自己指持说之福 圣笔者 超过前人 笔只做到不失 且是才师 是福德相 是人既能受持 以修会 又能为法师 以修福 福会双修 卑至巨足 乃是福德性 故胜过于彼也 人 三 是成经功 何以故 须菩提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佛在大班若经说过 无论一切法 皆在班若中设境 故班若在诸经中谓罪要 而金刚经由班若中知罪要 凡大班若经中要一词经皆备 可见读此经 无议读大班若经 且无议读三藏十二部经 此一部经所说 即无上正等之法 故云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一切诸佛者 能正人也 阿诺菩提者 所正法也 照此看来 诚佛法门在此经 诚佛意在此经 是人能受持此诚佛法门 不失此诚佛法门 故福德穷杰说之不尽 其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之不失 可以比拟 此事本经第一次比较 举出大梵天王故事 正是诸两兮称 盖比是成大梵天王之不失 此事成佛之不失 佛所管领 亦是三千大千世界 亦比彼此 可谓恰当 然大梵天王由是凡夫 佛是圣人 是教主 焉能未比 旷大梵天王 上不能免大三灾耶 上有要义 本经处处叫人不住相 就要人正性 可见此经中所说者 皆是性 皆从此经出者 实无意说此经 从性体而出也 从性体出 故叫人不可住相 凡人之病 是处处者 不着于此 急着于彼 本经处处叫人见性 然经中性自 除极非福德性之性自外 别处不见 盖要人善自体会 连性自义不可执着也 一切诸佛 皆从此经出 又是指点我们学佛 要从此经入 此效甚收束的是 无助以身性一科 最为适当 盖信心是入道之门也 人 四 结归理想 须菩提 所谓佛 法者 即非佛 法 清初有人在 即非佛法下 加世明佛法 一句 是大错 不用世明 单说即非 乃有深意 何可忘加 此处不加世明具 是为上文做注解 若加此具 文体系不合 意义不对 凡加世明一句 是开下文 此处所谓佛 法 佛即至上文 一切诸佛 法即至上文 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佛意为我上 免所说一切诸佛 即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是就明向上说 佛语法 即非就信上 说佛语法 本经明明叫人 不要助相 即上文所说 一切诸佛 二句 亦不可这相 若依这相 即非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如此结束 于上文不注相行于不失 不取法 不取非法之意义 皆远满意 上来的是 无助以身性一科 开口便令广度众生成佛 入无于涅槃 即成佛也 是开世无人应 无助我人等相也 复约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适应无助法相也 更约 于一切法无助而行不失等法 适应无助非法相也 应以不注于相 四字总结之 不注于相者 无助之真权也 所以应无助者 降伏其望心也 望心即是时 亦即分别 望心非他 分别这相之为耳 然问中先助后降 答中却先降伏后助 而答助时 却曰应摩所助 又曰 但应如所交助 而所交乃是无助 岂非应注于摩所助 此幼的事已 但须除望 莫更密真而 盖望除 则真自现已 且真如知性 如如平等 若助于真 便成直已 直则成望 何真之有 亦非平等 何如之有 顾但应已无助降望 即此便是正助 岂可别求助处 望除一分 真便现一分 何须别密真也 顾皆而言曰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此明注相之过 苟注于相 便是逐望 此所以守言降伏也 又曰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此明不注相之意 若能不注法 非法相 便见真性 此所以但言降不言注 而降伏即使正助也 如此开示的然显然 故以上诸文 据归一小刻 标明曰明示者 以此 明示若此者 所以令人生性也 故皆以生性一小刻 此中读 简持戒修符未能生性 犹据今生意去 略言之有三 一 班若此云政治会 而会从定身 定由戒成 经欲开其政治 必应持戒 不然 政治不深 反成狂会 走入邪路 危险已及 福会二轮 不可缺一 二轮并运 方成两族之尊 若会多福少 则缺少大悲 不能设化众生已 故修班若正智 不能离不失等度而别修 故经中开手 及云广度众生 又云与法无助而行不失 以离福修会 寄予众生无缘 相好亦不具足 欲化众生 众生亦不听其教话也 此无人必应知之者 二持戒 则少欲知足 修复 必申信因果 经修观照般若 若贪欲多 何能离乡 若因果不明 又亦偏入断灭相 经约 持戒修复者 能申信心 即是的是 无人应持戒修复 乃能入斑若之门而 信未入道之门故 其警戒之意 深以切矣 此更无人必应知之者 总之持戒修复 以无非法相矣 故依经观照人空法空 绝不致走入歧途 果能一念相应 便弃三空之理 所谓无我人等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是也 所谓无者 并非顽空 乃不取相之位 不取二字 又是不住于相之真权 而欲不取相 应不取法 不取非法 取法变成法相 即者于有义 取非法 便成非法相 又者于空以 空有不着 便是中道第一意 便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譬如传法 度时障此法 度了还应舍 事故虽已成佛 虽如佛之说法度深 亦得而不有其所得 说而不有其所说 不能定职位有法 定职位无法 故曰 无有定法 此四字 又是不取法 不取非法之真权也 以名因其无定 故不应取 所谓不取者 不值云尔 总之 佛所说法 本来皆不可取 皆不可说 虚于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食 弃入 故取法说法 取非法 说非法 皆非也 事之谓无谓 涅槃 悉贤悉胜 无不由之 明得此真实意 便未实性 一念相应 便得无量福德 以一念相应 事尽念相继之根也 云和福德无量 父以孝顺 一小科 明其所以然 所谓诸佛 即诸佛 无上菩提 皆从此经出 事也 此事说明一切佛 一切佛法 皆不外 此经无助之理 若实性此理 一念清静 便可直至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福德 岂非无量乎 然不可英文此语 向文字中求之 须依经中所明之理 反照自信 自信空济 并无佛自法自 果能久久观照 正入空济之性 便是成就了无上菩提 便是成佛 然佛虽成佛 终不自以为有少法可得 无少法可得者 不自以为成佛也 故曰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彻始彻终 亦以贯之曰 无助而已 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如是如是 以上为第一颗之要指 开示无助 亦记详且敬意 我世尊大慈大悲 欲人大开元解 父将无助的亦去 层层推进而产明之 以其解会开 则信根成就 修功亦因而增长 根 四 推产无助以开解 分五 新 初 约果广明 四 约音响显 三 请示明持 四 成就解会 五 即显经功 此推产无助以开解一科 又分五小科 初位约果广明 即自第九分至第十分前三行事也 约果广明 盖成上一切贤圣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而举世证明也 一语不应取法取非法 不可取 不可说 佛法即非佛法 遥相呼应 得而无得 不取法也 所谓即非佛法也 无得而得 不取非法也 所谓佛法也 得而无所得 无得即是得 心形灭 言语断 何可取 何可说哉 宗以明其两边无助之意 果得如此 因地可知 小臣如此 大臣更可知已 心 初 分二 人 初 梵论四果 四 师资正成 人 初 又四 鬼 初 明初果离香 四 明二果离香 三 明三果离香 四 明四果离香 鬼 初 明初果离香 虚菩提 于亦云合 虚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虚陀还名为入流 而魔所入 不入色 身香味处法 是明虚陀还 初果断境三界八十八史 以见真空之理而知 无我亦无我所已 若作我能得果之念 是我见依然 何云的果乎 二果以上例词 虚菩提皆就四果明相 便是 令者果香者 当下可以爽然自施 此说法之善巧也 不也 是活句 有言不是无的 亦不能作念 是明之明 为假明也不可作实 作实即是作念 这予有所得已 犯予须陀还 此云入流 未已设入涅槃末流 由此寻流溯源 可达涅槃彼岸也 然而虽称入流 实魔所入 不入聚 正是其故 盖根尘相对 名为六入 未根尘相入也 如眼对色 则若有色入眼 眼肌为色所转 事亦可曰眼入于色以 于仿词 所以相入者 实未分别故 今曰不入 明其能空 秦时矣 因其不入六成 无以明知 明曰入流 亦因其不入六成 秦时能空 故虽明入流 而时魔所入 事特假明入流 而 故曰是明须陀还 明者 假明也 明相也 下是明句 皆仿词 义中若曰 倘作我能入流之念 是明明有所入 已 若有所入 情时依然 何云的出果 也 总之 的果正有无念 作念便非得果 鬼 赐 明二果 离相 虚菩提 于亦云和 斯陀汗能做事念 我得斯陀汗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斯陀汗名亦往来 而时无往来 是明斯陀汗 泛于斯陀汗 此云亦往来 正出果已 竟断欲戒斯或上上乃至中下 共六品 上余下三品 欲戒斯或共九品 断五品亦 即断至中中品 明二果相 断至六品 明德二果 须亦往天上 亦来人间断之 故称亦往来 然其心中 时并往来之相亦无之 因其无往来相 方能亦往来 亦因其上无往来相 其有一次往来 两次往来之别 是亦假名为亦往来而 亦若曰 躺作亦往来之念 是明明者往来相矣 既以这香 俨然分别 出果尚不能的 何云得二果耶 鬼三 明三果离相 须菩提 于亦云何 阿纳涵能做事念 我得阿纳涵果不 须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阿纳涵名为不来 而时无来 是故名阿纳涵 泛玉 阿纳涵 此云不来 正二果以 静断玉界下三品 思或静 寄居色界四禅天 不来人间以 故称不来 然其心中时 无所谓来 因其来亦以无 故能不来 亦因其上且无所谓来 岂有所谓不来 是亦假名不来 而 亦若曰 躺坐不来之念 是明明来与不来 由未能但焉忘怀也 若未全忘 情时尚在 上飞出果所应有 何云得三果耶 鬼四 明四果离相 虚菩提 于亦云合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十五有法 明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即为这我人众生受者 梵与阿罗汉 此云无身 正三果义 在四禅天断上二戒七十二品司或境 辨证无身法忍 不受后有 生死从此了义 故称无身 然其心中识病法而亦无知 因其无法 则生灭心习 故曰无身 亦因其尚且无有无身之法 岂有所谓无身 是亦假名无身而 亦若曰 倘坐无身之念 是明明有法义 既有法相 急着我人众受 身心动念 依然凡夫 何云的四果 正无身法忍耶 人 四 师资正成 分二 鬼 出 约当机无的阵 四 约往阴无的阵 鬼 出 又三 子 出 引佛说 四 成离乡 三 是所以 子 出 引佛说 世尊 佛说我得无证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无证者 不予物尽 一切平等之意 由不自视 故能无证 无证 则不恼他 亦在守护他心 令不生恼 修此三昧 岂非大词 然此三昧之所以成者 则由于人我 是非之相皆空 涅槃云 须菩提住须空地 若有众生嫌我立着 我当终日端坐不起 嫌我坐着 我当终日立不一处 可见由其住于须空 乃能如此 长老解空第一 故能入此三昧而 十大弟子 各有特长 皆称第一 大家夜以投驼称 阿南以多文称 他如设立福智慧 目尖连神通 罗 目家侯 罗密行 阿纳律天眼 妇罗那说法 加瞻言论意 幽玻璃池律 以及须菩提解空 皆第一也 三昧者 此云震寿 一约震定 不受诸寿 名震寿 一切不受 则不为一切所动 是为震定 人为凡夫 凡夫喜震 岂能无震 故曰人中 罪为第一 欲字广义 便指私祸 断尽三界贪等 烦恼 方针离遇 凡尘阿罗汉 无不离遇 离遇 亦必不与悟尽 但为得无证三昧 乃让长老义的第一支撑 寄宋云 依比善己者 说离二种账 新眼书已见私 或当二种账 一霞 古著为离遇事离烦恼账 为一切阿罗汉 所共有 见或私 或通为烦恼 虽得无证三昧 而不存有所得 即是自忘其无证 是自忘其在定义 此为离三昧 乃真得无证 真得三昧 故称第一离遇阿罗汉 和尚据言之 为不但于一切人最为第一 即以阿罗汉之离遇言 亦称第一也 此事世尊平日称赞长老之词 故曰佛说 长老既自忘在定 诸弟子又不能及 为就离觉者 能知其入此三昧 故为佛能说 佛者就离觉之称也 此一颗正标举其功行是相 非谈离相 四颗方尘离相也 故不曰如来说 而曰佛说 以如来是信德之称 曰信而言 则无正及地义等等名相 皆不可说以 本经中即义称谓 无不含有妙意 如是如是 此次成离相 我不做事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流通本有是尊二字 且经及古本无之 可审也 此中两句经文一解 经当说者 长老旦云离遇阿罗汉 而不云无正三昧者 亦有妙意 盖证明其自忘在定也 且普通之离遇 尚不存有所得 其不自以为的无正三昧 可知已 此三是所以 分二丑出返现 四证明 丑出返现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须菩提 是乐阿兰纳行者 我若做事念句 为照住本无此我自 按下具有我自 此缘可审 经本记一一写经 故人之 阿罗汉道 即未离遇 阿兰纳 此云寂静 亦云无事 为世相相近于外 心习于内 内外聚迹 无时不敬也 即无正三昧之别名 行者恭行 乐者好也 心语气何之意 盖好之志即约乐 有性命以之之意 乐阿兰纳行 为心之语行 气何无见 即正德之意 上具不言离遇 而换言阿罗汉道 下具不言无正三昧 而换言乐阿兰纳行者 取两名含义正同 阿罗汉为无声 为一心不深也 阿兰纳 内外聚迹 亦一心不深也 则存有所得 便非真得之意 更为显然一名也 得此反显 则上来所云 有我等相及非菩萨 以及取相则为着我等相之意 乃亦产名 何以着我便非菩萨 以其恭行全师故也 心念若起 必有取者 这则成相 其相便为我人重受 盖其所以其念者无他 为忘情于能得所得故也 能得便是我相 所得便为人相 谁为能得 我也 故能属我 对能为所 由之对我为人 故所为人相也 能所不依为众相 直持不断为受相也 作依的念 便不能得 可知作以不失等念 便不能不失以 则发大心行大行者 万不可住相也 明以 因不失者若存有所失 罪亦至得亦满 尚能广行不失乎 于可立之 丑 四 证明 已须菩提实魔所行 而明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证明中实魔所行句 坐实无其所行解 为行而无其所行也 无所得意 亦如此 不可误会为亦无所行 亦无所得 此刻成上刻来 应言实无所得 而今约实魔所行者 有身一焉 盖位因修行此行时 无其所行 方明了阿兰那行 换言之 即是因无其所行 然后乃能证的也 使一切因地之人 闻而悚然 躺不能无助而离乡 则需此修行矣 上举国位为言者 正为因地人做对照 经言小成国位已弊 故特言实魔所行 以典性之 不约以我实魔所行 而约以须菩提 亦含生意 盖表明所谓实魔所行者 乃自旁观者见得 而本人并望其为实魔所行也 亦显及实魔所行 亦不能存于心中 存之便是助相 何则 心存便是心取 若心取相 则为者我仍众受矣 又玩其语气 若带世尊言者 亦明是尊说 须菩提是勒阿兰那行者 无他 正应须菩提实魔所行而 而明之明 亦有意 使之勒阿兰那行 亦属明相 信中者不得此语 宗观上属科之意 凡以明必得 而无其所得 乃为真得 若有所得 便为非得 使因人之必行 而无其所行 乃为真行 若有所行 便非行矣 云和无其所得 无其所行 不作念是也 不作念 正只是不取不住之方针 知此 然后无助使有入处 此皆所欲阐明者也 贵 赐 约往阴无的正 佛告须菩提 亦亦云和 如来习在然灯佛所 亦法有所得 不 世尊 如来在然灯佛所 亦法时无所得 此世尊往习行 菩萨道 出灯第八第十之事也 望于后尘正觉 人为因地 而望于出发心人 则为果位 经引此事 是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而说 故将此网应一科 并盼入约果广明中 然灯佛事 即为世尊受祭本师事 见本行及经及瑞印经 然灯未出家时 本明定光 有足未定 无足者未灯 以身时一切身边如灯光骨 世尊时为妻的菩萨 明曰如同 又曰善慧 正修行第二阿僧止 结江满之计 欲佛闻法 正无身法忍而登八帝 岁入第三僧止 然登未知寿祭云 事后九十一节 明曰贤劫 当得作佛 好是迦牟尼也 无身法 即未真如实相 忍者 通达无碍不退之意 所谓理智相名 仍可应迟也 大臣正无身法忍 有种种说 智论未登得 约别教言 辩得 人亡等经 得在七八九地 须知元出驻上及已分正 所谓破一分无名 正一分法身 至于八得 则正圆满 故称无学 直至等觉 见性 犹如隔罗望月 唯究竟觉 乃正的究竟儿 于法之法诸书皆约 受寄语言说 欠妥 唯偶一约 无身法忍说 盛世 诸书 盖尼于弥勒颂尔 颂云 佛于然登语 不取理实志 以示真实意 陈彼无取说 按记诵中之语字 并非克止授记语言 是尊习因文法而正无声 故未授记 则诵中语字 四指然登所说之法言 诵义盖为文法语而不取这语理体及实志 别于全志 顾约实志 以示之顾 真实意的成 由此可正比 为世尊 绝无取者于然登所说也 此句是颂长老时无所得具意 总之 尤其不着于理智 故能理智相名而正无声 真实意 只无声言 无声法未真如实相 故约真实意也 或止在然登佛所所闻之法说 亦可 有所得者 有其所得也 有其所得 便是取者 便是助相 问一位彼时文法 能不助相否 若约正的无声忍说 则的字更易明了 问习的无声法时 心中有一个所得之无声法 否 此中不言作念者 亦有其所得 便是作念 故审略知 世尊虽是探问 时已暗度经真 开口便约如来 约性而言 法且无形 得从何有 世尊以下位长老于 于世尊二字可建议 宋后经本 世尊上有不也 大悟 凡不也下有文字者 皆未活聚 观下文所答 乃决定义 何须此活聚未也 长老开口一称如来 正与问与真风相对 其为无所得 以无呆凡言以 长老何以之与法 时无所得 作此决定之词也 以文法助相 则心中生灭未习 何能辨正无声 故知彼时的文说法 而时无其所得也 此约文法是 若约正无声法是者 既是正的无声法 岂能存有所得 若有意所得之无声法在 仍然是生灭心 尚能为之正无声法乎 故知虽得无声法 而于此法时无其所得也 以上一文解义以尽 而此刻总义 尤寒妙运 不可不知 何云总义 即何以诱说此刻是也 经略分三节说之 上来诸科 于的果无助之意 也已产发尽至 因地之人 当可了然 必应无助矣 然由防人以为 虽因果必须易如 果即如是 因意应如是 然而小臣果位 与大臣因形 或者有不尽同于 故小臣说必 特幼举大臣果位 亦是得而无的 不可助向之意 以明之 使凡修大臣者 于无助之指 毫无疑运也 此其一 说大臣果位 不举佛 而举菩萨者 防夷佛乃就尽觉 岂可相拟 而菩萨地位 则介于因果之间 本经下文 又引此事 而深言之曰 彼时若与法 有所得 则不受计 以无所得 乃得受计 使之菩萨 助相 便不能成佛 则发心 修大臣者 若其助相 岂能成菩萨 又启示菩萨行 故上科有言 若有我人等相 即非菩萨也 如此一说 因果一如之理 即无助之要 更得恍然 此其二 引菩萨果位 故以 然不举别地菩萨 独举第八地者 何故 因前说 小臣果位 以的无声者 为正道 为无学 故经举大臣 意引第八地的无声 致无学者为言 无学 即正道之意 盖八地以前 虽正而未圆满 故称有学 若论就近正 则在佛位 大小圣所正皆同 令闻者于无助之理 不至思伯有疑 且本经开章 便说当发心 另入无于涅槃 后又曰 贤圣皆已无畏法 涅槃也 无畏也 皆无声 无灭意也 故大小臣皆举正 无声者言之 正与前言相应 使之既发心 欲入无声 心不声灭 云和心能不声 必当无助于相 亦有所助 是身灭心 那能震入无声耶 故无助 正是无声之唯一人 守方法 此其三也 观此三意 可知本经一理之细密 现所知言整意 结经者观以佛告二字 正指示我们此中 含有傲益 不可仅向文字中求也 心 四 约因详险 分二 人 初 约因心正险 四 约经功效险 人 初 又三 鬼 初 先明掩土不住 四 显成发无助心 三 正已报声不住 鬼 初 先明掩土不住 须菩提 于亦云合 菩萨庄严佛图不 不也 世尊 何已故 庄严佛图者 则非庄严 世明庄严 菩萨修应时 六度万行 一一攻行 回向净土 此之位庄严 所谓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是也 然则菩萨 岂有不庄严佛图者 据此为问 正欲修行者 明了庄严之道 而 不得其道 则所庄严者 皆在乡上 与自信无赦 便成有漏功德 以 此举问之深意也 须知庄严佛净土 净自最要紧 土云和净 由心净而 既须心净 所以庄严 不能者相 若心取相 便不清净以 此意云和 必须明了上文不应取法 两句之意 方位真实庄严之道而 何则 庄严而这相 是取法也 若误会不着相 之意 而绝不庄严 是取非法也 据此以问 正是探视 果能领会的两边 不取之真实 以否而 赴次 上来叠举果 得无助 问答者 原为阐明 因行 亦当无助 至此正说到 因行上 以 庄严佛土之菩萨 即发无上菩提之菩萨也 明的言土之道 便明的布施等之道以 不也 活聚 由言非有所庄严 非不庄严 何以顾下 正是其意 庄严佛土者聚 标举之词 则非聚 明其不着有 即是不应取法 是明具 明其不着空也 即是不应取非法 盖曰心性言 性体空计 空计 即所谓真谛 真谛者 明其非虚相 欲证真谛 必应离乡 故曰则非也 非 有离义 其有所谓庄严 故曰非也 而曰是相言 可闻可见 可闻可见 即所谓俗地 俗地者 世间相也 假有不识 故曰明也 明明具足庄严 故曰是也 亦若曰 因其名相是有 故不应者空而取非法 菩萨应勤修六度万行 以庄严之 因其心性本空 故不应者有而取于法 菩萨虽精进庄严 而心中若无其事也 如此一心清净 则土自尽 此之为庄严佛土 方得庄严之道 须知修因刻果 而得圣妙之报身 清净之佛土 皆由心陷 且皆由心陷 乃能陷之 譬如磨镜 沉镜而后向险 故为时论云 大圆净智 能陷能生生土 致隐 总之 庄严佛土 硬不取者 不断灭 则非者 明其不取者相也 世明者 明其非断灭相也 幼辅言则非 即皆言是明者 明其虽非而亦是 性必献相 性相从来不离 若知其非而不取者时 何妨装言其相也 欲言是明而先言则非者 明其虽是而却非 因相本以性未体 相从性生 故于行其事而不断灭时 人应会归于性也 此事佛与须菩提问答 产明之要指 无人必应领解此指 依教奉行者也 则非是明两句 即开念佛法要也 则非者 明自信清净 本无有念也 是明者 明妄念凡心 必须指持明号以除妄念也 必应念至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妄尽晴空 一心清净而后可 是知为一心不乱 不乱即所谓清净也 如其心净 即佛土净以 鬼 刺 显成发无助心 是故须菩提 诸菩萨摩喝萨 应如是身清净心 不应助色身心 不应助身香味 触法身心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此刻经文不多 却是结束前文 未自开口说起说至现在 千言万语之点睛结穴处 故其中意去 甚细甚深 若指依文解义 等闲看过 则辜负佛恩义 经欲说明云和点睛结穴 先当依文示意 而寥寥两行鱼之文 七穿八头 妙意还生 即依文示意 亦复不亦也 事故者 所谓成上启下之词也 既是通冠前来诸说 则不但上尘掩土 亦不但上尘曰果广名 且不但上尘祥谈中 身性亦科 直是谨与开经处总是术语 呼应相通也 且先就静脉言之 上来先明四果 各各得果无助 四须菩提自成的果 亦摩索住 四皆小成也 四世尊父就自身往事 以名于法时摩索住 经云于法时无所得 即是于所得之法不住也 此言大臣已 然由介于因果之间 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 于庄言佛土 以摩索住 则非聚 不住法相也 是明聚 不住非法相也 则专说大臣应地 如此不但苦口 曾地说之越说越近 无非欲铲明此刻中之 应生清静心 应摩索住而生其心儿 应即已是故二字 成上其下 以名上来所说 皆是为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做章本 亦即为善男子 善女人发阿诺菩提心者 只是方真儿 约过广明 原成一切贤圣 皆已无畏法聚来 而笔句又是解以前所说者 所以此刻 与开口处善男子 善女人等具呼应相通 诸菩萨摩赫萨 即开经处所说之菩萨摩赫萨 亦即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之善男子 善女人也 应者决定之词 无论小臣大臣 果未因地 皆当无助 可知发大心者 决定亦当无助 非此不可 故曰应也 此刻之文 既是尘上其下 则如是二字 即并指上下文 指说一边 亦便欠缘 且先曰指下文说 盖正指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句 而不应两句 亦兼指在内 须知不应注色两句 乃应摩索住 句之前提 顾说到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句 则不应两句之意 便全设在内 以 总之 不应注色 乃至而生其心三句 皆是应 生清静心句之注角 如是则静 不如是则不静 顾曰 应如是生清静心也 此刻之文 是教导发菩提者 应当如是 何以不曰发心 而曰身心 请问发心身心 痛也一曰 曰同而不同 身即是发 何以之有 故曰痛也 身之取义 比发自身 何以言之 发者 但曰其已经表着 为人所知者言 身者 不但言其表着 且有推究其本源之意 应凡言生 必有其根 若无有根 云和的身 故发心之意 为其先无而经发起 而身心之意 乃为其本具 而能献前 故身心 比发心一生 此其不同也 何以得知 身心之意 乃是如此 观清静心 三字 便可了然 盖清静心 即是本具之性 所谓自性 清静心 是也 清者不着 静者不染 譬如真经 汝在泥图 用功洗涤 真经晚在 性意如是 虽一向为无名烦恼 成够所障 但能依法修行 清静本性 依然献前已 故此句之意 是说凡发无上震 等觉心之人 应令清静本性献前 故曰应生 清静心 言下有回头是暗意 其仅人也深矣 不但此也 盖指示前来千言万语 言不应助乡者 无非欲令见性而 清静 即无相之意 凡夫者乡 因之障性 经欲见性 相赫可者 盖凡夫者乡 故不清静 心不清静 所以仗性也 经欲见性 故应清静 清静其心 故应离乡也 且说一身清静心 无意说明发菩提心 之所以然 何谓发菩提心 约一心清静是已 若心不清静 则所发者上的 未知无上菩提呼 何则 菩提者 觉也 觉者 觉照本性也 且本性 又名 大元 觉海也 当之本性 亦成 不染 清静 无比 既曰发觉 而又者 相 则与觉 自正相 被持 所谓被觉 何成之凡夫 是也 故发觉心 必应何觉 云和何觉 必应被成 被成者 不住于相之位也 由此观之 此一句中 具有无数提思 警策之意 出发菩提心 云和便能清静心 现前 须知正应其不能 故令如是而修 云和修 下文所谓 应摩所注 是也 云和摩所注 下文所谓 不应注色 身 香 味 处 法 是也 此正的是 无助之用功方法 不应注色 两句意去 深广 若只略略看过 警明其意 真是辜负 且意运 既未穷究 用功又 岂能恶药 岂能窃食 岂能入戏 既是在 拂面上坐 则相 何能离 信又 何能见乎 故曰 辜辜也 不但辜辜 佛恩 只辜辜 自信 以 一 此色 身 香 味 处 法 名为六成 据此为言者令名弱者其一 便是成心 正与清静心相反 此发正觉之心者 所以必应被成 被成而后何觉也 不应注六成者 由言不应何成 何成则被觉已 其中消息 坚不容法 真所谓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二 色 身 香 味 处 法 所谓气 世间也 意味之境界相 经云不应注此六者 即不应注相之矣 色 身 香 味 处 五字 包括世间一切可见可闻之境界 法之一字 包括世间一切不可见不可闻 而为心思所能及者之境界 举此六字 一切境界相设境 亦即世间一切境界皆不可者 不但可见可闻者不应者 即不可见不可闻者亦不可者 此事交界学人 世间一切皆应不着 三 不应注者 其指境界而已 盖表面指言一六成 实则连六根 六十 以并说在内 以 若但就表面观 即前云但在镜面上做 则不住二字功夫 不能彻底 亦付不能二要 虽欲不住而不可得也 虚知色是外境 本无交涉 交涉发生 生之于住 是谁住之 曰眼也 眼云合住 曰眼时也 乃至法是呆物 若不住者 毫无关系 其发生关系 故由于义 而时由于义中 惯于攀缘分别之义是 由是可知 经云不应住者 令学人应于时上绝照 不起攀缘分别而 经不但云不应住色 不应住身 相 味 处 法 而其下坠有身心二字者 正只是学人欲不住相 应在心上绝照 即是应在起心动念时 唯密用功 如是乃未妾时 四 在起心动念时用功 此事初学者下手处 还需断其私祸 云合断 发大悲心 广修六度 是也 不失 持戒 度贪 持戒 忍辱 度甜 亦复度慢 般若则度吃 禅定计度甜 而定能生会 亦复度吃 而以精进之精神贯注之 且六度皆自大悲心出 则度度皆为利益众生 此又除我之利器也 盖因我见而起贪甜吃慢 故意起心动念 精欲不畏色身香味 触法其心动念 必须在大悲心六度 形上加工 乃未恶药也 五 如上所说 人未就近 必须戒定兼顾 身起般若正志 无名破的一分 十乃转的一分 呆得八十皆转 乃未彻底 初学必须多读大乘经典 班若游不可虚于离 依文字起观照 令其解惠渐渐增鸣 正是釜底抽新之法 而解惠增鸣 更可以增长戒定之力 盖戒定惠虽称三学 时事一事 有互相资助生起之妙 而定 惠 由不能离 定故生惠 惠意生定也 此意不可不知 六 生心二字 不但是另应在其心动念时用功 由有生意存焉 盖防不得意者不明用功方法 误会不应助之意者 一味恶那意事不令生起 如此行之 其急造者必至发狂呕血 急或不然 亦是禅宗喝味 坐在黑山鬼窟里 坐活继者 与外道之无想定何意 既然道理不明 不知本性活泼泼的 无相无不相 是为道理不明 则会不能生 或不能除 业苦当然亦不能消 甚或转为草本土时 无知之物 须知小臣之灭尽定 并非由恶那意事而得 乃由正性 想自不起 且到此地位 亦不应助 助则堕无畏坑 焦牙拜种 亦为世尊所喝 故经文既曰不住色等 又曰身心 以示发菩提心者 不应助于沉香 非令心如死水也 此意正与下文应 磨锁住而生其心 互相较印 指示学人 记明且切意 七 不助六成身心 更有疑意 盖和上句言之 是令发菩提 是令发菩提修六度者 当简别真心 旺心 上句清静心 是真心 此二具注尘 是攀原心 即是旺心 冷言云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诸修行人 不能地成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身文 原觉 即外道等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错乱修习 一者 无始生死根本 则辱经者 与诸众生 用攀原心 为自信者 二者 无始菩提涅 盘原清静体 则辱经者 识经原名 能生诸原 原所遗者 此中上句曰印 下二句曰不印 正亲切指示 不可错乱修习也 须知注尘之心是时 因其攀原 明知曰忘 而此之忘心 原是真心之所变现 云何变 尤其不达一真法界 分别人我顾也 顾发大心之人 首须简别真旺 不应以注尘者 向知心为真心也 所以本经专重破我 不应注六成身心 即为不应者我也 何以这尘即示者我 譬如行六度者 若亦在人之 便是注射 乃至这法 如此等等 无非我见之故也 说此两句 原为教起下句 应摩索注 亦有多亦 一 即为于六成摩索注 二 为根 成 实 一切不注 不论注注者为何 心便染污 便是成相 三 摩索注者 亦无索注之意 四 摩索注者 无其索注也 索注为色身相味处法 金云印于心中 无其索注 非为无有色身相味处法也 含有不执着 亦不断灭两亿 父赐索注之无 由于能注之空 索注指尽言 能注指尸言 顾应摩索注 由言应令 秦实尽空 而身其心之而自 有两亿 一 而者 而又之以 应摩索注 而又身其心 此尘前说摩索注 兼有不断灭一而说 即是说明上文 所言不应注 六成身心者 乃是应心中 无其索注之色身等相 非为断灭相 不断灭者 以心不可断灭故 上言不应注 成身心者 是另应摩索注 而身其心而 其自可指菩提 以及六度 如是 则所发修行六度之心 方位菩提心 以其被沉离相 何于自信 亲近心故 二 而者 而后之以 此尘前说应摩索注 由言应令情 十句空来 则其心即止 清静 为摩索注 令其望静情空 而后方能献其 清静心而 身者 献前之意 盖应身 清静心句 是标句之词 不应两句 是修行方法 应摩索注 是功效 必须如是 做种种事 树鸡经 一烧绝 显霍原被 然亦不过 大海一滴而已 上来 上来一文解 一静 以上一文是 一一静 云和是上来 诸说之 点睛 结血 触乎 且诸 曾 逆说 而上 前科 不云 则非 是 明乎 四字 之所以然 前科 原未显发 故此 仅成其 义而 产明之 然则 如是 二字 可说 使 正成 则非 是明来 以 未发 大道 心者 庄严佛徒 应观照 则非 是明之 义去 身清静心也 盖则非 聚 是明 应摩所住 何则 身本无相 庄严者 其心 应于六成 等相 义无所住 故曰 则非 知的则非 则心 尽以 所谓 欲尽佛徒 当尽其心 是也 是明 据 是明 应身 其心也 何则 但应 心不住 相 并非 断灭 其相 故曰 是明 是明者 明正言顺 不能 废其 是也 虚知 庄严之 是相 不能 断灭 即是 庄严之 心 初未 常息 心未 常息 便 是 身 其心也 总之 庄严而 心 不住 相 则 斥然 庄严时 其心 却 战战 忌 忌 不 然 虔 虽 曰 身 心 实 则 身 而 无 身 一 心 清 静 故曰 应如是 身 清 静 心 心 静 土 静 所谓 随其 心静 即 佛 土 静 是也 菩萨 庄严 佛土 如是 如是 此事发大道心 修六度万行 庄严佛土 者之魔犯也 上身性一颗 有两要句 曰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此两句不但设上科意境 亦附设全部意境 前已屡言之矣 而此中之应身清静心 应魔所住而生其心 又是 不应取法 两句之点 精处 盖上科两句 是 分开说 至此 则将两句之意 何而为 依 以说之 以 何以言之 应魔所住 不应取法 也 生其心 不应取 非法 也 晶云 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岂不是说 虽不应取法 而亦不应取非法乎 前言不取法 应以不取非法为戒 正是从此处误的者 所以独见持戒 修复者能生信心 亦因其绝不置于取非法相 方堪修此不着相之般若而 可见无备必应先将非法相一面 观得紧紧 绝对不取 然后修习不取法相 方和佛指 而身般若正智 以正般若立体 不但此也 事观应身清静心 具 清静即是魔所住 应身清静心 由言应身魔所住心也 而魔所住 是不取法 身心 是不取非法 应身清静心 事言清静要在身心中显现 但清静 不身心 便是死睡 佛法所不许 岂不是说不取法 要在不取非法中做出乎 换言之 不取法 空也 不取非法 有也 魔所住而身心 是明空不离有 身清静心 是明空在有中 空不离有 有颜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不离不易见何以 然而空还是空 有还是有 是由一而二也 若空在有中显现 则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空有相及 则二而易 此之位空有同时 必能如是 方位两边不着 何以故 尚无所谓两 从何者边也 不但此也 既曰魔所住 又曰身其心 岂非魔所住 亦应无住乎 而应身清静心之 清静二字 即所谓魔所住也 然则身清静心 无意延身无住心 虽身而无住 是明其身即无身 即是不住于身心也 不住身心 即是不住不取非法 而不住魔所住 亦即不住不取法 岂非两边不取 亦应不取乎 故上科于两边不取之下 即隐伐欲 以明两边皆舍也 上言空有同时 明其上无有两 便无从者 然而由防者于亦也 这亦即所谓但中 今则空有巨空 亦且不存 者于何有 无碍自在 是真清静矣 不应取法两句之真实义 至此产发生透 故曰点今也 他如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即是应魔所住而生其心 非法非非法 即是空有巨空之清静心 亦即无为法 空有巨空 则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故曰不可取 不可说 此皆显而易见 可无凡言以 上课又有要句 曰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其所以然 亦在此中阐明 诸相非相 云何能见 若其心被沉染 而被于绝 方且弥香未真 何能见得诸相非相乎 必须于六成等相亦无所住 而心清静树姬岂可 何以故 如来是已就静正的清静心者 不住六成之人 虽未能云正德 而扎子见静 清光现前 譬如清静水 能现清静月 故曰则见如来也 盖如来是性体之称 必须不着相而照体 方能见之耳 上科开手不云呼 菩萨于法 应所无住行于不失 虽曾说明不住色 身相未处法 便是不失不住于相 然而必须发心不失时 其心本不是住在六成上升起的 然后行时 方能不住于相 若其心不尽 行时岂能不着相 可知此中所说 正是说在本源上 虽上科所说 未尝不含有心字意在 其后一层点名之曰 若心取香云云 实则至此 乃未产发显明 若无此段发挥 则不失不住相 便未亦得手 故曰此刻是上来 诸易的点睛结血 经济点 则全身聚活 血济结 则万卖朝宗 然后千言万语 一一都有各着落 而依教奉行 事事才有各把握意 总而言之 明得摩所住 而身心之真实意 则所谓生者 乃是任运而生 所谓无住者 无妨随缘而住 随缘而住者 无心于住 虽住而时摩所住也 任运而生者 法而显现 曰生而时摩所生也 果能如是 则法法都显无住 真心 悟悟莫非般若时相 正古得所谓 成成是宝 处处逢取也 所以我须菩提 潜于世尊者 一起实行做网环时 见得无助的妙地 急于大众从做而起 顶礼赞叹约 稀有世尊 善护念 善父主 而请问发大心者 应云何住 云何降福 我世尊及斗其机 而应许之曰 应如辱所说之善 护念父主者 如是而住 如是而降也 以下父祥灾言之 譬如千言万赫 蜿言以礼 直至此处而结之曰 应如是身清静心 摩所住而生其心 应身清静心者 所谓应如是住也 应摩所住而生其心者 所谓如是降伏其心也 得此中一个如是点醒 然后开口总是中所说的两个如是 才有个着落 即是上面两个如是的这一个如是 其意乃更亲切 更透彻 未知遥相呼应 上隔一层 直视融成一位乙 所以此刻两行余文 是从开经至此的一个大结穴 如堪于嘉然 千山万水 处处提龙 若找不出个阵穴来 难免在旁之上着脚 不得要领 若寻得阵穴 则沙也 水也 青龙也 白虎也 处处皆为我用矣 学佛亦然 学佛必须依教奉行 教义忧生 必应得其刚要所在 而此段 乃前来所说诸一之刚要也 应于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 香 味 处 法 身心上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性 如是解 无论修行合法 行注坐卧 不离这个 术于无注之指 才有个入处 而自性 清静心 才能渐渐透露出些消息来 其所修之法 亦渴望有个成就之其也 千万千万 又此段 即是上来诸之刚要 解得此刚要 以行不失等法 则头头是道 所以下课约经功效显中 其福得大于深信者 不知若干备也 鬼 三 正已抱身不住 虚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须弥山王 鱼翼云合 是身为大部 虚菩提言 圣大 世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 是名大身 譬如者 比喻也 凡是欲说 皆以证明法说 上知法说 虽已产发无疑 经负正已欲说者 无非欲闻者 更得明了耳 有人 按指发大道心之人 大心未应 大身为果也 须弥山王 欲圣庙报身 此身为妙 虽有形香 然非地上菩萨不能见 正是多结情 修六度万行 福慧双严 功行圆满 方能正的 所谓无边香 好生也 若宜圣庙 果报身香 不同凡相 此若不取 则修六度万行 何为 殊不知无论果未因地 相与非相 皆不可取 若于此理少有未明 则修因时 便于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不能生气 此佛举问之为意也 须菩提身领佛指 故开口及达甚大 言甚大者 明其此身不无 无意先与怀疑者 以定心丸 使之发大愿 修大行 必获圣妙大身 故真实不虚也 何以顾者 未以何缘故 获此大身也 佛事果得之称 非身有两亿 一 曰正果说 所正乃清净法身之体 非此报身之香也 则非身指报身言 二 曰正果说 既是法身体 而此法身周寒杀戒 其大无外 便入为尘 其小无内 无形相 无数量 故静明云佛身无畏 不堕诸数 亦显曰体言 故说非身 则非身指法身言 是明大身 指报身言 以明圣妙高大之报身 亦显曰相言 故说盛大 是明者 明相也 亦若曰 曰正法身说 实为无形相之非身 岂有大小可说 经云圣大 乃就报身明相言之 得果者 虽不无此高大之相 而实不存有所得 存有所得 便是注于身相 若注身相 何云正清静无相法身 法身为正 亦无甚大之报身矣 若名此理 则知不应取身相 然亦非无此胜报 能修六度万行 而不取者 则正清静法身 而一切胜相 自然显现矣 不避着有 不避着无 然后修应时 便能不取我相 不注六成 而身清静心矣 人 四 约经功效显 分而 鬼 初 显福得圣 四 显圣 所以 鬼 初 又三 子 初 隐和杀欲 四 明时师福 三 显持精神 四 初 隐和杀欲 虚菩提 如横河中 所有杀术 如是杀等横河 于亦云合 是诸横河杀 名位多部 虚菩提言 甚多 是尊 但诸横河 上多无数 何况其杀 天主有一大河 名曰恒河 恒字英少额 应云秦家河 此番符合 印度此河 譬如中国之黄河长江 灌溉全国 于交通种植商务文化上 利益盛大 故曰符合 又古时印度人 视为圣水 得见此河 或入河沐浴 其福无量 故意翻天堂来 以其出处高野 中国亦有黄河之水 天上来之巨 佛经云 善州北向有九黑山 四有大雪山 更有香醉山 湘南雪北 有池明阿诺达 此云无热闹 池之纵广五十游巡 八宫得水充满其中 持有四口 口出一河 湍流入海 各分二万五千道大河 统贯四大洲 东口所出 即秦家河也 入东南海 南口出信渡河 入西南海 西口出复除河 入西北海 北口出喜多河 入东北海 横河之沙即细 细则其数亦已见多 故佛经中凡言极多之数 不可计算者 则已横河沙欲之 又因天竹人人之有此河 之河中沙数不可计算 举河沙为欲者 以其为大众所共小也 如横河之如字 譬如之意 其口气灌注下文 如是沙等横河句 沙等横河者 将陷在横河中 所有之沙 一沙化成一星河 原来之沙数无量 则星横河与之相等 其数亦附如是无量 故曰如是沙等横河 由言譬如将陷在横河中 所有的无量沙数 划位于如是无量沙数 相等的无量星横河也 是诸横河者 是者此也 诸位无量 问此无量星横河中之沙 可谓多否 答曰 圣多者 名其多智不可说也 但诸下数据 为但就星横河言之 以多得无数可计 何况其中之沙 其数更是无边 无可形容 只得弄动说一个圣多耳 子 赐 明保师福 须菩提 我经时言告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七宝满耳所横河 杀数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失 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 圣多 世尊 实言告辱 说在此而易住下科 使之下文所说 识说之福 更多于此 是真实语 不可不信 古文中之耳所 即惊人行文 所谓如许 如许者 指点之词 即护焰之格许多 北焰之这莫些格也 横河无量 何沙无边 而所横河沙数 有言无量 无边也 须菩提 申领佛指 知上来所说 无非借有 为法之极 大福德 作义比例 以显持说之无为法 福德 福德更大于此 一缘不再于此 顾但达约 甚多 不加别语 子 三 显持精神 佛告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持四句计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德 圣钱福德 受持及四句计之意 前以据说 四句计等 及言持说及少之经 尚且福德圣钱 则持说全经 其福更甚 不带言以 受持 则能自度 为他人说 则能度他 自度度他 是菩萨行 顾福德 及大也 持经说法 福德圣过不失 其意有通有别 通者 无论持何经 说何法 莫不皆然 别者 专就此经说也 经先明通议 约自度言 不失若不知离乡 福德大至极处 亦不过升天而已 顾名为有漏功德 即是言其上漏落在 生死轮回道中 说不上自度也 若能受持经义 能开智慧 能知轮回 可谓而求脱离 行不失时 亦知离想 则是福会双修 能达彼岸 了生死 正胜果 是彼但能升天 仍不免入轮回 相去天渊 所以 财师 师者得大福 受者只得眼前小异 法师 则是与受者皆得大福 三 财师但一人生命 法师则一人会命 四 财师福贪 法师断货 五 财师双方不出轮回 法师双方可乐生死 六 财师双方之受用有境 法师双方之受用无穷 七 财师师小则所亦者小 法师可以少师或大义 问 然则但行法师 不行财师 可忽 曰否 菩萨舍受众生 财师亦不可无 但宗旨在行法师 不以财师为究竟而 以上为通明 迟说一切经法二例之意也 下科正别明迟说 此经之意 须知金刚般若 直指本性 若能见性 便可成佛 其但自己了生托死 令众生了生死而已 只可度无量无边众生 皆令成佛 少龙佛种 莫过此经 其福德之大 不可思议 又其只剩前满无边 大千世界 宝师之福 得以灾 贵 次 显胜所以 分而 此 出 明随说福 次 明尽持福 此 出 明随说福 父 次 须菩提 随说是经 乃至四巨迹等 当知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 凡言赴次 虽是别举他意 时已成就前意 前已详言之以 随者 不限定之意 略言之有无 约随人 无论僧俗甚凡 约随机 无论力根顿根 此即浅身互说意 或说第一意 或说对志 约随闻 无论多少广略 约随处 无论沉香甚列 约随时 无论昼夜长短 约随众 无论多人义人 如欲一说机缘 即为说之 此之未随说 当知者 谨戒不可轻忽之以 此处即止说经之处 说经处如此 说经人可之以 下科云 当知是人云云 故之言处 兼言人也 总之 闻经者不可不存恭敬心 何以故 尊重法故 不忘所自故 而说经者 而说经者 却不可存此心 何以故 远离名利公 敬故 不应者相顾 此则双方 皆应知之者 又如 大班若经云 帝氏 美于善法堂 为天众说 班若波罗密法 有时不在 天众若来 亦向空座 座礼公养而去 此即诸天尊依佛说 恭敬说 经处之事时也 又大品云 诸天日坐三十里静 六斋日弥多 经所在处 四面皆令清静 世间有言世界 兼者 见阁之意 如言一间屋 是名屋之界限 若其屋界 何名一间 顾说世间 无意呼说 世界也 世事数亿 三十年未一世也 戒世横溢 各方各处 各有其戒也 经约一切世间 明其数穷未来 横便十方 即是近未来 便法戒意 严天严人 亦即该设三界 所有众生 而言天严修罗 亦即该设天龙八部也 顾名虽举三 亦包一切 皆印二字 正与当之相呼应 云和当之 以皆印也 印者 非如此不可 故当之也 供养有二 一 是供养 略说时事 吉香 花 阴落 墨香 涂香 烧香 翻盖 衣服 祭乐 和掌礼拜 是也 说经之处 乃是道场 故应如是庄严恭敬 二 法供养 即是如法修行 利益众生 如文而辗转为他人说 或以经赠颂等 设受众生 如劝人来听 分座与人等 乃至不舍菩萨业 如欲阻难 亦必来听 即是不舍 不离菩提心 如发起大愿大行 不为般若正志 不离者 不与经指相为也 等 是也 如佛塔庙者 言皆应如 供养佛塔 佛庙一般的供养 供养塔庙 人所共之 说经之处 或忽视之 故举塔庙为例 以明说经 即是道场 便与塔庙一般无二 故皆应供养也 何以便是道场 下文更郑重名之 宗已发明说法 人是佛所浅 所说法本是佛说 故代佛宣扬 即同佛在 法华云 能为一人说法华经 乃至一句 世人则为如来所浅 行如来世 法华然 一切经皆然 金刚般若更无不然 上文曰当知者 指词 若其知是人为佛浅 法是佛说 自知皆应恭敬恭养 以 塔是范语 巨云塔婆 其因少额 时是苏赌波也 亦云高显处 亦翻方焚远种 塔必高显者 所以表圣也 佛塔多种 今且明四 所谓深处塔 成道塔 转法轮塔 班涅盘塔 是也 经教供养如塔 即设此四种塔之意也 何以言之 此经是明实相 实相者 佛之法身也 又曰 一切诸佛从此经出 则此处岂非佛身处之塔乎 文法而后之修因正果 而此经身符无量 宿罪皆消 当得无上菩提 故此处便同佛成道 除之塔也 代佛宣扬大成 最上成法 是此处正为佛转法 轮除之塔乙 班涅盘者 亦云无畏 亦未生灭灭乙 理事就尽之乙 而此经所说皆无畏法 令文者灭身灭心 正就尽果 所谓令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为此处即是佛班涅槃除之塔 不亦可乎 妙者 茂也 亦明供佛相处 泛与未知提 凡是佛塔 必供佛设立 设立即佛真身 凡供佛相之庙 必有经法 必有僧众 言仪庙字 即是住持三宝所具之处 经云如佛塔庙 是明说经人代佛宣扬 便痛真佛在此 说此大法少龙佛种 便是住持三宝 故曰佛塔庙 接应供养 上文约为他人说福得圣前者 因此之故 由此可正经虽说处 亦实在人 然而尊重说经人若此 倘说经人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妄谈般若 误法误人 其罪业之大 亦不可言语 从经之正面 即可看到反面 此又说经人所当之 应经经自审 不可少乎者也 故下文又曰 何况竟能受持云云 受者 为领那真实义也 持者 为依亦修持也 然则不能修持 便是能说不能行 如数他家宝 自无半前分以 且不能修持 亦必不能领那 因甚深为妙真实义 绝非能从文字上领会的的 不能领会而说 事必至于望谈般若 浅说般若已 警戒说经人 可不畏之深切这名呼哉 此 此次 明尽持福 分而 丑 出 证明尽持 此 证明所以 丑 出 证明尽持 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 言受持 复言读诵者 明其必能领那修持 方位真能读诵 不然 读诵之意小义 且既能受持 还须读诵 以经中意运无穷 时时读诵 更能熏习增长 则受持之力日益尽不也 上言说 此言受持 已不同也 上言随说四句计等 此言竟能受持读诵 而不同也 而言有人 不若令是一人 出位指定即是说经之人 者言 何况 亦是显明尽能受持 读诵之人 更甚于随说之人 然而 是尊如此分而说之者 亦以明其受持 攻大 使人皆知 屈众此点 二 以明其能说 必由能受持来 随说 必由尽能受持来 若非尽受尽持 岂能头头是道 为大众随时随处 随机随闻而说 耶 三 以明尽能受持 必应欲有一说之机会 即需为人说之 非但尽能受持 便是更甚也 故上文与此刻之文相 虽别 亦时互相彰显 则如来之意 实欲人人 既能说 又能受持 既能受持 又能说 不可分而为二 各行其一 此意云何知之 余下言成就二字上 便可了然 盖世尊说此经法 愿望人人成就 而成就必须自度度他 二立圆满 方可 若但之说 或但之受持 是余力他与自立 偏在一边 尚有成就之忘乎 故知经文 话虽分说 一时一贯 读经文法 不应执着文字相 必应如是领会真实义 此之未依依不依文 又先言随说一段 与经初先言度尽 所有一切众生之意正同 一名菩萨发愿 未能度己 先欲度他 度他即是度己也 此言何况 尽能受持 亦与经初言 父次菩萨应无助法 而行六度之意正同 一名度他还要自度 而自度原为度他也 若不领会的自他不二之意 尚能未能受乎 尚安有成就可其乎 世尊说法 如木泥珠 面面俱缘 若不如此领会 岂不辜负此文 虚知各经之文 无不说得及其周到详密 特恐人粗之大业 亦知半解 不能尽空诸见 尽心体会 避智取者片面 媚其全体 自误误他 所谓依义者 是教人必须融会贯通 明其真意所在 而不依闻者 即是不可闻的一言半语 便断章取一耳 丑 四证明所以 分二 迎 初 约成就正现 四约熏习结成 迎 初 约成就正现 虚菩提 当知识人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和法乎 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也 此法未就尽觉自证之法 成就此法 亦即成佛之意 弥陀经云 释迦牟尼能为圣南稀有之事 能与五着恶世中 的阿诺菩提 圣南稀有 即第一稀有也 更无在佛之上者 顾约最上 若分言之 阿诺菩提 亦为无上正等正觉 正觉者 从来不觉 而今能被成何觉 非稀有乎 正等者 等是平等之意 经不但自觉 而能觉他 自他不二 空有不着 平等法界 是第一意 故约第一 无上者 尽达宝所 正就尽觉 所谓无上菩提 无上及最上意也 古著魂简 现为却凿言之 使之其矣 至后人所著 或以三身事 或以三般若事 则亦欠亲切缘满意 成就者 言有成就此法 之可能也 世人 即通止 随说是经 竟能受持 即闻经 而能受持 能随说之人 当之二字 统观下文 若就本句说 为如是之人 福慧并修 自他两度 便得直屈宝所 大有成就 不可轻视 如知的世人 成就不可思议 便知其福得远胜于 已充满无边 无量大千世界 知七宝不施者 亦有漏有味 亦无漏无味 所以至义者在此 悉足怪乎 因 四约熏习结成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中国经字 本有路径之意 典者 鬼则之意 是经所明 皆是发菩提心者 不义之正鬼 共尊之觉路 行此路 依此鬼 自然直达宝所 故此经所在之处 便是宝所 继承宝所 故佛及一切贤胜 莫不在此 若尊重弟子 有言以及一切贤胜 若者 即也 尊重弟子 或曰指家业 穆连 诸大弟子 或曰指文书 普贤 诸大菩萨 总之 佛所在处 便有大众围绕 而未说法 譬如众心 捧月 故尊重弟子 是统为一切贤胜 菩萨 罗汉 尽设在内 不必分别专止也 大班若云 班若所在之处 十方诸佛 常在其中 故欲供养佛 当之供养班若 班若与佛 无二无别 知十方诸佛 皆在于此 则知便虚空 尽法界之一切 菩萨罗汉 无不尽在于此已 综以名此经书胜 在处处贵 在仁仁尊而已 综上来数科观之 出显说经之处 似显受持之人 至此 则知所以显处显人 实为显慈经之功 经功非他 即是般若正志 则所以显经 又复实为 劝人供养慈经 读诵慈经 受持慈经 广为人人说慈经 以其由文字起观照 证实相耳 佛之说法 眼光四射 面面俱缘 如此 又出显处时 说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是名说经 即是住持三宝也 经则言 凡经之所在处 便为有佛 即一切贤慎 是名常住三宝也 而中间乃曰 是人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是名其成就 自信三宝也 何而言之 便是应住持三宝 正自信三宝 成常住三宝 亦即应常住 故住持 应住持 故常住 且云和住持 云和常住 全障自信 以成就之而 又上言成就 殊 以显福德 殊胜之所以然 经更言 熏习书胜 以显成就 殊胜之所以然 何以故 以经典所在 既是佛菩萨等所在 则持说之者 便是清静 诸佛菩萨等 大善之事 如此实时 熏习自信 岂有不大 或成就者乎 又出言如佛塔庙 云和说经之处 如佛塔庙呼 经则约经所在处 佛吉贤圣皆在 岂非显明上文 如佛塔庙之所以然呼 总之 既约如佛塔庙 又约佛吉贤圣皆在 皆明此经是三宝命脉所观 故不但详言 志在志三 使一切众生尊重此经而 又上言成就 即皆言经典再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此又显明是人之成就 最上则如佛 似亦如一切贤胜 而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发无助心者 当正无畏果 故一切贤胜皆以无畏法 而有差别 故迟说无畏实相之经 岂不成就此法乎 此数科经文 文字无多 妙意无穷 发挥难尽 姿不过略略言之 已如上述 是在人人善于领会之以 又前次笑量显经 以一大千世界宝师 比较显其福德 经则以无量无边 大千世界宝师 比较显其福德 何以前后相差若此 其亦云合 盖前次显胜 是说在能生信心之后 且约一切诸佛 及诸佛无上证 等证觉法 皆从此经出 世明其如能闻 是张具 信心清静 便是趋向佛智 故有如是福德 然不过出发 尽信之心 未能深入 所以只以一大千世界宝师 显盛 经则不然 乃是说在开解之后 云合开解 所谓身清静心 磨锁住而身其心 是也 且约当知识人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赴约则未有佛 若尊重弟子 世明其如能领解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之真实意 便有大大成就的可能 应解的精益 便得刚要 已是前之但具信心 未得刚要者 相去天渊 故以无量无边 大千世界宝师 比较显盛 世明此人之福德 超过前人无量无边 被以 何以故 已是出发信心 粗之名字 已是身解精益 见能入关故 须知此经专明实相 直指本心 受持之者 果能直下承当 依经其官 则身服灭罪 敬振菩提 功德何可称量 而前半步五次孝显 若经功有大小者 时应持送者功行之浅身 尘此差别 非经功有差别也 心 三 请示明持 分二 人 初 请 次 是 人 初 请 而时 须菩提 白佛言 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和奉持 向下文艺阶系 应当地听 英文相关设前后 须和前后统观而互说之 其意乃彻 既是综合前后而说 故意亦繁密 恍惚听之 便难领会 而时者 前言已尽之时 亦显领会的纲要时 便当行持 不容烧谢 所谓解识即是行时 是也 结经加特标尔时 亦在于思 又本经中凡标尔时 须菩提白佛言句 皆表更端之意 俗云另行起头 已是本科所说 更近于前 令人注意也 然与虽另起 亦亦灭前 应上来屡显此经 福德书圣 乃至今所在处 佛与贤圣同在其处 书圣如此 不知其名可乎 屡言受持此经 及依四句记等 皆有极大福德 乃至竟能受持 成就无上菩提之法 然则应云何持乎 此皆学人所及当知者 顾问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何奉持 他经请问经明 多说在全部之末 经读说在中间 何故 须知此经后半部之意 是从前半部开出 其意前半部中已有 不过说之未祥耳 若非长老在位请问 则说了前半部 便可终止 以事之故 此经经明虽似说在中间 却实是说于前半部之末 人与他今无别也 当何名此经者 当已何名名此经也 亦可到其句曰 此经当何名 亦既殊胜 其名亦必殊胜 言下便有名必复时 若知其名 亦可顾名思亦之意 奉者 尊一 持 即修持 行持 请示持法 以便大众尊一 故曰我等奉持 奉持 由之乎奉行也 凡言即行 便具二意 一 自行 二 劝他行 顾古人是持 自一约认红 认者 担任 只自行而言也 红者 弘扬 只劝他人 行而言也 说到行持 便迁及上来所说已 事官上来自详谈起 开口便说应降伏其心 云和降伏 即是发大愿 行大行 不住六尘境界 广行六度 度尽无边众生成佛 而不取度身之相 乃至法与非法 皆不应取 如是层层批包 越包越细 结归到不住六尘 身清静心 此八字 即应身清静心 及不住六尘 身心 缩语 亦即应摩 所住而 身其心 住脚 凡此所说 种种一门 皆官门也 皆行门也 及皆应 凤池也 然则我 是尊开示 大众 云和凤池 亦以至详 至息 何以须 菩提 长老父于此处 请问云和凤池也 其上来所说诸意 但令领解 非令凤池呼 亦凤池上来所说 有有未尽 故今众请呼 请言必须前后 统观综合说之者 正在于此 此等处若未撤了 其凤池必不得力 不但容易发生 如上所说之误会而已 须知长老经之 请问云和凤池者 别有深意 一 佛所说法 无不理事圆融 圆融者 说理即设有事 说事即含有理 所谓理外无事 事外无理 事也 故学佛之人 亦必解行并尽 解数理边 行数事边 必须并尽 始与圆融相应 但众生根性 千差万别 自有人即解即行 亦自有人 虽解而未能行 或虽行而未能相应 虚知解而未行 行而未应者 实未真解 真能领解 将不带劝而自行 行亦自能相应 长老欲为此辈 人更尽一解 故父请问 此之为婆心太切 二 请问经明 即是请求开示上来 种种言说张句之总题 请问云和奉持 亦原是请求开示上来 所说诸义 有无总持之法 若得总持 持此总题 其不更为恶要模 此之未闻法无言 明得此中第一层道理 便知上来 虽未请问云和奉持 并非专令领解 以设有奉持在内 经虽请问奉持 亦人设有 更求领解之意在内 明得第二层道理 则之前既奉持 经亦何妨更倾 然则前后起 但不冲突 不重负 且更可显发前亦已 说至此处 恐人附身他疑 经当彻底 更亦言之 问 上来所说 既依依皆应奉持 经又明明 请问云和奉持 何以第一大科 判未深信 经第二大科 判未开解 至第三大科 方判未进修 语 详说中 先判未两总科 初约进名无助 四约新名无助 再将此两总科 判分未四 即一身信 二开解 三进修 四成正 达 开经以来 十皆可起修 然修持之旧 禁法 则在第三大科 故但与第三大科 以禁修之名而 且此乃依经而判 非敢亦说 如第一大科中 明明点出 持戒修服 能生信心 是明信心之初起也 故判未深信 第二大科 于请世明持之后 点明生解义去 世明不但深信 且开解义 故判曰开解 至第三大科 将完 又明明点出 以无我人众受 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菩提 且曰 如来说善法 非善法 世明善法 则并善法之相亦付不取 此之未就禁修法 如此而修 未知就禁者 以其何于诸法 如意故也 故判之曰禁修 须之不曰其修 而曰禁修 具有深意 盖明其乃深境之修 迟 监明上来诸意 并非只是深信开解 不是起修而 更有意义 不可不知者 信解行三世 不能定说无次第 不能定说有次第 人必具有信心 而后言求佛法 义必明的佛法真实之意 而后方之真实修行 此故明明有前后之次第也 然刻时而论 若其薄无攻行 则账深会浅 绝不能领会甚深佛法 必须攻行越近 解力乃随之而越深 且若非有解有行 其信心亦若有若无 不能说是信根成就 由事言之 信解行乃是同时并尽 其有前后次第之可言 监欲有人 无端而能信佛 或初不学佛 一闻甚深佛法 变得明了 并有佛法一搏不明 而能发心精进勇猛修行者 此皆素是本有功行 经欲因缘 遂而发现 非偶然也 即以正说 正者凭正 凡清眼见得 亲身做道之事 则未知正 故必真实如法做道 使明约行 真实见到佛里 使明为解 真实知的归一三宝之意 使明约性 然则一言性解行 皆已含有正的意义 但向不明之为正 为正法身 始于以正字之名耳 可见是名义上之分别 若论实际 无往而非正也 即以正法身言 云何为正 亦不过解行二事之功效 解行做道究竟 明知曰究竟正得 除解行外 无正可说 不但此也 本经云 信心清静 则身实相 实相即是法身 换言之 法身显现 亦不过信心清静而已 由是言之 其但性解行正 并无前后次第 实则明向上 似乎有四式差别 而实际上 博无差别 四式化为一式 此之为平等 即此四字 便可物由平等见差别 由差别见平等之理 再尽一步言之 实相显现实 唯一清静 并信心二字 亦无痕迹已 则真究竟平等 如如不动已 事故若明佛理 随念一世 皆能穷其究竟 归于平等 即如生性文中 一念生静性一语 就生性之事相言 故为之一念相应 尚未静念相继而 若言其究竟 则此一语 可生至无底 广至无边 何以言之 生静性便同生清静心 亦与信心清静同一意味 一念者 为此一念 此念非他 乃是信心清静 生者便是显现 则生静性 便是静心显现 如此而说 是此一语 便是正的如如不动之性体 其他言句 皆可如是领会 所以文的一言半计 皆可正道也 此理不可不知 然而讲经说法 有时又不能不随 顺其文相而说 若开首集说此生意 反令文者无可依循 此理又不可不知也 前说此句时 不能咒名此理者 因此 自已说至见身 无妨顺便捏出 使之佛法无浅非身 身意可浅 直无浅身次地可说 故不可取这其香 而曰则非也 然为皆引众身 祈祷进步 又不能不假设 一浅身次地 以及种种庄严之事 故不可断灭其香 而曰是明也 且著 经不说经文 而指笔题外 将性解形正 啰嗦如许言语 何谓呼 当之非说闲话 乃是发明上文 所说无有定法四字之意 通冠一切 比大众领会此意 树姬头头是道 孤旧性解形正发挥之 以示凡事皆然 不但佛法然也 且自此以往 亦去越入身为 若不与此意见的少许 则心中不能活泼泼的 于身为亦去 便不亦领会 当之下文般若非般若四段 证明无有定法 我今如是而说者 正欲为下文写照而 须知因为无有定法 所以不可知有 不可知无 经中凡言则非 皆明不可知有也 不可知有者 是令会归姓体也 何以故 姓本无相 如太虚空故 安可以名字与言求 必须离相反照 树姬正入也 凡曰是名者 乃是不可知无也 不可知无者 是令虽会归于性 而亦不坏甲有之名相也 何以故 性本无相而无不相故 相及性体之用 有体必有用故 如太虚空体 故空空如也 而万象森罗 一切依正果报之相 皆由其中献出 若无万象 便成完空 亦不足以显其事 太虚空矣 但不取者其相 与太虚空何损 何的约绝对无相 且亦何须灭其相也 持此亦以修行 则知欲见本性 必应黎明绝相 迫其我见 我见不除 便身分别心 而其念及者相以 而此我见是 无始以来并根 不亦破除 必应依照佛所说法 一面反观内照 习其攀缘妄想 而一面又应尊 依各种以鬼事相 礼拜 忏悔 以及不失 持戒 等等 求消业障 开发本质 彼得信心增长 解形成就 以其仗除性险 而行时又应心 不取着色 身 香 味 触 法 体会此一念心之性 与诸佛众生 本是一体 且体本空计 然后感应神速 成就自益 夫修应时 既能不取香 不灭香 空有两边不着 何于中道 所以感应大 成就益大 所以成就以后 便能不动到场 而生变十方 现各种庄严之土 以普度无量 无边之众生 是知味无香 而无不香 无不畏 而无畏 推而言之 持此意以为人 则能胸襟旷达 不惹烦恼 而得自在意 一知谨言盛行 不错因果 而无挂爱意 持此意以处事 则知万事皆空 与我赫射 任他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 可也 一知人情世态 分云往复 安为苦乐 随遇而安 可也 持此意以当大任 做大事 以不着相顾 虽是来极应 而天君泰然 不畏所动 以相非断灭故 虽心不着相 而调理至然 薄无废事 如此岂不是则非是名 头头是道乎 真所谓道不远人 人自远之而 我佛缘为度事而来 故所说法 无不是出世间 一切射境 为虚荣慧贯通 如是真实之意 则是世皆可奉持 时时皆是修行 在在皆的受用 而处处皆是佛法义 所以佛法称为法宝 此经由是无上法宝 且收拾其闲言语 宣扬此无上法宝 人 四 是 分三 鬼 初 总是明识 四 详明 所以 三 解显持福 鬼出 又二 子 初 是能断之名 四 是持经之法 子 初 是能断之名 佛告须菩提 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密 此七自卫全经之总提 于开提时已详识其意义 自略言之 般若此云智慧 约应约慧 约果约智 因果亦如 故总义其意约智慧 波罗密此云到彼岸 有此智慧 乃能了生死 入涅槃 如此做事 则波罗密非他 即般若是 又此之智慧 非同是智便聪 乃佛智佛会 所谓佛之之见 是道彼岸之智慧 如此做事 则般若非他 波罗密是 金刚是欲 金刚为物最坚最利 能断一切 以其坚固 一切物不能坏 以其利固 能坏一切物也 以欲般若波罗密 如大火炬 四面不可处 能断一切烦恼也 何谓烦恼 见思或事 见或未生 鞭 邪 二取 最要者 身见 边见 身见即我见 小陈砖指四大五 运甲和之色深言 大陈则通于法我 若取法相 非法相 即者我仁众寿 故曰法我 仁众寿三 皆由这我而起 言我则设其余 以 边见者 小陈砖 小陈砖就由身 剑而起之断剑 长剑 岩 大陈兼指一切法空有二边 只有辩取法 乃长剑也 直空辩取非法 乃断剑也 私货及贪 田吃慢 疑 此为根本 由此生起千疾等等 此之根本烦恼 皆无使并根 积息生故 岁至流转六道 受苦无穷 经欲脱离此苦 非断此并根不可 云和而断 非仗此金刚会 见不可也 又此步是大班若 经第九会所说 诸会皆说班若 则皆能断 经读于此步 可见此步之意 由未经要 更坚更利 更为能断耳 此 赐 是持经之法 以示名字 如当奉持 此八字 是令顾名思义 因名会体的奉持 非为持此名字 恐人误会 故赐负字 是其所以 要知本经所明之意 皆是应我所住 而众生之病 在处处者 者即注意 因众生此病甚深 故开口便言降福 凡言不应取 不应住 皆降福之意 至此复云 以示名字 如当奉持 无意言如等 当奉能断之意 以行持 且无意言如等 当奉金刚斑若 以降福也 见思或中 我见未本 所以处处住者 因此 所以生种种或 造种种业 受种种苦者 因此 所以即当断除者 亦即在此 我见除 则烦恼 即或 账除 而业障 报障 亦随之 而皆除以 三障 消除 则法 报 应 三生原献 固如是奉持 是从根本解决 能得究竟胜果 起地了 生脱死而已 所以此经 再处则处贵 再人 则 人 尊 无被贺信的 闻此 无上经法 其必已于无量 千万佛所 中诸善根 可知 何甚庆幸 何渴望 自菲薄 然而善根 如此 却仁脱此臭皮囊 浮沈苦海 其必多生以来 或轻忽视之 未常读诵 或虽读诵 而未能受持 或虽受持 而未能如法也 亦可知已 一思及此 又何甚惭愧 经信佛光加倍 又闻此法 又读此经 若人如前代乎 前路茫茫 又不知要轮回 若干次数 自讨苦吃 一思及此 又不胜其耸惧 古德云 此身不像今深度 更像何深度此身 可怕可怕 此中断 持二字 有有要义 盖断者决断之意 持者坚持之意 如上文说 印不住六成身心 无如凡夫力不从心 明知不印住 而不知不觉 新年齐上 心既沾上 便被其父 摆脱不了 必须将不住六成身心 放在心中 时时观照 其心动念 躺于六成 少有处者 便当机立断 立断者不可为难 不可苟安 即勇猛之意 更须坚持不懈 坚持者精进之意 精进者所谓精神而尽 秘密内照 不时一搏放松也 精细而尽 诚心尽律 审查隐为也 精神而尽 至诚恳切 求三宝哀怜射受 放光加倍 助我之力也 念佛不得力 全由未在此中用功 无备修行 必须于一切染源 所谓六成者 依照此精能断 奉持二意 而当机立断 坚持不懈 若不如此竖起己粮 立定脚跟 和能降伏的多身 被绝合成的习气 我不降伏它 就被它降伏我 此心既被沉染 便不清净 一句佛当然念不好 果能当机立断 坚持不懈 树姬有一心 不乱之可能 而往生极乐 竟登不退 不难以 努力努力 总而言之 上来所言降伏 急不住六成 身轻尽心等 种种关门行门 必领会此中所说 能断之意 而奉持之 乃更有力 然则此中所明之意 甚未谨要可知已 故向后知效量经功 亦炯不同前也 贵 此 祥明 所以 分而 此 初 总标 此 别祥 此 初 总标 所以 向来 向来 祝 世家 但以此句属于佛说般若一段 精卫乃是统冠下文两颗 盖下两颗 皆是开示修持之法 则皆是说明以示名字 如当奉持之所以然 何的但以属于一段 使其于经文 皆成散沙 则孝显经功更胜于前之意 亦无着落意 大大不可 故经特将此四字令做一颗 判约总标 以名其统冠下之两颗 非只属于两颗中之一段也 综合下两颗意去观之 可知此一句中 含有三意 一 如何而断 二 从何断起 三 应何须断 经顺序说之 何谓如何而断耶 断着 断我见也 我见随处发现 不恶其要 云何能断 且我见着 妄想知别明 而妄想原是真心所辨 本不能断 所谓断着 破之而已 然则云何能破 明理而已 开解而已 事关精明 金刚 斑若波罗密 七字 金刚 坚力 所谓能断也 然原是用以欲下五字 斑若波罗密者 斑若者 智慧也 波罗密者 道彼岸也 道彼岸之智慧 由言彻底之智慧 由是可见断我 见并无别法 为在彻底明理 亦即彻底开解而已 而 然则所谓彻底明理者 明何理 当之众生处处执着者 无他 由其不知四大五运 以及一切法 皆是原生 如幻如画 而本其先入为主之见 是以为一定不宜 遂至执着而不肯舍 是之为我见 故欲破此见 守当明了一切法 本无有定 如是久久观照 则知法既无定 云何可执 且既无有定 执之何矣 若能于一切法而不执 则我见自化矣 此真破见 或知金刚也 所谓明理者 明此理也 明得此理 可破我见 所谓彻底也 故曰 以是名字 如当奉持 尊奉金刚 般若波罗蜜 以为修持 即为尊奉此之名 以以作观照也 当知此不经法 正是般若波罗蜜 而曰则非 般若波罗蜜 是尊实实说法 而曰摩所说 乃至为臣 是戒 三十二相 皆说其非 不过是名而已 皆所以显示 无有定法之意也 此其一 何谓从何断起耶 当先从与自己 最密切之法上 经情观照 以破其祸也 般若波罗蜜 为行人所当修持者 上映知其则非 而黎明自相 是尊言说 为行人所当尊奉者 上映知其魔所说 而黎言说相 大千世界 为佛教化之敬 三十二相 为佛所献之身 皆应不着 则其余可知已 此所谓高处落末也 推之 凡是自己所修之法 所为之事 以及依报正报等等 皆当奉此意 以为观照也 此其而 何谓应何须断耶 观下闻约佛说 约如来说 辩知躺不如是观照 断其我见 辩为佛指 而不能见如来矣 此其三 名词三意 则知当如是奉持之 所以然矣 此 此 别详 分二 丑 初 是会归性体 此 是不坏假名 丑 初 又二 迎 初 适应离名字相持 四 适应离言说相持 迎 初 适应离名字相持 虚菩提 佛说班若波罗密 则非班若波罗密 流通本有是明 班若波罗密一句 为后人所加 大悟 虚知此科及下科 正明会归性体 故皆浅相以明性 至大千世界三十二相两科 乃坚明不坏假明 张义分明 乃无知望作 一位烂家 可叹 不但唐人写经 摩世明句 至者 家祥 归封 三大师著书中 皆摩世明句 亦 当从古本 严则非者 另离相也 离相者 所以会信也 故标科曰会归信体 照上来语例 应曰如来说 经不曰如来说 而曰佛说者 亦去更深 略言其耳 一 佛者 就尽绝果之称 人皆知正的就尽绝果而成佛 由于修班若 而不知时由修班若则非班若也 使修班若而为黎明子乡 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 尚能称就尽绝耶 尚赫尘佛之可能 故经特约佛说者 所以是正果者由此而正 则修因者当如是而修也 二 既正性以 亦附献相 则称之为佛 故佛之亦称 乃性相全章之名 非同如来但属性得之称也 故经约佛说者 乃只是班若则非班若 不可达成两绝 则非班若波罗蜜 当从班若波罗蜜中作出 所以开示 当即明子以黎明子也 故上文曰 以示明子如当奉持 此语应身清静心惧 同一意味 所谓空在有中 非灭有以名空也 世尊因正令明信 既不能不浅向 而一味浅荡 又律人误会而偏空 故不曰如来说 而曰佛说 以示意 此语不坏假明 说是明某某时 不曰佛说 而曰如来说者 用意阶及深密 盖不坏假明 而曰如来说者 明其虽不坏相 人应会归于信也 今浅荡时 不曰如来说 而曰佛说者 明其虽应会信 而亦并非坏相也 然则此中已含有 不坏假明意在 何须滥家事明一句 方显其不坏假明也 总由未明经意 所以无知妄作 总之 佛说般若 是如其自证之理智而说 令一切众生 开佛之见而 开佛之见者 令知信本无相 须离相修持 而后可以见信也 故曰般若 则非般若 若不明此理 心中有一般若波罗密 名字相 便取法相 上的曰奉持般若波罗密哉 何以故 若取法相 即者我人众生受者故 此中但云般若波罗密 则非般若波罗密 不连金刚二字说者 正名上文所云 以示名字奉持者 乃未当奉金刚能断之名 以行金刚能断之时 而断其取者法相而 般若无上之法 上映离名字相 何况其他一切法 又当知佛之说辞 正令不取法相 以修持一切法 则法法莫非般若 乃未般若波罗密尔 此上来所以言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也 总而言之 佛说般若则非般若 是令领会法 法皆般若不可 这般若知名字相 此已是名字奉持之所以然 非为在名字上奉持 又所以二字 便是真实义 上云辱当奉持 即为当奉真实义而行持也 因此 是应离言说相持 须菩提 于云云和 如来有所说法不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如来摩所说 此问涅上闻来 或问 不应助般若波罗密法相 而此法原是佛说 说此法时 岂无法相 若无法相 又云和说 仿有此疑 故发此问 有所说法否者 为心中存有所说之般若波罗密法相否也 世尊问意 以含无字 何以故 如来是信德之称 性体空计 岂有所说之法相也 不约佛说 而约如来说 亦在名词 又佛之现相 正未说法 若约佛说 则与摩所说 亦抵触 故此刻只能约如来说 不能言佛说也 凡标须菩提摆佛言句 名其言圣要 不可呼也 达语更近一步 言不但摩所说之法 且摩所说 摩所说者 无其所说也 非为无说 摩所行 无所得等据 一同 盖性体自正 名为如来 如来者 即名其正的平等性体 平等者 理智一如 能所一如也 故后文曰诸法如意 即正一如 故其言说 名为如说 故后文曰如来 是如语者 如说者 名其是由平等 如如之性 海中自在流出 初为其心动念 虽终日说 赤然说 沙说 沉说 实无言说之相 尚无说相 安有所说之法相 顾约 当离明言之相 然 若则明言 究应云和 而后可离乎 若不知之 是但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虚知此两颗意去 我是尊实令 奉持者 离念也 念不离 则明言之相 终不能离也 何以知之 其性论心 真如门中 有一段文 可以证明 论云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 境界之相 又云 离言说相 离明子相 离心原相 必尽平等 乃至为是一心 顾明真如 此文中真如 即性体之别明也 离言说相 三句 归重于离心原相 一句 此句 即是离念之意 盖原者 攀原 心原 即是起心动念 心念若动 必有所攀原 便落于 明子相 以 而言说者 心之深也 心必先愿于 所欲言者 而后达诸言词 故心念若动 又落于 言说相 以 故三句中 离心原相 聚是总 心原相 离 然后名字 言说之相 接离 此语论文上 句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 境界之相 勾 相应 离心念 便无一切 境界相 所以离心原相 便必尽平等 为是一心 而明真如也 由此论意 以正经意 则此中 令离名言相持 非即是 令离心念 修持乎 论中 论中 又引他 经云 能观无念者 则未向佛制 佛制即是 班若波罗密 故此金刚 班若波罗密 经 当如是 断其这名字 言说之 攀缘 妄想而 奉持也 此已是名字 如当奉持之 所以然也 其信论又云 当之染法 境法 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 可说 事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有 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而有言说者 当之如来善巧 方便 假以言说 引导众生 其只去者 皆为离念 归于真如 以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不入时置顾 此结论文 更好引来 为此两颗经文 做注脚 此请世名 持一大颗 关系紧要 经当再依此结论文 详细说之 以其彻了 必道立动明 乃能观照用功 想为诸公所愿闻也 先说非色非心 非智非识 非有非无 三句 非色色字 该有表色 无表色 言 有表色者 未有形可指之法 无表色 未无形可指之法 此种种法 无论有表无表 本无字体 体为是心 故曰非色 然不过为心所愿而已 时非心也 故又曰非心 非智之智 即为性智 性体平等空计 岂有诸法 故曰非智 然则诸法是实乎 须知不过时心献起而 不能为诸法辨识时也 故又曰非时 非有非无者 因缘聚合 似有诸法 发生 非无也 即为原生 乃是幻香 非有也 此三句 总为一切诸法 不过彼此对待相行 虽似有而实无 当体即空 以说明其上文当之 染法境法 皆惜相待 无有自相 可说之意而已 当之般若 亦是与比诸法相行 名为般若而 以一切法原生 患有 本无自相 其有自相 可说 安可知着明自相 故曰般若 则非般若 且佛正真如实 至故 虽赤然而说 实无言说之相 故曰如来 魔所说 但为众生 故 假以言说 引导 令其理念 正性 由是可知 经中约 般若非般若 令离名字 相 又曰 魔所说 令离言说 相者 其宗旨非 为欲令大众 离念 归于真如乎 然则 所谓 奉持者 未当奉持 金刚 断除妄念 亦可知已 前云明了魔有定法 是清我见之源 经云破除攀缘妄想 是解我见之流也 事观上引论文最后数据云 已念一切法 令心生灭 步入实至故 实至 即位性体 可见性本无念 欲正性体 非断念不可以 又可见其念 即是生灭心 应有生灭之心 遂昭生死之果 若不断念 又赫能了生死乎 然而一切众生 从本以来 念念相续 未曾理念 未知无始无明 无明者 不觉也 因不觉 故其念 云和不觉 所谓不达义法界故 未不了达始法界理事 唯一真如 同体平等 此之未不觉 即不觉之平等同体 遂而动念 念动 而能见 所见随之以起 故有人我差别之相 由此而分别不断 取着绩效 造种种业 遭种种弱 又复斩转熏习 果还未因 因更受果 越迷越深 省伦不反应 经欲反本还原 故必须从根本解决 以断其念 难哉难哉 因其难也 故我世尊未说 种种方便法门 令其随顺的入 如上所隐能观无念者 则未入佛制 亦方便知义也 此事无被生死关头 至要至极之事 亦是本经所令奉持者 不敢但凡 更为说其方便 须知观无念三字 故事方便 而云和观法 人虚的有方便 乃能其观 其作观之方便云和 其性论 曾言之以 论云 当之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故 名为真如 问曰 若如是意者 诸众生等 云和随顺而能得入 达曰 若知一切法 虽说 无有能说 可说 虽念 无有能念 可念 是名随顺 若离于念 名为德辱 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故 名为真如 此事就一切法 而名真如也 亦为一切法 无体 体为尽性 尽性 即真如之别名 既是一切法 体为尽性 所谓诸法 亦如 所以称为 亦真法界 盖心 虽无法 而法 从心生 故使法 界之法 不离乎 为亦真心 约亦如 约亦真 所以本性 名为真如者 因此 就诸法 亦明真如 则亦如 亦真之亦 即亦明了 此说法 之善巧也 因其诸法 亦如 顾不可说 因其真心 无念 顾不可念 顾曰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 名为真如也 问中 如是意 即止 不可说 不可念 言 以诸众生 莫不 有说 有念 顾问云 何随顺的入 随顺 即方便之意 问亦 以为 有说 有念之众生 而予其 无说 无念 若无方便 何得 正入 答中 虽说 念并举 然能 无念 自能 无说 自曰 念 亦明之 则 说 亦自了 当之 虽念 亦 亦无能念 可念 一句 正 只是 修观 之方 便也 顾下即 皆云 世明 随顺 何以此 具事 观 无念 之方便 当之 此 中 具有 二 亿 初曰 性体 言 当之 念 事业时 而 性 体 中 病 模 事 事 所谓 从本 以来 离一切 法 差别 之相 已 无虚 忘 心 念 故 此 名 虽 业时 分 动 而 性 敬自弱 由之虚空中万象森罗 而虚空人自弱也 此事要义 不可不知 之此 则知性之与念 本来相离 便不致认贼位子 四曰 念之本身言 当之念之为物 当处起 当处灭 刹那不停 并在于前念灭 后念又起 念念 相续 但未有进攻者 不觉其事相续 勿以为前后只是一念而 若前后只是一念者 修行人便无办法已 正因其身灭不停 顾约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也 此明念乃随起随灭 并无时物 由之空花 患有时无也 此意要义 不可不知者 知此 则知念之本身 当下极空 便不致直须未时 二意记明 便随时随处 顺此二意 秘秘观照 当一念起时 即提起精神 自喝自择曰 信本无念 是从何来 如此一照 其念自习 初心人未有定力 一刹那间 第二念又忽然起 便又如是喝则 绝照 久久 念头可日渐减少 及起 利益渐若已 问曰 提起绝照 此步又是其念乎 答曰 是其念也 当之自无时念动以来 积习生故 逆而折之 甚难甚难 唯有随其习惯 不加强制 却转换一个念头 以打断原念 令不相续 此阵因其生灭不停 故能得手 更须知观照 虽亦是念 乃顺体起用之念 便可顺此用以入体 与笔魅师本性 所起之念 大义其去 盖其念同 而其念之作用大不相同 应是知的性本无念 即念义本空 未欲除其妄念 故其观照之用 此用乃顺性体而起 故与魅性而起者 大义其去 此之未随顺 此之未方便 然应知其此观照之念 亦父是幻 亦是原生无性 经不过界 以除他念耳 若知此念未真 便又成病 班若波罗蜜 原是用以对志取者之病 故班若亦不可取者 曰班若则非班若者 明其不应取者也 班若原含三意 所谓文字班若 观照班若 时相班若 因文字 起观照 正时相也 而此三班若 皆不应者 曰文字言 若但直文字 不修观形 故完全是明自相 曰观照言 若心中存有能观照 所观照之念 亦未离明自相 乃至正得时相班若 时亦谋所正 无所得 若有正有得 仍然未离明自相 即非实相 亦不明班若波罗蜜 以 故此中班若则非班若 是彻始彻中者 归原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念佛义法 由未断念方便知方便也 不令他念 而念佛 亦是转换一个念头 而念佛更比作观亲切 盖作观 可说是执念 念佛则是静念 换一个清静念 以志向来染着之念 并另一心念之 又是以纯一之念 志向来离乱之念 且佛者觉也 念念是佛 即念念是觉 觉者 觉其性本无念也 故曰更亲切也 所以但能勤恳一心 便能做到念而无念 当知念佛目的 必须归于念而无念 归于无念 便是归于真如 则不说断而自断 不其正而自正矣 其方便为何如灾 故曰方便之方便也 请所言不其正而自正 最初指正的一分 因其实但无粗念而 其系念尚多也 其性论云 若离于念 名为得入 得入即是正入 而此与一生无底 当知由观形而相似 然后方到分正 分正者 分分正也 最初指入的一分 由是经历四十一个位次 而至妙觉已成佛 念头方位离境 离境 方位完全正入真如之性 然时无以明之 假名为得入而 何以故 以虽得而时无所得 虽入而时魔所入故 如此方是真离念 方是真得入 至于念佛功夫 虽未能做到念而无念 但能行愿真切 仗弥陀悲愿力 亦蒙皆引往生 便同阿炳拔至 此云不退 即是出驻地位 如修他法 至此地位 须经久远结束 经一生及令半道 其为方便之方便 更赫呆言 须知便同阿炳拔至者 明其资格本来未到 但蒙佛力设受而得不退而 无被信闻此法 岂可蹉跎 交必失之 然行愿真切 必须一心在念佛求身上 方能为之真切 若一面念佛 一面又起沉着之想 则行愿不真切已 所以念佛仁于断念一层 纵令未一半道 而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 香 味 处 法 身心两句 务必要做到 不然 则愿不切 行不真 何能蒙佛皆引呼 何已故 沉着气重 与清静二字态不相应 则佛意味如之何也已已 总之 妄想 妄想 分飞 是众生 无始来 病根 万不可强制 如其强制 反伤元气 因妄想 非它 即是本心之作用 不过错用了 所以成病而 只要依照佛法 将其转换过来 归到 至念或敬念上 久久自归无念 便是平等性至 妙观察至已 经约断除 当之是除其病 非除其法 断之一字 当之是断其忘 始归于真 若能归真 便恍然大觉 了达万法亦如 本是一真法界 本无人我差别 则万念冰销 所以只能用 转换念头之法者因此 由是可知 转换念头 名为方便者 由是全巧之词 实在是根本挽救之法 除此之外 并无别法 此理更不可不知 即以断忘归真言 亦需逐渐进步 凡出击者 由未可咒语及词 因众生无始便迷真逐忘 流而忘返 譬如世间浪子 久已流荡忘归 经欲晚其回头 必须善未劝导 以引诱之 乃有希望 不然 家庭间反增烦恼 此意如是 必须多多读诵 大臣经典 唤醒痴迷 且多多清净善之事 开其蒙蔽 指示修图 而用功时赋 当由浅而生 乃能渐入家境 不然 心中反不安宁 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即如本经 前面已说了千言万语 直至此处 前半不降了 方显然令其理念 其不可列等 咒语及此 大可恍然已 然又当之 自详谈以来 所说种种关门 行门 却皆是有浅入身 为离念做方便者 以修功必须修至无念 方能正性 方位就禁固也 经依此意 再将前文总结一次 逐层点醒 以便融会贯通 开其圆解 所谓开解者 开智慧事也 依据各种经论 开解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当令开之尽虚至 一切众生 因不知一切沉静 原皆虚幻不实 遂至处处取着 我见恒生 故先令了达六成 等尽为虚无实 若其知之 始能不畏所谜 不谜 即是至 顾明曰之尽虚至 第二步 当令开无尘至 尘 即为六成等尽 无者 为一切为心 心外无法 必须通达乎此 又得一当尘尽之方便 渐渐乃能凶无点尘 若能无尘 则会光月明以 是为无尘至 此至记明 纵有念头 亦即为薄 然后乃能断之 断念亦须有方便之至 则明曰金刚至 此事第三步以 金刚者 能断之意也 事官上来 一开口便令 发广大心 普度众生 若忘却自己者 此最初之 第一方便也 因一切众生 以不达义法 借故 不觉念起 而有无名 遂至人我 借献分得极清 者的极井 经令舍几度他 发广大心 事令通达一真法界 本无人我之别 以化其交固分别之积息 乃是从最初 所以不觉念起之 跟上下手 故曰最初第一方便 待说出不应注色 生 香 味 处 法 不失之后 即就生香说明之曰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此便是令观察根 生 气 戒 莫非成敬 莫非虚相 以开其之 敬虚之至也 当之众生 所以分别人我 牢不可破者 无非为敬所付 放不下而 其所以放不下者 无非误认种种 敬相为真实而 经唤醒之曰 皆是虚妄 真是冷水交备 令人毛骨俱悚 此第二方便也 其下皆以持戒修福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是令信此时 亦以启修 盖以持戒修福 为启修之最初方便也 果能一念 生尽信 则始已于上来所说 依依能解能行义 何以故 若无解形 不能一念相应故 至此便得无量福德 何以故 既能一念相应 使已得了知尽虚致 助相之心 仍我之见便能减少故 应尽一步 告以若心取相 则为者我仍众生受者 以己法与非法 皆不应取 取 即是其念 说心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含有不能其心动念之意在 复告以法本无定 故不可取 不可说 乃至一切贤盛 皆以无畏法云云 无畏 即是无生灭心 生灭心 即是念头 是又讲又之曰 乳记能实性 惜贤惜胜 并能一念相应 须更令习生灭心 才好 以下更说福德之大 以心动之 即至约果广明 方显然点出念字 得果实不能作念 则修因实不应动念可之以 遂节之以应生清静心 何谓生清静心 应于成静一无所助而生其心事也 是则比前又静一步 由之静虚至 而开其无成智已 前淡之之 今令无之 岂非更近乎 然开无成智时为最后 开金刚智之前方便也 若论修功 由之静虚至 修到无成智 虚经数节 前世观行为 今世相似为也 此智 未转凡入圣之枢纽 若不得无成智 便不能更进而开金刚智 亦即不能登出诸位 若不登出诸 便不能由相似为入分正位 而成圣也 故得无成智之福德 比前圣过无量无边倍也 何以福德有如世大 当之世人成就 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故 成就者 即未成就无成智也 心中果能无有成晋 纵然其念 比钱更少 利益更薄 修功至此 方能够得上锻念 故此请世明持一颗 遂告以锻念之法 浅身次第 步骤严整 佛之教化 如是如是 须知自开口一句曰 应如是降伏其心 乃至说道不应注色等身心 皆是福或 必须能福 而后方能断也 此中明明曰 以是明自奉持 而明自乃是金刚般若 故此中所明亦去 皆是开其金刚智也 金刚者 能断之意 黎明言者 离念之意 若金刚智不开 念何能断乎 当之未登出注 便须具有此智 若无此智 便不能断无明 无明者 不觉也 因不觉故念起 故断无明即是断念 必须断得一分无明 乃正一分法身 而登出注 自出注以上 无非此智逐步增长 使无明分分断 法身分分正 为此一分分增高 经历四十位次 而至第十的后心 此智更坚更立 明曰金刚道 而登等觉 第四十一位 登等觉后 附用此智以断最后 一分极细无明 乃登妙觉 而成佛 通常专以等觉之智 为金刚智 等觉以下 人名无成智 实则此智之明 显其能断耳 若不具此智 若不具此智 便不能断一分无明 正一分法身 而登出注 故出注以上 十皆具有此智 不过未未曾圣 至于等觉 此智圆满 遂至等觉之智 独张此名而 此理不可不知 由上来所说观之 必到相当程度 使能断念 而念若不断 便不能正法身 而转凡成圣 以及断念之前 必须先修种种 前方便 其意昭昭明矣 本经自详谈至此 已经将经意数次总结 而每节各明一意 所以如此者 无非欲文者融会贯通 多得点受用 且以明经中意运无穷 发挥难尽 上来种种宣说 亦不过大海之一滴耳 此黎明子 黎言说 两颗精子 滋将上来所明者概括之 以便记忆 即 一 先须了彻无有定法 以清妄念之源 此是智慧 二 更须破除攀原心想 以结妄念之流 此事能断 此已是金刚般若波罗密明子 奉持之所以然也 至于做官 念佛 乃能断之方便 此之方便 人为两颗精子中所具有 并非外来 能观无念者 则未向佛制 佛制者 班若波罗密 则非班若波罗密也 佛说班若 是令依文字起观照 奉持 即是令大众做观照功夫 而黎明言 即是令理念 岂非明明令官无念乎 奉持 有全全福音之意 即是应念念不忘佛说 念念不为如来 念念不忘佛说 即是一心念佛也 念念不为如来 则不但念应化身佛 且令念法身实相佛以 又不觉 顾念起 令了彻无有定法 便是令其觉 顾曰清缘 以不觉 是其念之缘也 四令破除妄想 是理念 顾曰节流 以其念是从不觉而出也 而不觉念起之后 1. 性体本空 2. 空其妄念 此中曰般若则非般若 曰如来魔所说 说性体本空也 而黎明子相 黎言说相者 空其妄念也 故此两预 故此两预 正名空如来藏意 下两预 则是明不空如来藏 空 明体 不空 则明用 下两预 不坏假明 所以明用也 盖根生气界 皆是信德 所限之用 故事不空如来藏意 丑 此事不坏假明 分二 盈 出 事不着敬相持 此 事不着身相持 盈 出 又二 卯 出 问答 此 正事 卯 出 问答 虚菩提 于亦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为臣 是未多部 虚菩提 言 甚多 世尊 名者 名字 凡一切法 皆有差别之相 就其差别 安立名字 顾名字之言 是旧相说 相是患有 则明为假名 患有者 名其非有而有 有即非有之意 不坏者 不断灭意 相是体起之用 何可断灭 虽不断灭 然而相识非体 故人不应取者 因体是不变 相常变动 体是本 相是末 不应舍本竹末 弥相忘体 故不应者也 离与不着 诈灵四同 审不同 各不相设 约离 于显用时 而不为其所付 是约不着 上两颗 约离者 是明修行人 重在正体 而体之与相 本来秒不相设也 此下两颗 约不住者 又明修行人 先应正体 明必须达用 不可坏相 然虽达用 中应会归于体 故又不可 辞相也 此中所说 莫但做解释 标科会 班若妙止 已尽在里许已 是才是明理 与不着 命意不同 又须知 亦虽不同 宗旨则同 其痛为何 断念事也 何以故 上两颗 言离名子言说者 是离攀元心 其意浅已广说 离心元者 所以断念也 此两颗 明镜身 以及一正二报 皆不可住者 者则又其念已 虽不坏 却不着 亦所以断念也 其余要义甚多 入后竹曾说之 上科之班若波罗蜜 乃六度之一 故是佛法之名 然亦为性聚理智之称 性体空计 明子言说 本来无安利 上科计就此 性聚理智上例说 故应浅一切相 所以只说则非 说无可说 而不说是明 即复性本非相 本来与相无赦 故说离也 此下两颗 静之与身 本是一正二报 幻相俨然 就此立说 与显明不坏 假明之一变 故为臣 世界 三十二相 皆说是明 然而就是幻相 虚妄不识 故皆说非而不应着也 此问意念上闻来 盖着相者闻摩所说 将曰若摩所说 何以教化三千大千 且言说本来无相 纵可云说摩所说 而世界之大 其相晚在 其得曰世界无世界乎 为这此疑 故发此问 问与圣妙 不问世界 而问所有为臣多佛 一名世界是由众多为臣集合 而现三千大千之幻相儿 彼之大千世界之相位 时有者 亦可以恍然勿矣 达一庙 长老申领佛指 故达甚多 一名世界所有 无非众多为臣儿 然则除多数为臣外 岂别有一世界灾 会得但是臣多 便知大千世界 有即非有矣 卯 四 正是 分而 臣 初 不着为细相 四 不着广大象 臣 初 不着为细相 虚菩提 诸为臣 如来说非为臣 是名为臣 此意比前问意更近 为不但世界 并且为臣非为臣 此意是名为臣 亦是假名也 冷言有云 辱观的性 粗位大帝 细位为臣 至灵虚臣 何为为臣 何为灵虚臣 若如据舍论正理论所说 则为臣之量 以为目利能见之最细者 盖七倍为臣 为一金尘 七倍金尘 为一水尘 金尘水尘者 未能在五金之空隙 或水之空隙中往来也 则为臣之细可想 又七倍水尘 为一兔毛尘 为其细等于兔毛之间 由此可恶为臣之细以 殊不知此细及之为臣 仍可惜之为七个及为臣 则非肉眼所见 为天眼以上能察之耳 至此已是色相之边际 无可再惜 然而若已会眼观察 更可惜之为灵虚尘 灵虚者为其灵尽于虚空隙 此语由金言之等于灵也 由是可知为臣 亦是七个即为臣即何而现 并非实物 故曰为臣 非为臣也 如此说法 乃是小臣之西空观 西空观者 未须一一分析而观之 方知其是空也 大臣则不然 为旧性体上观察 便知无论大乡小乡 皆是原生患有 当下即空 何呆分析方知 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 本经是未发大臣 发最上臣者说 故曰如来说 如来者性得之称 如来说者 明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 所谓体空观是也 概曰性而说 为臣本非实体 但不无幻香而 本非实体 故曰非也 不无幻香 故曰是明也 臣 次 不找广大象 如来说 世界 非世界 是明世界 知的为臣 非为臣 但是假明 则世界 非世界 但是假明 不待繁衍而可解 此说法 之善巧也 何此两小科观之 是令修持般弱者 无论何种境界 或戏如为臣之事 或戴如世界之事 皆应不坏 不着 戏如为臣 上不应坏 大于此者 可知已 戴如世界 上不应者 戏于此者 可知已 因 次 是不着身相持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可以三十二相见 如来不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如来说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明三十二相 此问亦是由上文生起 盖不得意者 闻世界 非世界 而是假明者 将为佛之随感 私应 现种种生 原为教化 大千世界众生 若如上言 是世界 有即非有 非有而有义 然则 佛现三十二相 之应化生 何为乎 其应生意 为有即非有 非有而有乎 为这此疑 故发此问 须知如来 既以正性 而又现三十二相 之身者 因众生 各个以此如来 藏位体 习其弥乡 竟不自知 故由性体显现 应生之乡 以教化大千世界 为众生 开此宝藏 皆令回光返照 不着一切乡 而自见本性 而 众生此性 原与诸佛同体 所谓一真法界 是也 故若能自见本性 便是得见如来 若这余相 则所见乃是应生之相 非法生之体 何能为之见如来哉 明得如来应云和见 则之三十二相 亦由原会而生 当下是空 当下是空 有即非有也 原会而生 非有而有也 有即非有 故曰即是非相 非有而有 故曰是明三十二相也 此处问语 与前第一大科中 可以生相见如来 否 与气同 而与亦不尽同 盖前举身相问 是否与众生并设在内 经举三十二相问 则专约佛言也 达与不也 是活句 与前达可以生相见如来 否中之不也 亦同 言不可相见 亦得相见也 流通本部也下 有不可以三十二相的 见如来句 故本无知 是也 当之前科下文 但曰身相即非生相 故曰不可 又曰以身相的 见如来 以明上之不也 下之身相即非生相 皆是活句 亦死双关 而此处下文 既曰即是非相 又曰是明三十二相 以足表明不也是双关之意 何须更坠一句 曰不可以三十二相的 见如来乎 应从古本 举如来说 明曰信而说也 曰信而说 即是非相 此明信体本非相也 若知体之非相 则三十二相